小女孩左边背着书包 右边背着瓜子 拼了命地向山顶跑去 可尽管她一路丝毫都不敢停 上学还是迟到了 老师看着她满头大汗的样子 知道肯定是早上又去及时卖瓜子了 能来就好 进去 上课 全班虽然只有两名学生 老师依然一丝不苟地开始讲课 周阿宇也竖着小耳朵听得特别认真 此时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课堂 阿宇 快 你在意大利的表舅回来了 你爸叫你快回去呢 阿宇啊 你快点快点 说不定啊 还带你去意大利呢 快点啊 听到这个消息 老师眼里的光一下便暗了许多 而面对同班小男孩羡慕的目光 周阿宇解释说不是自己去 是哥哥去 老师仿佛没听到刚才村民的话一般 继续镇定地要阿宇回答什么是五角 讲文明 讲礼貌 讲卫生 讲秩序 讲道德 等阿宇回家时 宴里有说有唱的好不热闹 父亲竟然还玩起了木偶戏 母亲则拿着糖果到处派发 这场景跟过年似的 人群中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尤其扎眼 在母亲的介绍下 阿宇才知道这就是那位表舅 此时村书记来了 周万顺赶紧热情地给书记介绍阿宾 听着姐夫这么夸自己 阿宾眼里却闪过一丝心虚 晚饭时母亲做了一大桌菜 哥哥周卖狗兴奋地摆弄着表舅送了手表 连大鱼大肉都不想瞧一眼 表舅拿出一条丝巾系在阿宇脖子上 说是专程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看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 周万顺叫他们出去玩一会儿 他和表舅要商量大事 看父亲如此无情 兄妹俩也只能听话地出去吧 看他们走远 周万顺这才问阿宾 阿宇去意大利上学的手续办好没有 赵迎花听到阿宇的名字却一脸诧异 之前明明商量好的是送儿子去 怎么现在变成女儿了 看表姐和表姐夫对这件事还有分歧 阿宾也当场把利币都给他们讲了一点 不管他们送哪个孩子去 都必须过记到他的名下 成为他的直系亲属才行 否则就办不了移民签证 姐夫 这俩孩子走哪个 你们俩口子可得想清楚 好好商量一下 大事 周麦斗今年16岁了 出去之后直接可以打工给家里挣钱 而阿宇才13岁 出去后至少还要上三年学 在意大利上三年学 那个学费的数目可不是个小说 嗯 啊 你们俩口子得想好 夫妻俩这会儿都沉默了 要是真把儿子过记给别人 那以后他就不是周家的人了 可要是送女儿出去 又得负担高昂的学费 这事 这事还挺大 啊 还得好好商量商量 商量商量 丈夫想把13岁的女儿送去意大利 当母亲的去怎么都舍不得 在家里也能吃饱穿暖 没有必要跑国外去受罪 樱花同志 一到关键时刻啊 你就缺少长远眼光 阿宾这回从国外回来 整个人大变样 一看就是在国外做大生意想大福的 周万顺这回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樱花 樱花 阿宾说了只能带一个走 咱们俩意见又不一样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说清楚啊 我哪个都不想让他们走 看妻子拿不定主意 周万顺决定自己做主 送阿宇出国 儿子卖狗现在这个年纪 出去后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 可关键在于他不会外语 就算去了也注定只能打杂工 不仅赚不到多少钱还浪费了时间 而阿宇不仅年龄小孩聪明 去了之后先念三年书 他很快就能跟意大利人没什么区别 到那个时候 他要打什么工 不不不 他不打工 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 你说是这个道理不是 除此以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 卖狗平常看起来闹腾 可做起事来一点也没定义和主见 阿宇呢 从小你别跟他闷不吭声 他要是拿起主意来 比我这当老子的拿得还准 你说是不是 周万顺认定阿宇要是出了国 一定会成大气 迎花心里虽然不舍 但丈夫说的也确实有道理 第二天一早周万顺就把决定告诉了孩子们 卖狗当时就惊呆了 当场反驳说妹妹年龄太小了 不同意让他出去打工 父亲耐心地解释着 说留他在家里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可卖狗早就告诉了小伙伴 自己要去意大利了 这回要是去不成 以后有什么颜面见他们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宁可把妹妹送出去花钱 也不送自己出去赚钱 此时不仅卖狗对父亲一肚子的怨恨 就连阿宇也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父亲怎么忍心把自己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他一点也不想出国 只想留在家里陪着爸妈 可父亲的决定却不容改变 夜里阿宇望着窗外的雨哭了整整一夜 意大利是个多么陌生的地方 这种陌生让年幼的他很恐惧 不管别人说的那里多么美好 他只想留在这个从小长大的小村庄 我求你了 你和爸爸还会说说 不要让我去意大利了 就让哥哥去意大利吧 我会卖花籽的 从天亮卖到黄昏 卖到半夜也行 看着女儿这么难过 玲花心里像刀哥一样 可她却做不了什么 丈夫一旦做了决定 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她起身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 阿宇 别怪你 她也是为了你好 不管女儿怎么哀求 最终还是跟着表舅踏上了离乡之路 黄日跳站在山坡上远远地看着 直到老师叫她才扫回了教室 从此这所学校就只剩下他们师生两人了 阿宇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 也不向父亲告别 浓浓的恨意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扎根 你记住了 你是代表我们老周家出去的 一定会有出息的 你好好念书 将来赚大钱 替我们老周家争光 光松要足 表姐 表姐 快回去吧 下雨了 回去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到了那儿马上给家里来信 听到没有 来信哪 看着女儿这一场冷静的样 银花心里突然生起一阵恐惧 总觉得要失去这个女儿了 阿宇 谁的闺女 这就是不想要我们这种罢了 此时的周阿宇坐在陌生的表舅身边 在她的心里 父亲这是不要她 否则不会这么狠心把她送走 而麦狗站在山坡上看着班车 心里也同样很愤恨 那是她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父亲却偏心地把妹妹送走了 等班车走远后 麦狗也背上了自己的心灵 打算离家出走 女儿送走了 儿子也不见了 好好的家就这么混了 银花恨不得跟丈夫拼命 可周万顺却叫妻子收拾行命 一家人一起去温州 温州一起出去闯闯去 省得在这儿 今天盼着明年好 明年还是吃不饱的 咱们这家也该翻翻山了是吧 也该过上一点吃得饱 穿得暖的日子了 我不去 我就在家待着 你不去也没用 我已经把房子给卖了 走下给阿宇上学念书的啊 丈夫居然把祖屋给卖了 银花难以置信地追上她 叫她再说一遍 丈夫也再次清楚地告诉她 房子确实是卖了 给阿宾带去做女儿的学费了 这是祖屋 这是祖工业 卖不得 你怎么不为我想想啊 卖了祖工业 我在桌子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银花瘫坐在地上 感觉日子一点盼头都没有 看妻子这么不理解自己 周万顺急地满脸痛苦 自己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日子越过越好 我是穷疯了我 我冲怕了 都冲出轨了 要是他不卖了祖业 根本没钱送女儿去意大利 要是一家人非要守着这个破屋子 那只怕到下辈子都还是得不这种又穷又苦的日子 现在温州城里那么多人做生意都发了财 周万顺老早就想卖掉房子出去闯一闯 别人都可以 他周万顺凭什么不行 所以我们要去干 挣钱去 我告诉你这条路我是一路走到黑 我打死不会回头 我就是撞得头破泄流 我都不会走回头路 也走不了回头路 儿子离家出走了 周万顺顺着小路追了出来 谁知刚翻过家门口的山就找到了他 他正往水里扔石头玩 周万顺捡起块石头也扔到了水里 麦狗回头一看是父亲 便又把脸疊了过去 我还在猜呢 大概要走出十里地才能找得到你 他没走出五里地就看见 任性吧 家伙没了 好 你这么说话就像你老子那种 看儿子难得有回志气 周万顺决定和他打个洞 他站到稍高的石头上指给儿子看 要是麦狗敢从这儿跳下去 那周万顺以后就不管他了 要是他不敢 那以后就得永远听父亲 麦狗站在石头边朝下望了一眼 听他跳吗 他话刚说完 周万顺就脱了衣服跳了下去 一边游还一边叫着麦狗赶紧跳 麦狗看了两眼却直接认了锁 麦狗 你输了 你输了你永远听我的 不管他怎么刺激儿子 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走 周万顺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为了送女儿去出国 家里的房子已经卖掉 一家三口带着不多的行李 踏上了去温州的路 谁知武叔公和乡亲们都等在村口 万顺 就这么走了 一话 你这家可管得好啊 啊 武叔公 我拿的主意不怪淫妇 武叔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村里敢卖族产的他还是第一个 可周万顺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出去一定会挣大钱 到时候再回来给村里重建磁堂 本以为武叔公会大骂他一个 谁知他却从兜里掏出了一块钱递给周万顺 这一块钱 这是叔公的意思 拿着吗 是不是啊 武叔公 您还欠着生产队良钱的支撑 您哪有闲钱 这钱我不能要 这钱你一定得额着 不是不是不是 给你们人肚子 那是自古上留下的规矩 你也让破呀 紧接着乡亲们都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他们 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都有 周万顺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各位 大叔大人 兄弟姐妹们 这每一分钱都从大家养分里挤出来的 我周万顺永远忘不了 拜搞基督了 等将来咱们家挣了钱发了财 永远不能忘了我们乡亲历历 忘不了 拜别了父老乡亲之后 一家三口又继续上路 为了节省车费 三个人决定不行到温州 周万顺突然看到前面有辆拖拉机 看样子是抛锚了 车主正在卖力地摇着摇巴 他上前看了几眼之后 突然黑黑地笑了起来 怎么笑 姓家乐话呢 周万顺也不理他 还是自顾自地打量着拖拉机 行了 别看了 该干嘛干嘛 同志 你这拖拉机需要人帮忙啊 帮忙 你在发什么忙啊 一家三口为了节约车费 挑着行李打算步行去温州 此时突然前面一辆拖拉机坏在了路边 周万顺上前看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有把握能修好 他叫这个长得像老丁的男人 喊自己一声大哥 就帮他修好拖拉机 男人反正折腾半天也没弄好 干脆死马当活马医 叫了他一声大哥 只见周万顺走到拖拉机旁 啪啪就是两巴掌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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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把宝贝似的 白狗 白狗过来过来过来 你就朝这儿啊 朝准了 朝这儿 使劲踹一脚 你们家俩干什么呢 别搞破坏啊 别骑啊 别骑 怎么不骑啊 你先再试试 再试试 男人半信半疑在意啊 还真被他给踹好了 神了 我今儿遇到半仙了 半仙谈不上 当你师父 我是足足有余了 得知他们也是去温州 小伙子热情地招呼他们上车 那都不好意思啊 我们人这么多 踹了你一脚 你就带我们到温州了 你要不踹我呀 我也回不了温州 万顺 听听听 万顺哥 我这东西啊 半道带出毛病 你再踹我两脚 我就放心了 就算我请了个师父奔车 你看怎么样 是这个道理啊 还不来了 那就 上车 好嘞 一家人就这样搭上了顺风车 路上果然又帮他踹了几脚拖拉机 很快他们就抵达了温州 车子直接驶进了一个废品站 一个长得像葛美霞的女人抱着孩子迎了出来 大海晚呢 这破车半道又出毛病了 要不是万顺大哥一家帮忙 明天怕着也回不来 一家人下车之后 周万顺又带着儿子主动帮男人把车上的货给卸了下来 看到女主人忙着做饭 迎花也贴心地帮他照顾孩子 于是一家人又盛情难确地留下吃了晚饭 几杯酒下度后 周万顺壮的胆子问他能不能把拖拉机棚借给他们赞住一门 谁知夫妻俩却非常热情 还打算自己打地铺让他们一家三口睡床上 可周万顺哪肯宣兵夺主 看他实在是要讲客气 男人也只好随他 让他随便想在哪睡就在哪睡 一家人就这样在拖拉机棚里住下 虽然很简陋 可周万顺却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象征着全家人从此奔向了新的生活 长得像葛美霞的女人看着他们一家三口睡在拖拉机上 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 可他长得像老丁的丈夫却很能理解周万顺的心情 这比他们夫妻俩刚到温州的时候强多了 瑞安和他们的老家也差不多 每个人就三分两分地 靠那点地根本种不出多少粮食 虽然住在别人家的拖拉机棚里 可周万顺却觉得今天赚大了 这一路过来不仅搭到了顺风车 还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车费家住宿费一起省了十多块 你能你能 以后你每天坐不要钱的床 每天睡不要钱的床 银花呦 你这句话真值钱哪 真的真的 我们以后真的要这样 尽量把住宿的钱省下 少花钱 她就是赚钱 银花一直很疑惑 今天丈夫怎么突然变得会修拖拉机了 丈夫解释说大队上之前 也买过拖拉机 每次出了毛病 大队长就叫人上去踹两脚 踹完就好了 今天在路上 她看到赵冠球的拖拉机换了 就过去看商标和型号 居然和大队里的一模一样 而今天看到赵冠球的废品收购站 更是坚定了她留在城里的决心 哪怕是捡破烂也抵在山里种地墙 你看看这个赵冠球媳妇 什么时候带给你金戒指 那得值多少钱呢 这年她 吃饭都难吃饱了 她还能戴上金戒指 你看到了 她扶你得受我一个 哦 金花晃的 银花不自觉地看了眼自己光秃秃的手指 她这辈子还没见过金戒指长什么样 银花 你看着 将来我发财了 有钱了 我给你买十个金戒指 一个手上带一根 身处十个金戒指 竟广广亮堂堂的 晚上连灯都不用点 我们家油灯还亮 两人正有说有笑 天空却突然电闪雷鸣地下气欲来 夫妻俩赶紧找了块塑料不挡你 眼看被子和行李都要被打湿了 银花愁得不行 可周万顺却觉得这是好兆头 老婆我问你 天上的你下到地上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财了 我们一进温州城老天爷 就给我们送财来了 我拿个两盆 大盆接着 这也是财 那也是来得到 赵冠秋听到雨声后赶了过来 叫他们一家三口进屋里去躲云 周万顺却怎么都不肯 能睡在车棚里他就很满足 不能再得寸进尺 兄弟 什么都不用说了 哥都记在心里 等将来哥赚了钱发了财 我一定好好信你 今天要不是你 我们这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二盆大哥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要是不发财啊 那老天爷都不大呀 你不要了 第二天一早一家三口开始捡破烂 开工前周万顺做了个简单的战前动员 对了花财致富的革命事业 我们这一家不远百里的来到温州 完成我们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目标 那就是靠捡破烂来维持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生存 大家清楚了吧 嗯 清楚了 啊 好 开始啊 刚走出几十米 他就看到路边的一个纸箱子 赶紧兴奋地跟儿子炫耀 这真是奇开得胜 没想到这温州城里的破烂这么好解 谁知他拿着纸箱正要走时 却被一个男人叫住 放回去 我刚放那量子的 放回去 周万顺赶紧乖乖地把纸箱子放回去 走时还不停地给人道歉 妻子迎花也沿着河边的小道一路边走边捡 可儿子麦狗却压根都没打算解破烂 他卷起麻袋 一路边走边逛 被这城市里的花花绿绿深深吸引住了 十三岁的阿宇跟着表舅来到北京办理签证 等这些手续办完 他就要去意大利了 按规定表舅只能带自己的直系亲手过去 可阿宇却怎么都不肯叫他爸爸 你这个孩子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我现在是你爸 你是个男人 这么让他去家里 咱们都把签证办好了 你爸爸还是原来的爸爸 帮我们过来出来 我没爸爸了 面对签证官的提问 周阿宇紧张地想上厕所 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情急之下又喊出了表舅 这让签证官一下就起立 阿宾只得临时编造了一个感人之深的故事 我常年在意大利工作 他就不可能跟在我的身边 所以呢 我的女儿一直不肯叫我叫爸 这不怪他 怪我 我欠孩子的态度态度 所以我这次去意大利呢 我就打算把我的女儿带在我们身边 我要多给他一些关心 多给他一些爱护 让他 在你们美丽的 富饶的 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快快乐乐 长大成人 摄氏卫生的签证官墙忍着泪水 给阿宇办理了签证 谁知刚到机场 阿宾接到电话说扎伊尔那边有比千载难逢的声音 他必须马上赶过去 于是他又给自己的好友巴尔打去电话 拜托他在意大利接机 顺便照顾一下阿宇 阿宇以为自己要被卖掉 赶紧跑掉了 等阿宾打完电话人早就不见了 急得他满大街找人 可在这偌大的北京 周阿宇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跑 只能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阿宾气喘吁吁地找了几条街都没找到阿宇 只好打电话给周万顺报信 通知他女儿走丢的事情 谁知他们一家已经卖掉了房子 早就不在村里住了 我没到温州 还是到了温州什么地方 村子里的人都温变了 没有人知道 喂 你在听吗 喂 谢谢 而此时的阿宇站在一家餐馆门口 里面飘出来的香味让他挪不动 工作人员看他站了半天 就出来问他是不是找人 可阿宇却木然地摇了摇头 那你有什么事吗 阿宇 不乐 好心的工作人员给他拿来了包子和粥 倔强的阿宇却坚持要吸完底饭钱 阿宾打完电话后继续到处寻找阿宇 终于在一家餐馆的门口发现了他 可阿宇却一见他就跑 他冲进去把阿宇抓了出来 你不去意大利你不去 你不去我还不逼你 但是有些话 但是有些 你爸让我对天发誓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 现在对不起我都得告诉你了 为了凑齐让你去意大利的路费学费生活费 已经把里面苦习村的古屋全都卖掉了 你知道吗 眼看就要去机场 阿宇却突然跑掉了 表就找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在一家饭馆找到了他 可他却闹着不肯去意大利 阿宾气急败坏之下 只得把他爸爸卖了组屋的事情说了出来 说完这些 他让阿宇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意大利 阿宇听完这些 就算心里再不情愿 也只能乖乖地跟着表就走 这个意大利他是必须要去才行 否则怎么对得起爸爸妈妈和哥哥 表就给阿宇写了一块牌子挂在脖子上 他委托了自己的好朋友在机场接他 阿宇的学费生活费他也都会给了朋友 到时候他朋友会帮阿宇找所包住的学校上学 表就要去到非洲的炸烟 送给他买卖 等我回来之后 我就会发点财 表就把阿宇送到了检跳口 一个年仅13岁的小姑娘 在此之前连家乡的小镇都没出国 此刻却独自一人坐上了国际航班 飞机上他紧紧抱着表就写的牌子 乘客们都奇怪地看着这个小女孩 空姐提出帮他暂时保管胸前的牌子 可他却不断地摇头 这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 交给谁都不放心 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后 飞机终于在佛罗伦萨降落 阿宾的两个朋友也早就等在了机场 巴尔一点都不赞成阿宾去扎伊尔做生意 那个地方现在一直在打仗 阿宾居然敢带着钱去那种地方 简直就是不要命了 阿宾这些年做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也就是顾头顾不了脚 看到和他一起聊天同乡 不少都发了财 他也就急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 胆小得不到将军做 他不冒这个险呢 就发不了大财 富贵险中求嘛 他就是个大笨蛋 人要是死了 还要那点钱干什么原因 此时阿宾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胡文悦赶紧招呼巴尔上前 两人从工作人员手里把阿宇接了过来 带着他来到学校 巴尔告诉阿宇 他表舅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回来 他给巴尔挥了两个月的学费 巴尔已经都交给学校了 叫他安心在这里上学 眼前的女人亲切地跟自己交谈 可阿宇却一句都听不懂 只能呆呆地看着她 男人突然愣住 前方居然有好大一块塑料布 他正兴奋地走上前 对面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同行 正朝着那块塑料布跑去 周万顺也赶紧小跑起来 当同行双手抓住塑料布的瞬间 周万顺也跳到了塑料布上了 两个人都死死拽住 谁也不肯松手 我先看到他 我先看到他 我追了半天了 我追了大半天了 你胡说什么你 你才胡说了 你松手 我的东西我为什么松手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 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出现了 连长的同行连忙叫他主持公道 说是自己先发现这块塑料布的 周万顺也赶紧申明是他先发现的 到底谁先发现的 我先 你怎么这样 男人看他们都不肯退了 竟然直接掏出了一把小刀 老五你先说 谁先发现的 我先发现的 你说 谁先发现 这是我先发现的 老发是是我先发现的 看他们都这么坚定 男人拿起小刀 直接将塑料布一分为二 这下大家都不用抢了 随后他站到周万顺跟前 问他是不是刚开始干这行 我告诉你 你得记住 刚发现没有 你得出手 谁先看见了 谁出手 东西就为什么 这是规则 温党人的规则 说完他拍了拍周万顺的肩 骑上摩托潇洒地离去 而周万顺刚没走出几步 又突然折返回去追那个同行 周万顺讨好的说 一看老五就是行内的老前辈 自己肯定不能跟他抢 可老五心里跟明近似的 知道他一定是有事想求自己 周万顺也不再啰嗦 直接跟他打听刚才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 老五告诉他 这个人是温州城里有名的大老板名次 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后 周万顺按照承诺把塑料布送给老五 谁知老五却说自己已经有一半 不能再贪他这款 周万顺却不管他要不要 一把塞给他就走 都话不算话 世上算白活 兄弟你叫什么 周万顺 一家三口出去捡了一天破烂 回来后男人却非常开心 他们总算找到谋生的路子 可儿子却一脸嫌弃 这又脏又累的活他根本就瞧不上 不让我冲锅 你还让我捡泡浪 丢人现意 不干 你不干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不捡泡浪 周万顺正打算教训他几句识赵冠球过来 他赶紧和赵冠球商量 说以后每天捡来的东西分给他一半 只要他肯把拖拉机棚让他们长期住下去就行 谁知赵冠球却说让他们免费住 不给钱不能住 为什么呀 不给钱我们住的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就住不下去了 冠球兄弟 要不这样就听你大哥的 我们能在这住 心里可感激了 看他们夫妻俩这么坚持 赵冠球也不再勉强 但也叫他们不要再睡在拖拉机上了 可以拿他这里的废旧材料把棚子再加固一下 一家三口总算在温州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周万顺感激地连连道谢 在赵冠球夫妻的帮助下 两间简易的屋子很快就搭好了 麦狗还写了一幅漂亮的对联 策划蓝图千般好 九州山河万里春 好 意思好 这字写得也龙非凤子 不是 老哥 你这儿子有出息 书读得肯定好 将来当老师得了 银子 小菜一碟 这小菜一碟写得就这么好 这要是大菜一盆 那还了得 行了 替老婆脸上争光了 来 银上 银上 周万顺来到林思琳的鞋场 想求林老板收下卖狗当销售员 林思琳很欣赏周万顺的勇气 免费设了一箱鞋给他 他抱着鞋回家后马上开了的家庭会议 接下来周家创业致富的事业分成三个方向前进 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继续寻找商机 第二呢银花继续捡活烂 不是 捡废品 第三就是卖狗改卖鞋 卖鞋 卖狗一听叫他去卖鞋 满脸的不乐意 他这么要面子的人 怎么可能站到街上去叫卖 捡废品你不去 卖鞋你也不去 横竖你想跟老子对着干是不是 儿子 我是你爸爸 你就要听爸爸的 你要是不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告诉你 我要不砸断你的腿 算你长得结实 麦狗心里不情愿 但又不敢直面父亲的强权 只得跟着父亲一起出去卖鞋 可他虽然人出来了 却怎么都不肯张嘴叫卖 看到同学路过 他更是直接躲到了父亲身后 我让他挤就没挤 放学了 放学判吗 那些都是我初中的同学 他们穿那些 就是我们卖的这些 不能让他们看见我 丢人 周万顺看了一眼 学生们脚上的血 突然决定收摊回家 晚饭时他告诉儿子 从明天开始 由他一个人去学校门口卖鞋 啊 到哪卖 也不能到学校门口卖啊 父亲让儿子去学校门口 摆他卖鞋 这让他原本就自卑的自尊 更加无处安放 就为了找我是吗 你不是让我出国 已经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了 你还嫌不够 还想让我再丢一次 我不去 不要脸 我还要脸 你说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你做生意 当然要拉下脸的 你以为你爸爸真不要脸的 我也想要脸的 可是我知道 我的脸比起那吃饱穿暖 它太不重要 要吃得流油 穿得体面 赚了钱 当了大老板 那才是真正的脸面啊 无稽之贪 反正我就是不去 废话 不去也得去 我不是跟你商量 我再命令你 卖狗还是被逼着来到了学校门口 虽然扭扭捏捏了半天 但最终还是把地摊支起来了 周万顺躲在一边看着 心里十分欣慰 总算是迈出第一步了 他马上回家跟老婆报告了这个喜讯 他相信不出三两天 麦狗肯定能开张 可银花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怕丈夫这种做法 会让麦狗心里恨他 他现在恨我 但他将来发了大财了 他天天都得供着我 麦狗连续在学校门口 摆了几天的摊 之前的同学看到之后 跑出来取笑他 麦狗 你不是出国了吗 就是啊 沐当华侨 梁老板啊 麦狗 你不应该叫麦狗啊 你应该叫麦鞋 麦狗举着鞋子就追了出去 可刚到校门口就被门卫拦了下来 周万顺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也并没有上去安慰他 谁知下午又有同学到摊前来挑衅 周老板 你这鞋多少钱一双啊 我怕把价格告诉你们 把你们都吓跑了 你想看我们你 我只卖鞋不看人 我就是卖鞋的 多少钱一双 两百 我倒要好好看看 你这两百一双的鞋是啥样的 调皮的小男孩直接把鞋给扔到了一点 气得麦狗冲上去就要打人 周万顺这才跑出来抱住儿子 别打架 算了孩子 儿子 好好好 接连几天都被同学嘲笑戏梦 这让麦狗很受打击 回家后连晚饭都没吃 而周万顺心里也挺发愁 儿子卖鞋卖了几天都没开张 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他必须得拿出自己的绝活了 男人在路边玩起了木偶戏 这独特的销售方式 瞬间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不仅如此 他还让儿子麦狗扮成小丑配合的演出 麦狗不情不愿地表演了一会儿 却始终还是拉不下里面 直接扔掉手上的鞋子不干了 突然有个老板上前问他鞋子多少钱一双 周万顺说每双只赚一毛钱 八块零一毛一双 老板当即说他全满了 这可把周万顺吓呆了 没见过你这样买鞋的 我也没见过你穿了卖鞋 不好意思刚才让您笑话了 走吧跟我拿钱去 周万顺留下儿子手摊 自己抱着鞋子拿钱去 一群小女孩嘻嘻哈哈地围着麦狗看 麦狗羞得恨不能把头卖到地下去 而这个霸气满鞋的老板姓刘 他就是看中了周万顺这灵活的生意头脑 想叫他跟着自己一起干 做他们公司的销售员 这让周万顺受宠若惊 别的销售员的报酬呢 是按销售呃来提成 至于你嘛 我不管你有没有销售员 我每天都给你一定的补贴 刘老板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 可周万顺却不能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这些鞋子可都是林四林设给他的 他如实告诉刘老板 自己得回去问下林四林 如果林四林同意 他就过来帮刘老板干 这番话让刘老板更欣赏他的为人吧 看来你这个人呢 是个讲刑意中心意的人 就冲你这一点 你不答应我 这些鞋我也都买了 随后刘老板还告诉他 要是他什么时候想通了 随时可以去找他 周万顺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一把接过妻子手里的废品 可银花却没看到卖狗的身影 不停地追问他儿子去哪了 周万顺此时满心都是鞋子卖光的喜悦 根本没心思管儿子的事 你一定想不到银花 我们那一整箱鞋 花不到一个钟头 卖光 卖光了 钱在这儿呢 随后他把今天的经历没飞色舞地给妻子讲了一遍 可银花还是担心地问儿子怎么没回家 受了点刺激 跑了 儿子都跑了 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他那有什么事啊 跑了又不是第一次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跟你说万顺 就你这么当爸爸 早晚也要出事了 儿子跑了一点都不影响周万顺的好心情 他料定卖狗肯定一会儿就回来了 谁知当晚卖狗却并没有回家 偶一回做销售就轰动了大街小巷 连这个您都知道了 我知道谁买您的鞋 还知道他为什么把你全部的鞋都买 周万顺过来给林四菱交货款 顺便想把刘老板打算高薪聘请他的事告诉林四菱 谁知林四菱早就已经知道 他承诺开出跟刘老板一样的待遇聘请周万顺 还给了他一身新衣服和一个工作证 此时妻子正把捡来的破烂交给阿湘 本来是想用来抵房租 谁知阿湘却非要给他付钱 阿湘一家人的善良让银花无比感动 而此时丈夫也拎着两大包鞋子 一路唱着歌回了家 回家后他换上了新衣服不断地向老婆炫耀 还把自己的工作证拿给他看 银花一看 丈夫居然一夜之间当上科长了 为了赚更多的钱周万顺决定去北方闯一闯 可妻子只想过安定的生活 好不容易在温州有了个安稳的住处 丈夫又要往那么远的地方跑 赚钱嘛 别说是北方了 北英国我都要去 你看阿宇不是被我送到意大利去了吗 提到女儿 银花瞬间变得难过起来 周万顺意识到自己提起了伤心事 连忙安慰妻子 从到温州以来一切都很顺利 她承诺用不了几年一定能让妻子过上好日子 银花这会儿却没心情听她话大便 只是担心地说儿子已经一天一夜没回来了 银花直接坐到丈夫身边 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自从女儿去了意大利之后 儿子就在没叫过她爸爸 第二天一早卖狗终于回来了 周万顺满脸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随后她也没问卖狗这两天去了哪里 而是自顾自地跟儿子炫耀着她的新衣服和工作证 连狗却根本看都不看她一眼 只是急匆匆地收拾着行李 银花关心地看了看儿子 问她这两天去哪了 你吃饭了没有 我给你做饭去 我给你做点粉干吃 妈 我不吃 银花等等 我们先来排一排下午要怎么走的阵 排个阵 不说排阵了 对对对 开会 我们来开个会 连狗 今天这个会是跟所有以前的会都不一样 要怎么说呢 这是我当科长以后的第一个会 都听好了 三大要点 周万顺激情满满地做着以后的工作安排 迈狗却直接背上行李 他看了一眼父亲的背影 然后告诉母亲自己要走了 我有一个同学 家里是做眼镜的 这几天我没回来 就是跟他学做眼镜 应该有电有场 我想去跟他做点事 周万顺听说儿子要走坚决不同意 他好不容易做出起色 叫儿子就跟着他学就行 可儿子根本就不打他的话 麦狗不舍得嘱咐母亲照顾好自己 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家门 看他真的要走 夫妻俩赶紧追了出去 阿宇说得对 不是我爸 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爸 儿子要离家出走 父亲追出去拽住了他 谁知他却一把甩开了父亲的手 这让周万顺很震惊 从前麦狗可从不敢这样侮逆自己的 但这些天麦狗被父亲逼着到处摆他卖鞋 让他觉得脸都被丢尽了 而父亲在他心里也成了一个为了赚钱不顾尊严的人 看儿子竟敢当面顶撞自己 周万顺气地抄起鞋子就要教训他 可当他扬起手时 麦狗却一反常态地并没有退缩 而是更加气势嚣张地瞪着父亲 看得周万顺心里都有点畜 你有种 小子 你要走也行 爸 把话说明白 你只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你走 两听理由 晚了 周万顺不想去意大利 你骗着他去 我想去意大利 你骗不着我去 你跟我们说过理由吗 我不想卖鞋 非逼着我卖鞋 我不想到学校门口卖鞋 你非逼着我到学校门口卖鞋 我不想卖小丑 非逼着我卖小丑 让我干他 干他不想干他 真的每天干着自己 不想干他 这么感觉吗 生不受死 之前父亲逼着他出去摆摊 他还勉强呢 可这几天居然要他去学校门口摆摊 还要扮成小丑 却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无恶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你不要脸可以挣钱 我要脸就要可以挣钱 没有你周万顺 我周国总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我要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地赚钱 让我妈过着好日子 说完他拿起行李就走了 周万顺待在原地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妻子不断地哭喊着叫他去把儿子追回来 他却安慰妻子不用担心 说儿子最多三天就回来了 但今天这些话听起来却没有从前那么有底气 能回来 能回来 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 可下一秒 他却穿好鞋子飞快地跑了出去 周万顺来到长途汽车站 在一辆客车上找到了儿子 不管他怎么喊儿子都不回头 眼看汽车已经驶出车站 周万顺这才意识到儿子这回是完真的了 回家后妻子问他找到儿子没意 周万顺却装作毫不在意地说他没去追儿子 刚才是去找林老板了 随后他也开始收拾行李 一边收拾一边安慰着妻子 通过这些天的经历 他觉得一家人从瑞安来到温州的决定是对的 现在妻子和他都能赚钱了 就连卖狗也有了赚钱的想法 这家三口都在赚钱 那用不了好长时间 你看着吧 我们家就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周万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以后等他有钱了 他也要开个工厂 然后请买来个销售员帮他卖户 再给妻子买个大院子 你就天天待在家里头 什么事也别做 替我们爷儿俩做做饭 等将来卖狗有了孩子了 你再看看孩子 没别的事了 就数钞票吧 数得手都抽筋了 麦狗呢 麦狗你想 他不自觉地喊出了儿子的名字 却又突然反应过来儿子已经走了 心里一阵失落 但很快他又调整好心态 他安慰妻子不用难过 儿子有上进心了是好事情 但他这些话妻子根本听不进去 他只想要个简单的生活和完整的家 周万顺看自己劝不动他 只好提着行李出了门 去更广阔的地方闯天地 四华蓝图千般美 九州山河万里春 我儿子真有才 地家四口就这样天各一方 只留下了银花独自在温州 男人在冤击的车厢里不停地放着人缓瓶 把旁边的人都快熏晕了 众人刚缓过一口气 他却又来了一串更烈 周万顺解释说人太多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放屁 本来他是打算憋回去的 绿衣服的男人看大家对他一肚子一剪 赶紧帮他打着圆城 这个帮忙说话的男人叫唐里头 他也是一名销售员 此时周万顺没想到的是 日后这个男人会是自己的生意伙伴 唐里头带着他来到温州销售员的大陆 好几个从温州过来的同行都住在这里 一进入他就自豪地给大家介绍自己销售科长的身份 谁知却没人理他 还拿出了跟他一样的工作服 他又赶紧抛出自己的工作证 还没等他拿出来 在场中人就一人掏了个工作证给他看 唐里头热心地给他解释 这工作服和工作证是销售员必备的 根本不值钱 周万顺正在收拾床铺时 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老家的四眼也来了杭州 原来自从阿语走后 另一个学生也出国去了 学校里就剩下他一个光感私利 他也只好出来讨生活 随后他问起阿语的进风 此时的小语正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为了尽快学会意大利语 他利用每分每秒努力学习 同学也都热心地帮助这个上进的中国同学 偶尽他也会做着发呆 想念远在布国的亲缘 从到意大利起 他常常会因为想家而睡不着觉 每当这种时候 他就用力地大声背书 借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银花给女儿写的信都被退了回来 这让他心里更担心了 女儿走后 他们一家三口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来了温州 他想写信告诉女儿新的联系地址 可两封既往意大利的信都 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丈夫和儿子都走了 现在就剩下银花一个人留在温州 她每天依旧靠减肺品卫生 突然一个小女孩从眼前走过 女孩回头的瞬间 银花才发现是自己眼花了 此时阿语也正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 我今天请你来是想代表学校跟你谈一下 你在这里继续上学的事情 阿语已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六个月了 刚来的时候一个意大利的词语都不会 现在已经能简单地跟意大利人交流了 这种求知的态度让校长很是赞赏 原本他入学时巴尔是交的两个月的学费 等着阿语的表舅回来再继续交 可他表舅至今都没回来 近四个月阿语的学费都是巴尔垫付的 说实话 我们很感激他能这么帮助一个朋友的孩子 但是他现在不想再继续了 校长问阿语 还有没有其他人能帮他支付学费 阿语无奈地摇了摇头 校长只得遗憾地通知他 不能再继续在这所学校待下去 校长先生 我求求你 请你别赶我走 我会更努力地学习 我可以给学校刷碗 做饭我都可以干 这些活我在中国都干过 我会挣够自己的学费的 阿语提着行李走出了学校 还好巴尔来到学校接他 否则他就只能流浪街头了 路上巴尔告诉他 阿兵近半年都没和他联系 很可能是进监狱了 而他之前住的地方 房东也已经转租给了别人 可阿语还是坚持要去表舅 过去住的地方看看 我将立体知道这个地址 要是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那我就收不到妈妈寄给我的信了 那你没必要大惊小怪 给你父母写一封信 告诉他们你的新地址 那不就行了吗 我不知道我的家里人在哪 只能看他们来信告诉我 了解情况之后 巴尔调转车头 去往阿兵过去住的地方 新房客告诉他 之前确实收到过几封信 但是都已经原路退回去 阿语一听就急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这话应该我来说 你那个舅舅阿兵他骗我 他自己跑到飞赵区的冒险家 去把你这个包袱赠给了我 你们中国人简直是心血的麻黄 莫名其妙就拖了个拖累 巴尔都快崩溃了 可发完脾气后 他还是叫阿语上了车 路上阿语忐忑地问他 会不会把自己给卖掉 巴尔看了一眼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那行了小东西 别这么说 我怎么会做出 那么坏的事情来呢 不过你不能说谎 不能偷懒 不能偷东西 饿了一天的小女孩 总算吃上了饭 此时一个胖胖的男孩 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把她的饭盘 扔到了地上 对于大卫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举动 胡文月也只能无奈地叹起 表教阿斌整整失踪了半年 没人再继续给阿语交学费 被学校赶了出来 索性他被巴尔收留 巴尔承诺会帮他重新找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 但他的吃住要靠工作来交换 帮助招待客人 点菜 然后洗盘子 每天打烟之后 你得负责把餐厅打扫干净 对巴尔的要求 阿语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毕竟有吃有住还能上学 这已经非常好啊 可唯一有些头疼的就是 他还要负责照顾巴尔那个患有狂躁症的儿子 但很显然巴尔并不认为自己的儿子有病 他本应该成为一个足球明星 但是后来他自己长成了个球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是个天才 说完他就自豪地叫儿子过来给阿语露一手 而大卫也听话地走了过来 三两下就拼好了一面魔方 怎么样 看看 我儿子是天才吧 不得不说巴尔的这个办法很不错 不仅解决了阿语的生存问题 还能帮他完成学业 胡文玥看阿语饿了一天了 给他做了一盘炒面 谁知却被大卫给扔到了地上 看着这个行为怪异的男孩 阿语不仅开始为以后的生活担忧起来 周万顺和同行们为了逃避管理人员的处罚 一口气跑了八条街 愣是把追他们的人给甩掉了 我们这批科长跑得逞快 大家提着包打算去寻找新的摊位 周万顺却注意到路边有家服装店生意特别红红 门口挂着一个牌子 写着出口转内销 他立马照着葫芦画瓢 也写了一块同样的牌子 这新奇的销售方式吸引了不少买主 加上周万顺那张能说会到的嘴 很快就卖出去好几双 在他的带动下 一条街的摊位都做起了出口转内销的声音 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叫卖着 却唯独四眼蹲在路边不作声 说不好意思吆喝 周万顺叫他闭上眼睛 想象面前很多学生在听他讲课 我能站着 我习惯站着 好 近了来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省劲 快来看 出口转内销 好劫 别一脉 你看 才是文化人学东西学得快 恭喜你四眼 你出师了 四眼此时定睛一看 几个穿制服都过来了 大家赶紧收拾东西打算逃跑 可等周万顺仔细一看 根本就不是市场管理员员 那边你什么眼神 警报解除 警报解除 警报解除后 四眼立马展现了极高的模仿篇幅 叫卖得比周万顺还熟练些 大家火速拿上东西 跟兔子似的往小巷子里逃窜 这一幕相信很多摆摊的小伙伴都经历过 为了保住本就不多的本钱 拼了命地往前跑 而后面的人也拼了命地追 丝毫都没有放弃的意思 周万顺跑了一路 感觉自己都快断气了 可后面的小哥虽然看着也快到了极限 却依然穷追不舍 突然一只鞋子从包里掉了出来 周万顺赶紧停了下来 可那只鞋就在工作人员跟前 他又不敢上前去捡 男人大口喘着气 捡起那只鞋朝周万顺扔了过去 周万顺灵机一动 索性从包里把另一只鞋也拿了出来放到地上 然后转身跑掉了 而工作人员竟然也停下不追了 大家都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但我更相信机会是留给行动派的 银花从阿湘嘴里隔织 苏州的纽扣厂门口扔了好多不合格的扣子 马上就动起了心思 嫂子 你不会是想上那去捡这扣子拿回来卖吧 我想试试 谁知这一事 就造就了未来的扭扣大王 银花坐车来到苏州 辗转打停之后终于找到了红旗塑料厂 离厂门口还有好几百米 他就发现草丛中散落着不少扭扣 他不停地翻找着 不放过任何一颗扭扣 第二天早上 工作人员在厂门口看到一个熟睡的女人 身旁放着一大包扭扣 马上把他当小偷扭送进了厂长办公室 厂长 抓一小偷 我没偷东西 是我捡的 人丧俱在 这都是新扣子 厂长你看 他问银花捡这些扣子做什么 我拿回家卖 你是哪人呢 温州人 跑这么老远 就是为了捡扣子回去卖 啊 就是 我能走了吗 啊 能走了 可正当银花转身时 厂长又叫住了他 你就这么走了 不觉得亏得慌慌 银花一下愣住了 厂长赶紧给他解释 他捡的这些扣子都是残次品 就算全部卖掉 也还不够他来回的路费 可银花却说自己这回 就是过来先捡了试试看的 要是好卖他下回就多捡点 你来看看这些扣子好不好 你看看 好 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扣子 这些是我们新出的市销产品 如果能带这样的扣子回去呢 肯定比你捡来的那些 要赚钱多 银花也想带好扣子回去 可他根本就拿不出近货的本钱 眼前的女人为了捡扣子 不惜大老远 从温州坐车过来 这份毅力让厂长很欣赏 他决定把办公室里 所有的扣子让他先拿去 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但总比他捡得这些强 如果卖了 我给你接招 卖不了 把他退回我 我相信 那不行 我不能让你犯错误 我也想让你帮我试试看 我们国营厂离开的国家计划 依靠个人 能不能有市场 那行 我给你打个欠条 银花提着几大包扣子回到了温州 一个拉车的小伙 赶紧上前招揽生意 可他却怎么都不肯花钱坐车 小伙看他提的东西实在太重 主动降价叫他上车 说完他提着几个包往前走了一段 放到地上后又掉头回来拿剩下的大包 这操作把小伙都看直眼了 这大人真行 从车站到住处有十多公里 银花就这样蚂蚁搬家式的一点一点往前挪 硬是靠弱小的身板把几大包扣子都扛回来 到家十天都已经黑净了 放下最后一个包的那一瞬间 他感觉浑身的力气都用光了 第二天一早 阿湘发现他竟然在门口睡了一夜 自从上回周万顺扔掉一双皮鞋 他们已经连续三天没被管理人员追了 大家都觉得那双皮鞋扔得直 只可惜好景不长 很快工作人员又找上了门 直接把他们所有的货都给没收了 同行还想效仿周万顺上次的操作 网工作人员手里塞鞋 谁知却被他们果断拒绝 不仅如此 上次捡鞋的男人还把鞋钱付给了周万顺 两大包鞋都没了 不差那双 条归条录录录 这话我也常讲 这是算你们的规矩 没错 够了吧 那要是这是规矩的话 那这钱我就收了 谢谢 眼看着吃饭的家伙都被拖走 众人都愁得没办法 生极了 我们都成为不法商贩了都 不会再搁那个资本主义委 爸爸 不能啊 邓小平不是说了 让一堆人先付起来吗 他要不让做买卖 那怎么付啊 不让摆摊了 周万顺只得去逃了一批开关回来 可四眼却看着这些开关有问题 我听说这开关都有那个银的触点 可是这个开关的触点它不像是银 他拿回来的这些开关的触点是镀星的 虽然也能通电 但他的容点比银要高出许多 没有银的安全 可周万顺却不懂这些 他觉得只要能通电就是真的 银的这么贵 谁买得起啊 他要是银的 银的我还舍不得卖呢 周万顺很快就把开关给卖了出去 可他前脚帮走 后脚厂里就出了事 工人刚合上 可此时的周万顺根本不知道 自己卖出的开关已经引发了 还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 回到住处后 他屁股还没坐热 出事的工厂就找上门来了 周万顺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赶紧从窗口跳了出去 一行人追出去老远都没看到人 很快意识到被四眼骗了 他们又折返回来找四眼麻烦 正要逃跑的四眼被他们撞了个正着 抓住就是一顿吧 还好周万顺及时赶了回来 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四眼救了出来 两个人跑出好几里地才摆脱了追兵 我真不白认识你四眼 你够仗义 你不都跑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跑了两条街了 我都没看到你 没看他们追过来 我心想完蛋了 肯定要回去抄进去了 不放心我就赶回来了 我跟你讲四眼 这回你真是帮了我的忙了 我周万顺是记在心里头了 等我将来发了财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可四眼却对他没什么信心 他俩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更别指望发财了 看四眼这么悲观 周万顺赶紧给他打气 老话说做生意不怕舍本就怕歇 我们现在就得抓紧时间再找商机 杭州现在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周万顺决定去更大的城市看看 而四眼告诉他 中国最大的城市就是上海 上海的地处在皇后江畔 就上海了 上海既然是最大的城市 我们就去那 怎么样 四眼 你真的要去 你要不去 我去啊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批人叫导爷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端 通过导卖商品成为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而周万顺也即将踏入这个行业 他被迫离开杭州后来到了上海 并没有被这里的高楼大厦给镇住 反倒是气定神闲地走进了一家皮鞋批发店 很快他就嗅到了商机 这家店的鞋居然只有两三个款式 这牛大的口气马上就引起了厂长的好奇心 朱护生一看他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个老江湖 当场承诺可以给他最低的批发价 可周万顺却直接指出他们店样是太少了 朱护生告诉他 做鞋场最难的就是开发鞋样 他们厂里样是虽然少 但这几款鞋一直卖得不错 全场都靠这几款鞋养活 他的这番话让周万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告诉朱厂长 自己能帮他弄20款新鞋样 朱护生根本不相信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要知道20款样鞋所需要的技术团队是很庞大的 而周万顺也并不吹嘘 说实话 我周万顺个人没那么大技术力量 但是我能找得到这么大的技术力量 虽然周万顺说的是实话 但朱护生还是不怎么相信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他让周万顺三个月内把鞋样送来 谁知周万顺却说只需要十天就行 十天 这俗话说 没有三两三岂敢上梁山 我呢 不是什么水湖好汉 可这鞋它也不是什么水泼梁山呢 所以您放心 这事我敢拍胸脯 行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等你十天 看朱护生答应下来 周万顺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但他刚才说的话 朱护生却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哪都有骗子 周万顺马上赶回了温州 他如实告诉林四林不想再给他打工了 想自己出来当老板 林四林很支持他这个想法 而且还按之前的价格给他拿货 爽快地给了他二十双样鞋 周万顺拿货之后赶回家看老婆 谁知银花却也去了苏州近货 这几天可没少赚钱 谁他呀 就凭那点扣子能赚什么钱呢 大哥呀 你这说话口气可是真不一样了 看来生育是真做大了 阿湘看他好不容易才回来一回 劝着他再等等银花 可周万顺心里着急去送货 最终还是决定先去上海要紧 弟妹等你嫂子回来之后麻烦你帮我告诉他一声 别再倒腾那些扣子了 那个吃礼不讨好赚不了什么钱 是吧 就让他捡捡破烂 好好的把这个家给守着 赚钱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此时的周万顺怎么也想不到 未来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扣子帮他翻身的 周万顺再次坐上去往上海的车 而银花也正好从苏州回来 两个人就这样在车站擦肩而过 银花又进了几大包的扣子 拉车的小伙子看着这位坚强的大姐提着几板筋动 拾去的不再上前招揽生意 知道他肯定不舍得花钱坐车的 银花又一次慢慢把货挪回了家 刚到家阿湘就过来了 你们这两口子也是 你看啊 大哥回来了吧 找你你不在 你这回来了吧 大哥走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你就个把钟头吧 您卖出去一双鞋 给我五分钱 卖出去两双 您给我一毛 五分钱 是 那你这一月 才得多少钱 卖多了就有了 周万顺带着二十双样鞋 如期抵达上海 把朱护生都看待了 他本以为周万顺是个骗子 没想到他真的在十天之内 就弄来了二十款不同样式的鞋 他当场就要叫周万顺 带着技术团队到他们厂里上班 可周万顺就是一个二道贩子 哪来的技术团队 于是他提出由他负责供货 而且每双只赚五分钱 这低薄的利润 比朱护生部团队的成本低多了 看朱护生一脸的不理解 周万顺解释说 有钱要大家一起赚 合作才能更长久 你卖得越多 您赚得越多 您赚多了才有我周万顺呢 这钱我才拿了踏实 好好 就按你说的规矩办 厂里一下增加了二十个薪口 这让供货签约会异常火爆 一群个体副老板 抢着要签单订货 就连孔生导演都被吸引来了 在这请坐楼 周万顺在门外看着这一幕 觉得自己离万元户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而留在温州的妻子 此时也终于收到了儿子的信 他赶紧到邮局去给儿子回电话 听到儿子声音的那一瞬间 他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你一个人在外头闯荡 要小心啊 妈我知道 你放心吧 东北冷 多穿衣服 我知道我知道 在那边干得不好 你就再回来 妈 我现在挺好的 我在新华书店 足够给他卖眼镜 我都快有自己的电了 知道儿子一切都好 而且还混出样来了 迎花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可此时卖狗又突然问起妹妹的惊慌 问他来信了没有 迎花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说信 都被退回来的事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他只得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这是长途电话 太贵了 我回头再给你打卖狗啊 那好吧妈 妈再见啊 你要注意身体别太累啊 你多保重 来妈再见啊 挂了挂了啊 出来结账时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难过 迎花解释说自己是高兴的 这么久终于等来了儿子的消息 而且他现在比爸爸妈妈都干得好 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直联系不上女儿 她在意大利上学 要是有她的电话 我就更高兴了 而迎花日夜思念的宝贝女儿 此时正认真地数着钞票 这些日子她在巴尔的餐厅里打工 一共攒下了一千多 她在小本本上仔细地把账目寄了下来 然后满屋子寻找可以藏钱的地方 最终她决定把钱藏到床腿里 谁知钱一放进去就掉了下去 怎么都拿不出来了 这可把小阿宇急得不行 不过这点小事瞒不住这个大聪明 很快她就找来了一根铁丝把钱勾了出来 然后索性把钱绑在铁丝上放进床腿 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拿不出来了 巴尔在楼下听到阿宇的读书声 仔细一听居然是餐厅卫生法规 胡文悦这才想起是自己给的她这本书 小姑娘开心地夹了一块肉到盘子里 还没开吃就被对面的小胖子抢了过去 看她吃得津津有味 阿宇馋得直咽口水 胡文悦贴心地切了一块牛肉地给她 却又被大卫抢走 当她第三次抢阿宇盘里的肉时 巴尔终于出手阻止了 别再从阿宇盘子里抢肉吃了 大卫听话地不再抢阿宇盘里的 但却把餐盘里所有的肉都夹到了自己面前 阿宇看着眼前吃不到的肉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她赶紧大口喝水缓解 夜里阿宇想到那些美味的牛肉就睡不着 而大卫今天盘里的那些牛肉也并没吃完 剩下的都放到了冰箱里 等大家都休息之后 她来到厨房里狼吞服宴 很快一大盘牛肉就都被她吃光了 而阿宇的肚子也开始隐隐作痛起来 她强撑地爬上了阁楼 但肚子却越疼越厉害 这么回事 连个安生叫都不让睡 我怎么说 阿宇很快就被送往医院 等她清醒后 巴尔不仅没有责怪她 反倒是一脸愧疚地向她道歉 等你出院了 你有权利去警察局告 但是我发誓 我是想好好对你的 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巴尔先生 我不怨你 是我太馋了 没管住自己的嘴 你这是不想让我难过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有责任 我不该让你饿得 那么晚了去吃那些牛肉 巴尔的善良深深打动了阿宇 他决定以后会更加努力地干我 可事实上他现在的表现 已经远超巴尔的预期了 他好奇地问阿宇 是不是以前就工作过 我家很穷 我六岁的时候就和哥哥 一大早到骑士上去卖瓜子 我爸爸把我送到意大利 就是想让我们家不再那么穷 我爸爸为了让我来意大利 连家里祖传的房子都卖掉了 我都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 巴尔没想到阿宇小小年纪 就吃了这么多苦 心里更加同情他了 他问阿宇当时来意大利 是不是自愿的 可阿宇却说他根本就不想来这里 我从来就没出过远门 我想我的妈妈还有哥哥 为什么你不想你爸爸呢 我恨我爸爸 是他逼我来意大利的 虽然我们家很穷 但我还是想回去 我想每天待在妈妈身边 有哥哥保护我 我越想家就越恨我的爸爸 这些话让巴尔越听越震惊 觉得中国人实在是可怕 他怎么都想不通 居然可以为了过上好日子 而妇女成仇 而此时小小的阿宇也同样想不明白 父亲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阿宇出院后 巴尔叫他先休息一个星期 可他却倔强地说自己不要紧 说完他就冲进厨房开始洗篮子 这份坚强让巴尔这个成年人 都不得不佩服 我不坚强 我要挣钱 挣很多很多的钱 我要把爸爸卖要的房子买回来 还有我要给妈妈 盖一座很高很高的楼 你家盖那么大的楼 怎么用得了呢 怎么用不了啊 在阿宇的幻想中 未来他要修一栋五层高的楼房 连每层楼的作用他都已经想好了 听着他这童言之语 巴尔忍不住提醒他 要盖这么大一栋楼 可是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嘛 我现在要很努力很努力地工作 长大了我才能挣很多很多的钱 好吧阿宇 如果你这样继续努力工作 上帝会保佑你 实现梦想的 贴牌产品马上就要诞生了 周万顺一口气跟林四林订了三万双鞋 六个款式 每款式五千双 虽然一双鞋他只赚五分钱 这也是一千五百的纯利润 这次要货的数量太大 周万顺也失去的不再涉钱 直接提来了现金 同时他还向林四林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想把商标 烫底 包装 印刷 都免了 为什么 能省则省吧 虽然周万顺借口说是为了节约成本 但混迹商场多年的林四林一下就意识到这里面有猫民 周万顺开开心心地回到家 谁知银花却闯出了天大的祸事 他把欠条给弄丢了 我去卖纽扣 那服装厂给我打了好多欠条 三个月一结账 到了三个月结账了 现在我欠条全都给没了 银花急得快哭了 可周万顺却觉得他太大惊小怪了 卖几颗扣子能赚多少钱 要真掉了就当破财消灾了 这三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啊 三万 全没了 这下周万顺也跟着着急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三万块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小编也不清楚 只知道那个年代人均年收入是五百左右 这三万块实实在在是巨款中的巨款了 他拉着银花就冲了出去 可夫妻俩找到天黑也没找着 周万顺愁得一夜没睡 银花更是急火攻心病倒在了床上 赵冠球夫妻俩听说银花病 都关切地问他怎么了 没事没事 东西丢了 着急招上火了呗 我看得起 在赵冠球的再三追问下 周万顺才说妻子是把工厂的货款欠条给弄丢了 赵冠球了解银花这个人个性要强 发生这样的事肯定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随后他又问是丢了多少钱 打算拿钱帮银花垫上省得他心里难受 这恐怕不信 这数你可垫不上 你瞧不起我 多少你说说看吗 不不不 大哥 嗓子醒了 哦 万顺大哥 那你进去看看吧 好好好 老赵谢谢啊 你胡说 怎么了 现在就可以补上了 多少钱我补上 多少钱我 银花醒来之后还在不断地自责 自己怎么能把那么重要的东西给弄丢了 周万顺温和地问他还记不记得 是哪些厂子欠的钱 二十一家 每家的整钱我记得住 零钱几毛几分我也记得住 你太厉害了 他叫妻子可以试着去这些厂里问一下 要是别人记得的话 有可能就会把钱还给他们 别人记得住多少就给多少 就算少拿些回来 至少他们也经历了 不至于心里那么难受 好 再退一万步想 就算都没有拿回来 一毛钱都没拿回来 没事 当初他们一家从山里来到温州 原本就一无所有 现在的财富也都是赚来的 今天只有我们全家平平安安 有什么钱我们慢慢赚就有了 有了丈夫的不利 银花决定去试一下 周万顺不放心他一个人 想陪着他一起去 可银花却坚决不同意 跟个大难人 人以为我逼借吵架去 临走前周万顺再三叮嘱妻子 不管钱要不要得到 都不要着急上火 而善良的银花也很幸运地碰到了好人 厂家负责人听说他的欠条弄丢了 并没有多为难他 直接带他到财务室找会计核对 你记得飞毫不差 有一百二十块三毛二 黄会计付款吧 谢谢 谢谢 一天下来银花居然把所有款项都收了回来 晚上他从床底拿出一个铁罐子 里面全是这几个月他卖扣子正的 他叫丈夫把这些钱都拿去做本钱 好把生意做得更大点 可周万顺却不肯用他的钱 怎么了 这不都家里的钱不是你的 我不是说我不能用你的钱 是你这个钱对我来讲没用处 周万顺做生意还靠本钱 那就什么本事啊 周万顺现在做中间商 根本就不需要本钱 赚的就是一个信息差 可银花靠卖扣子能有这么大生活 这也是周万顺怎么都没想到的 他激动地抱住妻子 银花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老婆会赚这么多钱 你做梦都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 卖狗也挣钱了 周万顺这才知道 儿子现在已经坐上眼睛生意了 这比他自己赚了钱还高兴 新闻与儿子终于有了上进心 第二天夫妻俩就到邮局 给儿子打电话 谁知那边却说卖狗 已经把柜台给退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银花担心儿子出事 周万顺却推测儿子 多半是又不想干了 我猜 要不然几天他就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不明摆着吗 东北呀 他受得了吗 我几天你就看到他了 随后周万顺就去了上海送火 朱厂长早就等得心急火燎的了 贴标烫底 装箱这些都赶得上吗 赶得上啊 这 质量没问题吧 这你放心 执行三包 我负责了 尾随而来的林四林 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终于明白周万顺 是怎么这么快 就把生意做这么大的 小女孩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老板马上掏出小本本把账寄上 随后他把阿宇叫了出去 打算给他发工资 看着桌上的钱 阿宇开心的合不拢嘴 可巴尔马上又拿出小本本 要对他工作失误进行处罚 打碎两个盘子三个高脚杯扣掉一万五千里拉 端菜时不小心把拇指伸到了汤里扣三千里拉 给客人写错菜单也扣三千 举止不够优雅扣三千 餐部没运瓶扣五百 看着桌上的钱越来越少 阿宇的小嘴也读得越来越高 我知道钱可能看上去不多了 但是做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咱们还没有算完呢小阿宇 巴尔虽然精打细算 但他绝对是个有奖有罚的老板 这段时间阿宇除了在餐厅工作 还负责照顾他的儿子大卫 巴尔觉得他做得很不错 又奖励给了阿宇一万八千里拉 阿宇刚要开心起来时 巴尔却又翻开了小本子 给大卫铺床不够平整扣出两千里拉 这个也扣钱呀 照顾大卫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没做好 那我当然要罚款了 除此以外 大卫换下来的衣服 没有当天清洗也扣出四千 眼看奖励的钱又要被扣光了 巴尔却又突然换了副表情 说大卫脾气不好经常欺负阿宇 对于这个他决定补偿他八千里拉 还有上次阿宇机灵地躲过了警察 使巴尔逃过了处罚 以及他认真好学的态度 都让巴尔很欣赏 他给了阿宇一万里拉作为奖励 等他完够之后 桌上的钱已经远比 刚开始的时候多了 拿去吧 这就是你所有的工资 但是记住不要乱花钱 谢谢你巴尔先生 你真是一个慷慨的人 虽然你外表看起来是非常可怕 但内心却是非常善良的金刚 谢谢你巴尔先生 晚安 这领工资的过程跟过山车一样 却给阿宇上了人生第一堂企业管理课 而阿宇回到房间后 依旧按老规矩把钱仔细折好 一起藏到了床腿里 小女孩突然发现一个老人倒在路边 她跑下去一看 老人家浑身酒味 估计是喝醉了摔倒在这里的 阿宇使劲想把她扶起来 这么冷的天 要是老人家在这里睡着 非得冻死不可 可她太小了 根本就拖不动一个喝醉的成年人 她只得回到路边大声呼救 可喊了半天也没人回应 此时身后突然传来教堂的钟声 阿宇赶紧朝着这个方向跑去 怎么了孩子 师父先生您好 路边有个老爷爷躺在地上 他喝了不少酒 要是没人管他的话 他会冻死的 他在什么地方 带我去看看 就在那边 快点 等他买好番茄酱回去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 餐厅的客人也都懂不及走了 巴尔以为他是跑出去偷懒 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 然后气愤地掏出小本本 再次给阿宇开出了罚单 我得扣你的工资 很遗憾 阿宇我对你很失望 非常失望 而阿宇却并没有说出 自己救人的事情 只是一脸委屈地站在那儿 晚上他继续给妈妈 写着寄不出去的信 受了委屈的他更加想家了 这半年多以来 他一直联系不上家人 写这些信也只能是 宣泄一下情绪 那些带孩子来餐馆里吃饭的客人 放学时来接同学的家长 都会让我想起你们 妈妈 哥哥 你们到底在哪儿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你们的消息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回到你们身边啊 第二天阿宇回到餐馆时 里面欢声笑语的好不热闹 昨天被他救起的那个老人正拉着手风起 客人们也开心地击打着节奏 巴尔这才知道自己昨天错怪了阿宇 他真诚地向他道歉 卡乔来我才知道 是你救了他 你可真是一个善良的天使 卡乔也发自内心地向他道谢 可他只是个流浪艺人 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谢礼 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 所以 我就给你唱一段普希尼歌剧吧 图兰多 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刚好 这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呢 你会喜欢的 听着卡尔爷爷的乐声 阿宇心里突然涌起亲人般的瘟子 周万顺再次回到上海时 发现各大商场里到处都是温州鞋 原来林四林发现他跑业务的路子之后 也跟他效仿 很快就有一大批温州鞋场涌进了上海 看似繁华的局面却让他嗅到了危险 他马上找到诸户生 建议他减少产量 你想我们以前之所以会赚钱的是因为我们的款式多 那么这个温州款式又是从温州华侨从国外带进来的 好了 那现在温州所有的鞋场如果都盯上了大上海这块市场了 那这个鞋样就会越来越多涌进来 那麻烦就大了 从前只有他们一家的款式领先 价格都是由他们说了算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家进军上海 以后肯定会出现恶性竞争 到时候价格就会由百货公司说了算 大家的利润也会越来越少 甚至有亏损的风险 可不管他怎么说 诸户生都不愿意放过眼前挣钱的机会 你知道吗 这个月我们厂的销售额是多少 是多少钱 60万 多少 60万 这个数额差点没把周万顺吓晕过去 可竞争危机刚悬上心头 著名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就发生了 周万顺刚下车就听到广播里宣布着代表八大王的通知 而周万顺回到家里时 废品站也已经搬空了 赵冠球也不知所踪 银花说他前几天就把院里的东西都卖了 就连拖拉机都开去卖废铁了 然后就没再回来 现在家里就剩下阿湘和孩子 周万顺正打算去找阿湘问下 一辆警车开进了废品站 几个警察直接走到阿湘面前 问赵冠球的去向 阿湘只说丈夫出门还没回来 不知道去哪了 随后警察从他手里抢过提包 搜出了一大包现金 周万顺和银花都看待了 为了问清这些收入的来源 警察需要把阿湘带回去询问 他只得留着泪把孩子交给樱花 跟着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 看着警车远去 夫妻俩既震惊又害怕 我的妈呀 赵冠球这么有钱哪 我们算投机导板吗 我们算个屁呀 赵冠球走了多长时间了 一大早就走了 周万顺赶紧从包里拿了些钱 然后出去找赵冠球去了 他首先来了火车站门口 可这里早就守着好几个警察 手里还拿着赵冠球的照片 周万顺指的暗暗祈祷老赵已经走掉 谁知刚转身就看到了他 别回头 跟我走 他给赵冠球联系了一艘船 还给船主付了重金要他保密 只管把人送到 其他什么都不多问 大哥 他很不言信 你这说什么呢 你帮了我们一家 我只帮你一个 我还欠你呢 看赵冠球这么沮丧 周万顺安慰他想开启 至少他们那个大房子还在 而且只要阿湘把钱的来源说清楚 上边一定会把钱退还给他们的 可赵冠球这会儿却心灰意冷了 那可是我这几年 去幸福 去早到来挣了许个罕奸 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头 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挣了这么多钱呢 你怎么藏的你 还不是老辈人叫的 怕政策变 感动服 你逼我沉得住气 买了大房子不敢住 挣了钱又不敢花 藏来藏去还是没藏住 早知道这样 真该让阿湘多吃点多喝点 也住不大房子 我后悔呀 随后他叮嘱周万顺也要小心 他知道银花这些日子也赚了不少钱 一定要藏好 千万别步他的后尘 我们那点钱算什么呀 他们点什么酱也点不到我们头上呗 此时传老板来接人来了 赵冠秋走之前告诉周万顺 那辆拖拉机他没有卖 藏在南边的废窑场里 周万顺要是需要随时可以去开 然后转身向他挥手道别 送别赵冠秋 周万顺刚回到公路上就看到几个警察朝这边走来 他赶紧扭头往相反的地方走 周万顺开门一看 是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确认眼前的男人就是周万顺后 警察不由分说的就把他带走了 而警察问是不是他窝藏了赵冠秋时 周万顺连连喊冤 人情是铁 国法是炉 就算赵冠秋他再对我有恩 我也不能拿这个铁往炉里头送啊 我真没看到赵冠秋嘛 在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之下 赵冠秋作为废品大王也在追捕名单之列 下午周万顺冒着风险找了搜船把赵冠秋送走后 又去窑场里把他的拖拉机给开回了家 而妻子告诉他 阿湘也被警察局放回来了 他已经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周万顺这才放下心来 你把人灌求这破拖拉机弄回来干嘛呀 你跟他一块过呀 你说对了 我就是想跟他一块过 你想想看 有一天你进户回来的时候 不过你进多少户 我就开着拖拉机去接我老婆去 多好啊 进屋吃饭吧 饭都在锅里呢 好好好 周万顺嘴里答应着 人却直接躺进了拖拉机 银花诧异地看着他 可他却躺在里面开始发功 像是要把赵冠求的财运 统统吸到自己身上去 晚上夫妻俩从床底 拿出两个铁罐子 里面满满当当全是钱 银行啊 不 银花呀 我做梦都想不到 你看才几天的功夫 我们赚那么多钱 银花看着这些钱也高兴得不行 他和丈夫商量着 等过些日子抓巴大王的风头过去了 就把阿宇从意大利接回来 再回老家去把祖屋也买回来 可周万顺却觉得要先生产后生物 眼前这些钱远不是他的目标 他不想马上就把钱都拿去买房子 我想让这点钱慢慢地长大 让他生出更多的钱 再用更多的钱再去生钱 再生出更多更多的钱 这样一直生下去 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自己的金屋银屋 那还不逼老祖屋要抢百位啊 银花向来是听丈夫的 看丈夫有自己的想法也就不再劝了 可是她还是很担心女儿孤身一人在意大利 不知道她到底过得好不好 咱们先抓生产 像你说的 什么时候生出一个大大的金屋银屋 咱先把阿宇接回来 娘身边的闺女骨头边的肉 我天天想她 我真的太想她了 周万顺哪能不理解妻子的心情 阿宇走的那天一句话都没跟她说 更没看她这个父亲眼 女儿这么恨她 她心里也很难受 可是你想想 如果她现在还待在古树村的山里头 或者是让她现在跟我们俩一天到晚万平 你说那 哪一样比送她到意大利念书强了 阿宇现在只要在意大利好好念几年书 学会那边的语言 那将来她就能留在意大利 成为一个外国商人 比留在老家风光多了 做凭我女儿的聪明劲 将来说不定也是一个什么大王 你知道意大利不抓大王啊 随后她叮嘱妻子 以后不管谁问她赵冠球的去向都说不知道 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银花赶紧拿被子把钱盖了起来 周万顺开门之后 几个警察出现在眼前 她正要问他们有什么事 两个警察就冲进来摁住了她 同志 公安同志 有话好好说 要温度不要武斗啊 周万顺 我们怀疑你 窝藏了赵冠球 把人交出来吗 听到他们来抓人是这个原因 周万顺顿时松了一口气 赶紧说自己不知道赵冠球去哪了 可警察哪会这么轻信她的话 还是压着她要回局里问话 银花哪见过这个阵仗 追喊着要跟丈夫一起去 周万顺这会儿暗自轻信警察没有搜查 不然自己家那两罐子钱也成祸害了 到了警察局 周万顺还是一口咬定 自己不知道赵冠球去了哪里 警察问了半天也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只得把她暂时关押起来 女人担忧地看着关进看守所的丈夫 谁知丈夫却一脸轻松的笑容 看得银花也不得不配合着苦笑了一下 银花 没事 我周万顺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紧接着她一脸兴奋地告诉妻子 这里面管吃管住 比他们在山里种地的日子强多了 早知道有这种地方的话 我早就穿帅了 说什么呢 你说实话呢 说大实话 看妻子还是有些不放心 周万顺再次强调自己说的都是真话 还说就算那些大官也不过就是这个待遇了 自己一个农民能混到这个地 他已经很满足了 而这些都不是让他开心的主要原因 他虽然是被关起来了 但却后悔自己进来晚了 这话怎么说的 我进来之后 认识好多人哪 人家一讲一介绍一比较 我觉得我差远了 我听人家说怎么干怎么干 大挣扎见识啊 这次运动抓进去的全是做生意的 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每天晚上都会有同行分享自己的故事 这让周万顺受益匪浅 尤其是著名的八大王的创业经历 更是让他听得如痴如醉 果然乐观的人在哪都能发现好的一面 当别人还在为关进牢房而垂头丧气时 周万顺已经在计划出去后该怎么办 我想要好三步 第一步 万顺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叫花子取亲穷乐 不是 银花 我跟你讲 我在这里头 真的是受了很多教育 好多启发 她叮嘱银花平常也要多看报纸多听广播 这样才能及时了解时事动态 此时妻子拿出一封信给她 是女儿从意大利寄来的 这孩子聪明 她给老五爷爷写了信 咱们才知道她在哪 现在在干嘛 终于盼来了阿宇的消息 夫妻俩悬着的心都放下来 周万顺看女儿在信上说一切都好 更加喜笑颜开了 可银花却担心女儿是报喜不报忧 她一个人在那边那么远 一个亲戚没有 一个朋友没有 她说是这个 你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吗 你就是会瞎操心 孩子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有知有穿 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不但上了学还赚了钱呢 哪哪都好啊 只要我周万顺的女儿 才这么能干 没给她爸爸丢人 此时周万顺更加庆幸 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虽然狠心把女儿送去了意大利 但总算让她找到了更好的出路 而远在意大利的阿宇 正一脸失落地坐在广场上 听卡乔爷爷拉起 她很奇怪 卡乔爷爷为什么总是这么宽 你看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 丢失了方向 他一定会迷茫 如果有了目标 他就应该变成一个快乐的家伙 可阿宇现在心里全是对家人的私利 他连家人现在在哪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快乐地起来 听到这些 卡乔爷爷心疼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我可怜的小娃娃 自从给村里的老五爷爷去信之后 阿宇每天都准时等着邮差 只要一看到那个骑车的小哥哥 他立马就会飞奔下楼 你好 你好 有我的信吗 哦 非常抱歉 还是没有你的信 也许我们还需要再等几天 好吗 再见 再见 我亲爱的小流浪猫 从头天到尾 你看我自己就像是个柿子 青涩的柿子 只有经历过了风霜才会变天 然后卡乔爷爷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从前他的家庭很富有 就连家里的水龙头都是镀金的 在二战期间 他所有的财富和亲人都被战火剥走 我只有在酒精里 在音乐里 我才能够忘记 战争带给我的 无法承受的 痛苦和空虚 听着这悲凉的故事 阿语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可卡尔爷爷却觉得这不值得哭泣 可怜的小流浪猫啊 眼泪是不值钱的 你得在你的心里 找到财富的力量 然后你才会成为一个大人 卡尔现在一无所有 早就泯灭了曾经的追求和梦想 每天吃什么住什么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 可他不想看到阿语也跟他一样 成为一个被命运打倒的人 你要从一个脆弱的小猫 变成坚强的狮子 明白吗 阿语点点头后深吸了一口气 未来的他一定要活得更加坚强 平常上学前阿语都会先在餐厅帮工 可正当他在跟客人闲聊时 熊大熊二推门而入 悄悄地走到他身后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阿尔赶紧拦在厨房门口 而阿语飞快地从后门跑了出去 这里是厨房 你也有何指教 我听着的 让开 但是我要出去 你不让我让开 走快走 你给我让开 我赶紧说让开 快让开 那您说清楚 我让哪一边呢 随便那一边 在妨碍工物 巴尔可但不起妨碍工物的罪名 只能乖乖地让到了一边 而此时胡文玥也举起餐盘 打了一波掩护 等熊大熊二追出去 阿语早就跑得没影了 两人赶紧出来开车追赶 眼看阿语就要到学校门口了 两只熊又拦在了面前 他只得转身往回跑 还好他体型上有绝对优势 灵巧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很快就把熊二的体力耗光了 阿语走一段跑一段地 跟熊二保持着安全距离 让他看得见又抓不着 谁知下一秒熊大就出现在了前面 跟熊二一起前后包围了他 正当两人以为手到擒来的时候 阿语一个变相 轻松骗过熊大 随后他开足马力朝学校跑去 经过这一折腾 他不出意外地迟到了 今天的课堂与平常不同 市长先生也来旁听了 他刚坐下 一位小男孩就对他进行了采访 市长先生 我爸爸说您是一个大笨蛋 选您当市长实在是太蠢了 您怎么看呢 市长并没有生气 起身礼貌又认真地回答他 我们一起在这个课堂上 学习同样的知识 只要肯学习就不会成为笨蛋 所谓笨蛋说的是那些 不肯学习懒惰 和不知进取的人 随后老师抛出了一个话题 让大家都个书几件地 形容一下普拉托这座城市 同学们都很踊跃 但说的不是吃的就是玩的 压根没有深度 这让老师在市长面前很没面子 此时阿宇也举起了小手 老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让他也说几句 普拉托是我新的故乡 天和地是自然的画矿 普拉托这座古城 就是这矿中最美 最令人陶醉的一幅油画 心地善良的普拉托人 勤奋 节俭 幽默和乐于助人的美德 让我这个异乡人的心灵 没有了不安 在这个城市的浇灌下 终于有了安宁的感觉 这颗不在悬着的心 他在向下坠 一直向下坠 他是在寻找着普拉托的土壤 要在那里扎下根 发出感激的嫩芽 将来结出回馈这一片慷慨土地 和仁慈市民的感激果实 市长和老师都听呆了 他的这番话词会优美感人肺腑 老师激动地抱住了他 市长也上前向他道谢 为普拉托有他这样的孩子而自豪 熊大和熊二一直守在学校门口 看到阿宇终于放学 熊二马上就要冲上去抓人 却被熊大一把拉住 此时阿宇正跟市长在一起 看起来还很亲密的样子 这让熊大觉得 不能再随便抓这个孩子了 现在谁还敢抓他 上车吧笨蛋 小男孩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手紧紧捂着脖子 不仅说不出话还直翻白眼 这副样子把阿宇吓坏了 他想扶他起来 可大卫实在是太重了 此时巴尔和胡文月 偏偏又都不在家 眼看大卫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阿宇只好拽着地毯 把他往楼下拖 一不小心两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阿宇艰难地爬起身 打去了电话 等巴尔和胡文月赶来时 大卫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叫他一定要感谢阿宇 要不是他及时给急救中心打电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大卫吃过饭直接就上床睡觉 而且是趴着睡的 由于腹部脂肪过多 慢慢地把胃顶到了上面 那些还没消化完的食物 跑到了气管里 这才导致大卫渐渐被窒息 幸运的是那个小姑娘 背不动沉重的大卫 所以就用地毯 把他颠簸着脱下了楼梯 这样大卫就把堵塞的食物 都吐出来了 所以他才能正常呼吸 感谢 感谢上帝把这个小姑娘 送到我身边了 巴尔听完吓出了一身冷汗 同时心里也更加感恩阿宇 两人来到病房时 大卫睡得很香 阿宇也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 为了感谢阿宇对儿子的救命之恩 巴尔给他拿来厚厚的一包钱 可阿宇却怎么都不肯收 要是我出这种事 你和大卫也会救我的 虽然我现在很需要钱 但我不能因为这事 接受你的钱 阿宇 这是给你的奖励是你应得的 不 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赚钱 自从被阿宇救了一命 大卫再也不捉弄他 而且对他言听计从 不仅每天跟着阿宇一起 跑步锻炼身体 还乖乖地按他的吩咐减少饭量 阿宇手里有一个魔法棒 还能让大象跳舞 阿宇每天帮胡文月打下手时 都会认真看他做菜的步骤 胡文月问他是不是 以后也想做个厨师 谁知阿宇小小年纪 却有大大的梦想 我想当老板 当老板 我这么一个大男人 干了那么多年 都不敢当老板 你一个小姑娘 就想当老板 真会开玩笑 我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想当老板 嗯 说来听听 我要先学会做菜 等我有了钱 我要开一家 比这儿还要大的餐馆 看着他绘声绘色地 描绘自己的理想 胡文月觉得自己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胡叔叔疼得厉害 得赶紧去医院 可他去了医院 谁在这里做菜 客人怎么办 可他这样也没法做菜啊 胡叔叔 看胡文月疼得脸色都变了 巴尔只得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 而餐厅里就只剩下了阿宇一个人 为了不让顾客流失 阿宇尝试着做起菜来 这些日子他一直学习 胡文月做菜的方法 晚上睡前自己还认真研习菜 这会儿操作起来也有模有样的 等巴尔回来时 惊喜地发现店里的客人 竟然变得更多了 阿宇 阿宇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是啊 我还忙着呢 听说今天的菜都是阿宇做的 巴尔心里忐忑不安 他强作镇定地走到顾客身边 问他们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 好吃 味道很不错 真的吗 怎么 你是换厨师了吗 没有 真的没有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要恭喜你 他进步了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的餐厅一定会登上 米其林美食指南 太好了 谢谢 等到送走最后一桌客人 巴尔立马叫住了 正在当活的阿宇 兴奋地告诉他 今天的营业额比平时要多出许多 而且客人们对菜品的评价也非常高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 你简直神啊 你懂得比魔鬼还要多 不过你在哪儿学的做饭呢 在梦里学的 还是上帝教的 不 不是 是胡叔叔教给我的 可巴尔根本就不相信是胡文月教的 要是他真跟胡文月学的 怎么可能比他做的还好吃 但阿宇却告诉他 自己七岁时就已经学会做饭了 你从那么小就开始做饭了吗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 为了能吃饱饭 一家人都要去种地 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家 我小时候个子很矮 要踩着小板凳 够着锅才能炒菜 我十岁的时候就做饭招待客人了 小东西 看你这瘦弱的肩膀 他们怎么让你看这么多活啊 天哪 我的小鹿 你吃了多少苦啊 此时胡文月从医院打完针回来了 看到他们在聊天 他一时兴起站在门口偷听起来 而巴尔今天见识到阿宇的厨艺后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辞掉胡文月 他做的所有菜都是一个味儿 我想让你顶替胡文月做我的大猪 不不不 这可不行 我绝对不能因为我的行为 去伤害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不管巴尔怎么说 阿宇都坚决不同意 哪怕他提出付两倍的工资也不肯 这不是钱的问题 小时候妈妈说要知恩图报 我即使不能现在报答胡叔叔 也不能害他丢了工作 如果您一定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只有马上离开餐厅 阿宇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巴尔也不好再勉强 但还是决定给阿宇涨工资 还拿出一本意大利著名诗人的诗集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你要好好学习 有一天你也能写出和他一样好的诗 谢谢巴尔先生 此时胡文月也开门进来了 对刚才偷听到的内容他只字不停 只是感激地看了他阿宇 而胡文月自己也很奇怪 为什么阿宇跟他一样的做法 做出来的菜却比他做的好吃 阿宇 你快点把秘密告诉我吧 不然你胡叔叔很快就要失业了 胡叔叔 不是我对你保密 我做的香菇 根本就没有按菜谱上的做 阿宇居然不按菜谱做菜 这完全颠覆了胡文月的认知 那本菜谱的作者可是意大利公认的名处 还经营着一家米其林三星级的餐厅 此时胡文月更加好奇阿宇的诀窍 胡叔叔 你做香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啊 橄榄油 意大利菜是地中海菜系 当然是用橄榄油了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 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 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 这样做出来的菜 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厉害啊 小女孩背着书包去上学 却突然看到一个跟她拥有同样肤色和发色的女孩 两个人都停下了脚步 转身看着对方 阿宇尝试着用家乡话跟她打招呼 早上好 早上好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温州来的 对 我和你一样 我也是从中国温州来的 好不容易在异国遇到同乡 红衣服的小女孩却突然哭了起来 我不想来意大利打工 我爸爸逼着我来 在这里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 很累 还吃不饱 我想回家 但是我爸爸不让我回去 说回去了他就打我 我真的想回家 她的这番话也让阿宇想起了自己的经历 两位父亲的做法如出一辙 你叫什么名字 林一琪 我叫周阿宇 结识了新朋友的阿宇开开心心地回了家 而巴尔却给他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惊喜 刚才邮差送来了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 是谁寄来的 我可不知道 我不认识方方正正的中国字 包裹在哪 我已经放在你房间了 阿宇以最快速度跑上了楼 拆开包裹后 里面是一件红色的毛衣和一封信 爸爸在信里告诉他 一家人现在都发展得很好 他在卖皮鞋妈妈在卖领扣 就连哥哥也在东北做起了眼睛声音 然后他问阿宇现在每天能赚多少钱 却吃自媒体想念他的话 别忘了你走的时候我跟你说的 书得好份读 但是最重要的是赚钱 当老板赚大钱 做个成功的意大利商人 你要是干好了 我和你妈攒点钱 就去意大利看你 但是你要干不好 就一辈子别回来了 扔掉了爸爸的气 阿宇想起还有一件毛衣 这一定是妈妈买给他的 说不定里面有妈妈的信 果然 毛衣里面放着一盘磁带 阿宇到大卫房间借了一台录音机 回到阁楼后把磁带放了进去 不一会儿录音机里就传来了妈妈温柔的声音 阿宇 阿宇 你也不吵吗 妈妈想你 这天都很想你 妈妈 我说你走了 妈妈就没什么一个好家 夜里长所噩梦 梦见你吃不好穿过暖给人家干活还受气 你你就一个人偷偷了 妈妈 你放心 等我挣到了钱 他们再也不分开了 你发心太狠了 你才那么小 就让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阿宇 你这样子 他也是你亲爸爸 哪有爸爸不为女儿好的 想让你有出息 你就别再怪他了 阿宇 我妈给你买了一件红毛 我妈不知道你长高了 我和我生死 这些红毛 我和我好多变 你真的想想 这些妈妈能够着你 看到大卫进来 阿宇赶紧擦掉脸上的眼泪 看他这么难过 大卫赶紧仔细回忆了一下 可今天自己并没有欺负他 让我想想 肯定是我爸爸那家伙 你个大坏蛋 要不你现在教给我几招中国功夫 我替你去教训他 阿宇赶紧解释自己没被谁欺负 是终于联系上了妈妈 刚才听到妈妈的声音后 才忍不住哭了 大卫安慰他不要难过 最起码他还有妈妈 而大卫的妈妈却已经永远离开了他 有妈妈怎么样 幸福吗 有妈妈当然好了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亲 最爱 最疼我的人 你爸爸不是吗 我爸爸对我非常不好 我非常恨他 是他让我没法回家 见不到妈妈和哥哥 他不是我爸爸 小女孩心情沉重地走进教堂 而当她看到神父的那一瞬间 眼泪就再也绷不住 大家也要走了 今天阿宇就满14岁了 可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 没有人会记得他的生日 他和往常一样下楼干活 麻利的洗碗 给就餐的客人们上菜 忙完后他来到了广场 想从卡乔爷爷的情声中 找到一点快乐 可却越听越难过 忽然卡乔爷爷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阿宇的眼泪更加控制不住 卡乔爷爷温柔地看着他 跟他说了声生日快乐 卡乔爷爷 你怎么会记得我的生日 卡乔爷爷说上次阿宇跟他提过 然后他就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 而为了防止酒后误事 他今天一滴酒都没喝 今天普拉多城里最熏熏的国王 摘下了他的王冠 37年来他第一次一整天都没有喝酒 因为他又喝多了的话 就记不住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今天小阿宇 这个广场就是你的城堡 谢谢你卡乔爷爷 谢谢你能记住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随后他演奏起欢快的舞曲 带着小阿宇一起跳舞 阿宇也度过了到意大利以来 最快乐的一天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阿宇每天上学时 都会热情地跟卡乔爷爷打招呼 偶尔还会陪着他一起到处卖场 转眼圣诞节到了 阿宇拿着礼物来到广场 却怎么也找不到卡乔爷爷的身影 他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急忙跑到卡乔爷爷的住处 爷爷正安静地坐在堂椅上 听到他的声音后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 有气无力地告诉阿宇 他刚刚才跟上帝祈祷 希望能见到阿宇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眼前了 阿乔爷爷 你变得这么厉害 怎么不去院啊 没有必要了 我接到上帝的指引 我不能让他 等得太久 太久了 我想快点到天堂去 和我的家人去穿去 这些年卡乔无时无刻 不再想念自己的家人 此时他倒是更希望自己能早一点 去天堂见到他们 他叮嘱阿宇一定要快乐地活下去 不要为他而伤心 就算落泪也应该是欢乐的眼泪 阿宇摸了一下卡乔爷爷的手 跟冰块一样了 他急忙拿了块毯子给他盖上 可这些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卡乔爷爷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的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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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宇 阿宇强忍着悲痛来到教堂 告诉神父卡乔爷爷去世的事情 在神父和众人的祷告下 卡乔爷爷入土为安 阿宇也一瞬间成长了很多 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卡乔爷爷曾给予他的温暖和教导 将会是他永恒的财富 一个大叔走进商场 非要给卖鞋的小姐姐送一双鞋 可小姐姐也不是傻子 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 果然周万顺也明说自己并不是白送 要小姐姐帮他办件小事 你只要穿上我的鞋 有人问你 你就说 这鞋啊 是温州万顺丰鞋厂产的 在这楼里有柜台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呢 你要不要试试 听到交换条件这么简单 小姐姐艰难地犹豫了一秒钟 随后拿过鞋穿在了脚上 确实是又舒适又好看 穿上就舍不得脱下来了 看小姐姐这么满意 周万顺赶紧跟他打听商场 有多少个售货员 这一层大概三十几个吧 行 知道了 谢谢 哦 再请问你 那经理的脚有多大 这里好像是四十二 别好象啊 给我个准数 就是四十二 他的鞋全在我们这买的呢 行了 没问题了 谢谢 于是这层楼的每个售货员 都拿到了一双万顺丰鞋厂的皮鞋 周万顺一边送鞋一边叮嘱他们 一定要记得帮他打广告 打点完售货小姐姐 周万顺又抱着一双四十二码的男鞋 来到了经理办公室 您好 我是温州万顺丰鞋厂的厂长 我姓周 想要在你们店里面租个柜台 卖我们的鞋 随后他拿出鞋子给经理 让他穿上试试 经理穿上一看 居然刚好合脚 而且样式也很不错 他提出要看看周万顺厂里的其他款式 谁知周万顺却直接把他带到了商场 周厂长 你不是带我看你们厂的鞋 鞋在哪呢 您没看到吗 你的售货员有的变高了 有的变精神了 鞋全穿在他们脚上呢 经理仔细一看 自己商场的售货员 全成了万顺丰鞋厂的活广告 此时他不得不佩服周万顺有头脑 柜台就这样顺利签了下来 由于价格便宜一样是好看 很快就吸引了很多顾客 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柜台前 从前把周万顺追得满街跑的工商管理人员 也买些来了 但现在的周万顺已经从摆地摊升级成了租柜台 生意比从前红火多了 生意这么好 为什么不多顾几个人 本来是想多顾几个的 怕多顾几个就成了剥削了 瞧你这回说话 男人说自己过几天要去吃个喜酒 想买双心血撑场面 周万顺利马说要送他一双 可男人还是跟当年一样不肯接受 不能破坏了规矩 这么多年了 规矩都没变吗 周万顺把柜台里最好的鞋拿了出来 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这个老朋友 男人诧异地看着门前的对联 崭新的红纸新鲜的字迹 而这字迹正是自己儿子卖狗的 一定是儿子回来过年来了 可等他满心欢喜地冲进屋时 屋里却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桌上摆满的团年的韭菜 却只放了两副碗筷 不一会儿妻子回家了 说那副对联是他让儿子写了从东北寄回来的 儿子女儿都不在身边 夫妻俩只能冷冷清清地吃着团年饭 突然周万顺说他准备了一道大菜给妻子 只见他把包拎进卧室 过了一会儿却端了个大盘子出来 这什么呀 老婆 请打开品尝品尝 银花揭开不一看 竟然是满满的一大盘钱 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红盒子 盒子里面是一枚金灿灿的戒指 你个老财民 这得花多少钱呢 正宗上海老凤翔足金 这是我周万顺这辈子买的第一个金戒指 银花我还欠你是一个 你才六十呢 你带的合不合适 银花激动地把她带到手上 她怎么都想不到 丈夫连房子都舍不得买 居然会给自己买个金戒指 我买金买银是具材呀 四眼他们俩买摩托车 那叫糟财 而银花也拿出了一套西装和一个眼镜 说衣服是阿宇从意大利寄回来的 眼睛是儿子专门给他定做的 那这么说 两个孩子不生我的气了 孩子们肯原谅他了 对周万顺来说比什么都高兴 当晚就穿上新衣服 跟着四眼他们满城转 还当着他们不停地炫耀 身上的衣服和眼镜 可四眼看了一会儿却发现了个问题 made in China 什么意思 中国制造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大利的 还有 还有 厂长 那个眼镜上那个商标 你看 跟这 这 这个商标是一样的 这个呀 不是儿子的孝心 是嫂子的 哎 看堂离头对自己满脸的无可救药 四眼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 而周万顺心里也瞬间量了一大截 万顺丰鞋场的市场越做越大 刚开年四个月业绩就超过了去年全年 四眼正一脸憧憬地看着企业版图时 几个公安找上了门 喂 厂长吗 四眼 有事吗 快快快 那个厂长 厂里出事了 咱们那个账本被公安局给扣了 周万顺立马赶回了温州 公安也客气地说请他回去配合调查 周万顺开场以来一直遵纪守法 心安理得地跟着他们回了局子 谁知公安却说怀疑他涉嫌贪污 贪污 周万顺一脸的震惊 那个钱是厂里自食其力赚来的 当然是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怎么就扯上贪污了 可科长却拿出了他们的营业执照 上面的企业兴致明明白白地写着集体 一个集体企业的法人代表 拿了集体的钱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贪污 是什么 这番话把周万顺给说懵了 办厂的钱是他们自己掏的 没有问国家拿过一分 那厂里的利润落完税交完管理费以后 剩下的当然就是股东们自己的钱了 那你有没有听过自己分自己的钱 还叫贪污的 这钱就是我自己左口袋的钱 拿到右口袋来了 你这都叫贪污的 这话就说的有点没天理了 是不是 可是你的营业执照上 明明白白白白纸黑字写的是 集体企业 这集体是你一个人的还是国家的 国家的 集体的就是国家的 那这集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 你拿集体的钱那就是贪污 现在国家不允许私人经营企业 集体企业就是公家的 公家的钱 那就是国家的钱 你拿了国家的钱 那就是明目张展的违法 你懂不懂 去年年中 厂里三个股东美元分了几万块红利 谁知没多久公安就找上了门 说周万顺贪污国家财产 厂里的营业执照上经营性质是集体 所以厂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于国家的 他私自做主把这些钱给分了 这种行为就是贪污 但周万顺也觉得自己很冤枉 正是因为办不了个人企业 他才不得不挂靠到集体上的 可法律是不讲情练的 公安还是严格的依法扣留了他 四眼和堂里头也心急火燎的到处借钱 只有早点把所谓的赃款上交后 周万顺才能出来 我找林思琳借的钱 差不多齐了 他说我们把这些钱当做夜晚往来 通过厂里的账户转给他 这样公安局就不会说我们拿机体的钱去还赃款了 那不会再出事吧 不会 林思琳说温州的大多数企业都干我们一个性质 可都没说过我们这样的怪事 那奇怪了 他们不分红 分的不比我们少 可是大多数人都拿五号帮门的发票去抵账 林思琳就把他买房子的钱放在厂里去报销了 所以说我们的摩托车不能算走 看来还是咱们太老实了 两个人立马拎着钱去公安局接人 此时周万顺已经被关整整两天了 谁知周万顺一看到他们 根本就不给他们说话的敬意 更别提认罪了 思琳 厂里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就是了 厂外的那一摊 堂里头你来接手 这生意不能耽搁了 今年年底我们还得多分钱呢 那个大嫂回来帮我转告一下 你们告诉他 周万顺绝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不能讲理的地方就行了 银花听说丈夫这么绝 气得头上都快冒烟了 可四眼也很无奈 当时周万顺根本不让他们开口说话 也拒不在认罪书上签字 他不签字他们就没法办理取保候审 而且现在案子还没宣判 银花想去劝劝丈夫都没法跟他见面 三个人只能坐着干着急 周万顺 在起诉状副本宋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抵较答辩状 如果在该期限内你拒绝抵较答辩状的话 并不影响案件的开庭审理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我不管服气不服气 你们这出戏照样是开罗唱戏 那么请你在这里签个字 判决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周万顺因私分集体财产 被判贪污国家财产罪 处刑七八年 这个是判得有点重啊这个事 不过幸运的是 一年多以后国家就颁布了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此时银花已经买了一所小院子 而周万顺也顺利平反回了家 四眼和唐离头都来为他接风洗尘 几个人刚坐下 周万顺就问起了邪厂的近况 可唐离头和四眼却一脸的忧愁 说外地的几个柜台 已经几个月都没开张了 生意很不景气 再这样下去厂子就要破产了 可周万顺对自己厂里生产的鞋 是很有信心的 他怎么都不相信 他们的鞋会卖不出去 决定自己亲自去杭州看一看 谁知刚到杭州 又遇到工商管理部门的人 找上了门 说顾客投诉他们鞋子的质量不好 我们是跟客人都承诺过了 就是这鞋要是有问题的话呢 一周包退 一个月包换的 周长长 根据市工商局的指示 你的这些鞋 全部封存 全部啊 不是 他凭什么封存我的鞋 我的鞋都是好鞋啊 好鞋坏鞋老百姓说了算 我的鞋便宜啊 我四双鞋都顶不上 他们一双原来的价钱啊 周长长 请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封存了 周万顺不敢阻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把鞋子全部收走 要是这些鞋子拿不回来 那厂里的损失就太巨大 今天上午十点 在杭州市武林门广场 销毁了由当地下城群工商部门查出的 五千多双假冒伟业的温州皮鞋 杭州商场里的鞋因为质量问题 被全部没收销毁 唐里头急得尿都快出来了 周万顺心里也翻江倒海一般 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这种时候光着急是没用的 他看了一眼厂里正在忙碌的工人 决定改变生产方向 人家杭州人烧我们的鞋 是因为我们的鞋的质量不够硬 也没错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以前我们抓的是成本 抓的是鞋样 人家不要 那我们就把思路倒过来 你要质量 好 我给你质量 我把质量摆到第一去 我看你还怎么说 厂里的设备不比别人差 工人技术也过硬 只要换上好材料 一样能做出高质量的鞋来 三个人一致通过之后 周万顺立马再次赶往杭州 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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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鞋 头层皮做的好皮鞋 质量绝对保证 可不管他怎么吆喝 就是没人多看一眼 不仅如此 就连售货员也提出要辞职不干了 干嘛呀 我又没欠你们工资 不是工资的事 是 是我家里人 不同意我跟着温州人打工了 而此时商场经理也来通知他 这个柜台马上就到期 商场决定以后不再租给他了 可周万顺却依然不服输 既然杭州市场容不下温州鞋 那他就去离水看看 长长 你就不要再折腾了 要 要折腾 要折腾啊 人活着就是折腾 离水商场的经理 对鞋子的质量和款式非常满意 但一听说是温州工厂生产了 马上就把鞋还给了他 你刚才还说我的鞋子质量不错吗 实话告诉你吧 现在整个市场呀 温州的牌子已经臭了 质量再好 我也不会要的 周万顺碰了一鼻子灰 走出商场后本想再到别家看看 谁知到处挂着坚决不卖温州鞋的标语 这让他彻底断了在离水发展的心思 只得心灰意冷地回到温州 可迎接他的却是一群罢工讨薪的工人 他把这次出去跑业务的情况 给四眼和唐离头说了一遍 现在温州鞋已经彻底臭 不管你质量再好都没人要 买温州鞋就好像是卖苍蝇一样 门口是还挂着本店绝无温州货这种牌子 眼看场子已经没有希望了 唐离头立马打起了退堂 他也想退捕不办了 而他的决定也浇灭了周万顺最后一丝热情 原本还想大家抱团再想想别的办法 可现在人心都已经散了 他也没心思再干下去了 人能同甘 不能共苦 你这是一把刀扎在我心窝子了 是食物者为俊杰啊 那好 我也不拦你 我劝你们也别干了 这工厂现在赚不起来了 再干就都赔进去了 四眼儿 给唐离头结账吧 四眼儿 那工人工资先开好了 没有钱的话 拿鞋底 工人们一人领了几双鞋回家 而厂里的钱也差不多发光了 还剩下两千多现金 三个人正打算把这些钱分完散伙时 房东找上了门 厂里还欠他房租一万八千块 周万顺指的让房东再等几天 等他把设备卖了就付房租给他 你拉倒吧你 现在温州鞋都臭了 谁还要你去做鞋的设备 那你要不信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你把我人民拿走好了 我人民还不值那么多钱呢 就这话了 而正如房东所说 现在温州的鞋厂都半死不活的状态 根本没人收购他的设备 这下连一项沉得住气的四眼都记破 这回咱们真的倾家当产了 四眼四眼 别哭 四眼不要哭 你放心 放心四眼 钱的问题 让我来想办法 几个聪明的温州女孩 把服装厂丢掉的边角料捡来再次利用 加工成漂亮的餐巾到处推销 每条只卖五百里拉 可没想到刚开单就做了一笔大声音 不错 我要十条 小姐 您家一年最少换四次餐鞋吧 十条会不会太少了 这么好这么便宜的餐鞋 下回不一定有了 那好吧 我多要的 我要五十条吧 第一单就卖了好几万 小姑娘们开心得不得了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阿宇和林玉琪 就能实现梦想开家餐馆了 可他们的行为 却引来了当地商业巨头塞萨尔的不满 听说周阿宇 他们做餐巾的布料 都是你工厂生掉的 是啊 都是些废料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好像他们做了一万条的 要是都卖了 可是一笔不小的父母 这个阿宇太可怕了 走着瞧吧 他们很快就会从布拉图消失了 很快阿宇他们就再也捡不到废料 塞萨尔把厂里的废弃布料 都收了起来 与此同时警察也找上了门 这群女孩除了阿宇 其他的都没有合法身份 一旦被抓住 就会马上遣送回谷 阿宇赶紧叫他们都从后门走 还拿出身份证明 想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可警察还是在窗口发现了他们 阿宇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好朋友被送走 送走淋浴气后 阿宇拿出多年藏在床腿里的钱 然后去跟巴尔辞行 这些年的相处下来 巴尔带他早就像亲人一样 得知阿宇要走 巴尔提出给他涨两倍的工资 可阿宇趋意一决 他想去法国闯一闯 你到底为什么要走啊 是不是我 或者大卫做错了什么事 说错了什么话 你告诉我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好找出问题 我可以改 没有巴尔先生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不满 相反 我很感激您的 因为 每次我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 都是 您收留我救我 所以我才能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 但是我想赚大钱 我不想总是给别人打工 因为 我赚了钱 我就可以回国 去见我妈妈还有我哥哥 我想让我家里人 过上好日子 巴尔这才知道 阿宇有这么大的野心 看来普拉托确实是留不住他 虽然心里很不舍 但他也只能祝福阿宇 有人说做生意要记住一句话 两个法国人不如一个犹太人 我看两个犹太人 也不如一个阿宇 你真的很棒 你会闯出一片天的 要是 你那天路过这个地方 别忘了 来看看我们 第二天一早 阿宇提着简单的行李 离开了这个他生活多年的小餐馆 踏出门以后 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心情也从不舍 渐渐变成满心期待 农村妇女通过多年的打拼密席 成为企业老板 现在苏州的红旗扭扣厂 已经被银花承包下来 而从前的厂长在他手底下工作 负责管理厂里内务工作 银花给从厂长交代完工作后 打算出去跑跑市场 这次我不光到温州桥同扭扣市场 我还得到上海杭州去看看 把咱们产品推销出去 完了再摸摸市场的反应 厂子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他前脚刚走丈夫就找到厂里来了 周万顺的鞋厂破厂后 还欠房东一万多的房租 他只得来找妻子拿钱周转一下 而门卫却拦着不让他进去 说厂长出差了不在厂里 那我进去看看这厂的规模怎么样 未来前途如何 不行 为什么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还别说 你这人还挺称职的 我倒是可以跟银花说说 他管理的还不错 少啰嗦 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我是你厂长的男人 不像 那这样像不像 从厂长也是第一次见到周万顺 他带着周万顺到厂里参观了一圈 还满口夸赞银花很会做生意 现在厂里的业绩比从前多了好几倍 周万顺看着厂里干得热火朝天的工人 打心底对妻子刮目相看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 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 你说什么 我说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纽扣 还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啊 别看扣子小 赚钱不少啊 一个女人 我们家不能指望她 我还是得靠我 那是 杭州消息事件动静不小 从厂长也听说了 他关切地问周万顺受到影响没 影响 多少有一点吧 但是我这人就是不怕影响 我怕困难 你越困难 我就劲儿越足 早晚有一天我把他翻过来 我爸爸有先见之明 给我取的名字好 万顺 你们两口啊 这行 那是那是 大事还是得我帮他把着点 不能让他歪了 当着外人的面 周万顺怎么都不能丢了当家男人的面子 根本不好意思开口借钱 他找从厂长要了妻子的联系电话 给他打了过去 丈夫突然从温州跑到自己厂里去 银花立马意识到他多半是出了什么事 可周万顺那该死的自尊心又突然冒了出来 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 看看你经营的怎么样 随后他告诉妻子自己要去东北看儿子 这让妻子更加觉得他反常了 你告诉我实话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突然去 我没事 我就是最近主要的工作 我就是视察 我先视察视察你 你基本上还不错 需要再接再厉 然后我去视察视察我儿子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 我还想去视察视察阿宇呢 听他这样说 银花叫他干脆等自己几天 夫妻俩一起去看儿子 可周万顺本来就是想去儿子那偷偷借点钱 哪肯让他跟着 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 叫他在家里顾好生意就行 挂断电话后 银花立马给儿子打过去 叫他到时候去火车站接一下父亲 这些年儿子一直对父亲留意见 银花特意嘱咐他千万不要跟父亲吵起来 你放心妈妈 我都多大了 我能跟他吵架 乖儿子 那就这样 我拿人家电话打的 我先挂了 回头给你打电话 好 哎 哎 一个女人走进商场 直奔卖扣子的柜台 看着柜台里种类繁多的扣子 她却摇摇头说品种太少了 我们这是杭州纽扣王 那商店里面缺货少货 都是从我们这拿的 银花也不多说 直接拿出了一小包扣子倒在柜台上 谁知售货员却看呆了 这些扣子的款式是她从来都没见过的 这你从国外拿回来的吧 不是 我们厂自己生产的呀 一旁的组长看到这些扣子之后 赶紧把商场经理给叫了过来 而银花也当着经理的面 拿出了一大卷样品铺在柜台上 上面有成百上千种扣子的款式 不仅样式新领质量也很不错 喂 从厂长吗 我是银花 谢谢 谢谢 你终于来电话了 我跟你说 你先听我说 你现在呀 马上准备一辆五吨的卡车 给我送货 对吧 口子 你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啊 少点吧 一定要五吨的 越快越好 小娃 你找三个厂里的小姑娘 要熟悉业务的 能代表温州形象的 让他们到杭州来当售货员 好 我马上还在 那 那老周走了吗 啊 万顺兄弟啊 坐今天早上的火车已经走了 此时的周万顺带着十多双鞋 正坐在去东北的火车上 打算去找儿子借钱付厂房的租金 他刚坐下就被两个唱二人转的给吸引了 两个人有说有唱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边两个人唱着 另外就有人拿着帽子讨赏钱 周万顺也从兜里掏出零钱递给他们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之后 突然有人用力拍打车窗 周万顺一看 正是先前叉二人转那几个人 举着皮鞋跟他打招呼 他也热情地回应着 可接下来出现更多的人举着鞋给他看 周万顺利马意识到不对劲 他上前仔细一看 那些人手里拿的全是他的鞋 而他在查看自己的行李包时 里面早就空了 我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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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此时车门已经关闭 火车也已经启动 常理仅剩的鞋也被偷光了 周万顺索性买了一瓶白酒 等火车到站时他已经醉得迷迷登登 靠着栏杆就睡着了 眼看他再睡下去就要被冻死 一辆摩托车驶进了车站 骑车的男人停下来看着他 眼神又陌生又心疼 火车站一群焦头烂额的男人 吸引了周万顺的注意 原来他们也在火车上被小偷光过了 身上一分钱都不剩 现在连家都回不了了 周万顺鞋场刚倒闭 这回是专程来找儿子借钱还房租的 尽管自己碗里的稀饭都还没吹凉 他还是忍不住上前多问了几句 周万顺看他们一共六个人 就掏了六百块出来给他们 这些钱应该够他们回家的车票 几个男人怎么都没想到会遇到救星 说什么都要他留个地址 等他们到家后好把钱还给他 男人拿过地址后递了张明天给他 周万顺接过来一看 对方竟然是地质勘探局的主任 跟他们道别后 周万顺提上包继续去赶车 几个男人在后面不停地道歇 等他回到温州 四眼已经被打进了医院 周万顺气得不行 恨不得不给房东给钱了 不可不可 那个咱们除了破掉这个入院费 该还得不得 看四眼替自己受了这么多苦 周万顺决定怎么也要带着他发财才行 他让四眼好好养伤 等他找到伤计了就带上他大干一场 而等他回到家里时 银花也告诉他打算出趟原文 现在国内的扣子样式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 他想去博外考察一下 人家都说法国是时尚之都 说那儿的服装业全世界最发达了 我去法国正好还看看阿宇呢 银花叫丈夫也跟他一起去法国看女 周万顺虽然嘴上推托着说怕花钱 其实心里也很想去看看阿宇 银花看他犹豫不定 直接就帮他拿了主意 琢磨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啊 我去把那些事都办了 你别管了 你先歇着吧啊 周万顺来到医院接四眼出院 谁知一出门就被几个人拦住了 他心情忐忑地跟着上了车 到了地方才知道是朱护生在找他 这位从前国营鞋场的厂长 几年前也下海了 现在成了大老板 这次来找周万顺就是想跟他谈合作的 和朱护生聊完之后 周万顺回家直奔楼上收拾行李 然后告诉妻子他不能去法国了 为什么 不是说好的吗 因为找到大商机了 什么商机 再大的商机也不能耽误去看女儿啊 这个商机不得了 如果我抓不住的话 很可能就让别人拿走了 所以一天都不能耽搁 你说看女儿吧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都行嘛 万顺 万顺 你给我站住万顺 我得走了盈花 你就按照计划进行 告诉阿宇我想她 丈夫头也不回地离开 银花失落地看着买给女儿的衣服 这回阿宇见不到父亲 只怕会更恨她 女人独自坐在巴黎机场的等候室 周围人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 只能原地等着女儿来接她 一个女孩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在出口不停地张望 银花看着她的身影 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 可是跟当年的阿宇又太不相像了 毕竟女儿离开家的时候才13岁 还只是个小姑娘 此时女孩转身看到了她 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 直接走上了前 终于见到了日丝夜响的妈妈 阿宇的眼泪一直停不下来 而银花也时不时 把头扭到一边偷抹眼泪 过了许久 母女俩才找了话题开始交流 阿宇问了哥哥和妈妈的近况 银花也都仔细地告诉她 看到女儿现在过得很好 银花也终于算是放心了 可是一路聊下来 女儿就是没提过父亲 银花问她是不是还记恨着她 知道她也是为我好 想让我有个好前面 但我就是觉得吧 这老头心太狠 其实你爸就是这张臭嘴厉 他心里可想你 虽然妈妈不容易来一次 但阿宇今天的工作还是得做完 于是先带着妈妈一起去送付 看女儿一个人一箱又一箱地搬呼 银花赶紧下车帮忙 不能 干这会儿 得有卫生检一让 没经过身体检查 不让碰食品 没事你去车上坐着 没事 下班后阿宇带着妈妈回家 经过一段又窄又抖的楼梯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间 不足视频里的小屋子 银花心疼地拉起女儿的手 阿宇 这些年吃苦了 可阿宇却满不在乎地安慰妈妈 这里可是巴黎 她能有这样一个小屋已经很不错了 夜里阿宇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 怎么都舍不得睡着 生怕时间过得太快 第二天一早阿宇出去上学后 银花也端着相机到处逛 看到别人扣子好看就立马拍下来 可她却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在法国是违法的 侵犯了别人的隐私 不止拍路人 她还来到服装店外拍照 店主出来赶她走 可语言不通的两个人半天都没说清楚 还好一个中国姑娘路过帮她解了位 让我跟她说吧 你能跟她解释吗 放心吧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请她别再拍 她绝对不会再拍了 阿 阿姨 您是从国内来的吧 中国人 是 我昨天刚来的 看来您可能还不太了解这边的习惯 就是他们不喜欢 没经他们的同意 就随随便便抄袭他们的东西 这是很不礼貌的冒犯行为 我没有拍他人 我拍他扣子 我是做钮扣生意的你知道吧 我这拍拍扣子 我没有 我不照人 但是钮扣也是有版权的 版权是什么意思 钮扣是时装的一个部分 是时装画龙点睛的装饰 像这种高级时装 很多钮扣都是著名设计师设计的 为的是时装风格的一致 所以您如果是抄袭了他们的东西 他们是可以告您的 这么严重 对 听姑娘这样解释之后 银花赶紧把相机放进了包里 此时一个穿着风衣的女人 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衣服上的扣子样式非常特别 银花赶紧追了上去 要拍她身上的扣子 女人听不懂她说什么 急忙把她推开 银花以为她是介义版权 又把相机放下拿出了一个本子 说自己只画下来就好 可这奇怪的行为更让女人害怕 她赶紧小跑着回了家 我画一下 谢谢谢谢 你看一下 您不要跟着我 我只画一下 我不认识这个人 夫人您不能进来 女人进屋后 银花本想照着回忆把扣子画下来 可刚才又实在没看清 女人推开窗户 发现她一直站在楼下 无奈这下只得报了警 警察上前问她 为什么一直跟着那个女人 可银花却一句也听不懂 警察只好把她带了回去 妈妈刚到法国第二天就被警察抓了 原因竟然是一个女人控告她跟踪自己 阿宇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警局把她接了出来 告诉她法国人非常注重隐私 私人物品都受到法律保护 哪怕是一颗扣子 别人也完全有权利不给你看 她敢跟踪人家 你敢那么大呢 小心人家把你当外国间谍抓起来 你在这儿让我不准你出去了 又在无待着 吓死我了都 第二天阿宇照常出门上学 刚下楼梯又突然折返回去 想叮嘱妈妈不要乱跑 可等她回来推门一看 妈妈已经穿上衣服打算出门了 我警告你啊 你今天不要再去跟着别人了 在法国跟踪是犯法的 真会把你抓起来 行了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看妈妈答应了自己 阿宇这才放心地去上学 而银花嘴上虽然答应了女儿 却还是直接来到了那个女人楼下 女人再次在窗口看到了银花的身影 心里更加害怕了 她指得再次给警察打去电话 说那个女人又来了 已经在那站了一整天 警察知道她是中国人听不懂法语 特意带了个华人过来给她解释 看眼前的男人能听懂中国话 银花赶紧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她 你跟她说 我是在中国做纽扣生意的 我就是看看那女的大衣上的扣子 你看我在这儿画的扣子 经过男人的一番解释 警察这才明白是一场误会 警察走后 银花依旧每天到楼下去等那个女人 但她却并不离女人太紧 只是把每次看到的都紧快画下来 突然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交给了她一个信封 银花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就是她看上的那颗扣子 她感激地朝楼上看了一眼 是 我被您执着的精神打斗 所以我把这颗备用的纽扣送给您 祝您一切都好 阿宇拿起扣子一看 款式确实非常特殊 应该是高级时装上定制的 在外面市场上肯定买不到 而正是因为这颗扣子的特别 银花才无论如何都要画到她的样子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阿宇一听竟然是爸爸的声音 你好 喂 阿宇啊 我是你爸爸 你妈妈咱们在旁边呢 让她过来说话 快点快点 啊 在呢 快点快点 我有说火急的事 爸爸好不容易打个电话过来 却一句都不想跟自己多说 阿宇心里非常失落 而周万顺这么着急找妻子 是告诉他自己又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大商机 哈哈哈哈 那么这事呢 投资需要很大 你知道我做鞋子 呃 赔钱了吗 那手边没有现钱 想用你一点钱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想把我们家的新房子先卖了当本田 你放心 这事如果干成的话呢 肯定能赚大钱 我们家就发大财了 听说丈夫要把房子卖了 银花顿时慌了神 她叫丈夫不要着急 一定要等自己回去再说 得等她回来 你爸又不安生了 现在银花只得马上回家 否则晚了丈夫就把房子给卖了 可她和女儿这么多年没见 刚来法国才几天就又要走 母女俩此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沉默着不敢看对方 阿宇送妈妈来到机场 她难过地问妈妈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你什么时候需要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来 妈不跟你说了吗 我后把生意做到欧洲来 到时候我和你爸你哥一块来看 虽然妈妈许下的是个遥远的沉默 可阿宇听得心里还是稍稍好受了些 她调整了一下情绪 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母亲 这什么 菲利普的T恤刀 给那谁的 看女儿是真的长大懂事了 银花心里既欣慰又心疼 看四眼对自己没信心 周岸顺从兜里拿出一封信 是陕北地质勘探局寄来的 上次几个陕北人在火车上被人偷光了钱 周岸顺借了几百块路费给他们 他们一回家就把钱寄过来了 同时还告诉了周岸顺一个讯息 最近为支持革命老区经济发展 国家给了政策 把陕北部分油田 以联营的方式委托给地方组织开采 我们这儿出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 是商机如命的周岸顺怎么可能放过这大好的机会 所以一得到消息就带着四眼往陕北跑 此时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这个决定会将四眼推向无尽的深渊 两人刚到陕北 就看到一辆又一辆的油罐车 我跟您说 在这儿一口井赚下去 投个一百万 说不定就能赚出一个一千万两千万 甚至三千万 四眼 这个地方太好了 地上留的是老黄河 地下留的是石油河 往地下打一个窟窿 乌兔东就爆出油来了 乌兔哥 乌兔哥你看 那就是采油的吧 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 师傅咱能去看一眼吗 几个人来到油警处 发现居然一个工人都没有 而向导告诉他们 这井里只要出了油就不需要工人看着 只要定期派人过来检查一下就行 四眼 你看看这买卖好不好干 连工人都不要啊 钻一个窟窿 那超标就源源不绝地出来了 我就决定在陕北这一带 打个翻身仗 你早说我们也不必干邪了 我们早就翻了 那谁能知道石油能交给私人来弄 怎么能交给私人弄 石油是国家的资源 那怎么说啊 就说啊 政府允许你们来投资 石油的开采权还是属于国家的 政府的监管很严格 你们别弄杀花样啊 不要到时候连累了我 哪能啊 我们肯定守规矩 向导告诉他们 县里也不知道哪里有用 他们到时候需要自己找勘探队去勘探 随后他把招商办的工作人员 介绍给了他们 在河县里的领导们碰面之后 周万顺下定决心回去筹钱大干一场 可是这投入也太大了 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筹钱我是从来不犯筹的 就怕没有伤机 他有伤机我就筹得到钱 虽然周万顺信心满满 但四眼还是不太想干 这投资大也意味着风险大 他想再好好考虑一下 四眼我这是要帮你啊 你都替我挨了两次打了 啊 我不劝你啊 我也不逼你 最好我们俩合作 你要不干的话我一个人干 你别等我将来发了大财了 你再跟我掩护 我没说不干 我是说再想想吧 好好好 你好好想想 四眼最终还是没能经受住诱惑 决定跟周万顺一起干 去了上海找自己的亲朋好友筹钱 而周万顺回到温州后 第一时间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商量着把房子卖得去挖紧 银花好不容易去叛套奴 听到这个消息也只能立马就赶回温州 生怕丈夫把房子给卖掉了 你别跟我说商机啊 我现在听见商机两个字 我心里就直哆嗦 你把便宝来开会开会 咱开个重要的会 两个人还开会啊 有坏你直说吧 周万顺眉飞色舞地把自己去陕北都经过给银花说了 把挖油井说得跟直接挖钱一样 银花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可他越是说得这么好 银花心里也越发不踏实 一口井要投资一百来万 要是不出油就全赔进去 这个风险实在太大 况且现在银花的扭扣场也经营得很不错 家里完全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闲 万顺 这陕北钻井的事反正我不同意啊 你是一般的不同意 还是两般三般的不同意 我是千般万般的不同意 你想想啊 咱们从进了城到温州以后 遭了多少罪操了多少心 反正能到现在这样 我是特别知足 干嘛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啊 你告诉我 你这钻井要是钻不出油来呢 要是没油呢 投进去的钱怎么办呀 想哪是呢 你不同意 我自己干 谁能想到打工还能打破产 阿宇在法国一边上学一边 帮一家食品加工厂送货 谁知那个工厂的香肠出了问题 导致很多人食物中毒 毫不知情的阿宇正要去参加期末考试 却被两个不怎么帅气的警察拦住了去 警察告诉他这起食物中毒 跟他送的香肠有关 他必须跟着回去接受调查 那个 能不能让我把考试考完啊 事件很快上了电视 阿宇一时也成了公众人物 记者们经常守在楼下 想要跟他了解事件内幕 这让阿宇的名声一下就臭 而此时房东太太也上来敲门 我已经快疯了 你看看现在这个样子 那些记者三点钟就来敲我的门 不停地问我关于你的问题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今天就搬走吧 房东太太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直接把房租退给他 要求他立马就搬走 索性警察很快查明了真相 这件事情跟他并没有关系 是食品加工厂卫生不合格导致的 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个坏消息 阿宇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暂时恢复不了 要等法院的最后判决出来 私下里说您可能要不回来 为什么 不是说是丁波系公司的责任 和我没有关系吗 那些押金还有银行账户 都是我私人财产 是我打工赠来的合法的钱 和丁波系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并不帅气的警察耐心地给他解释 法国的法律是绝对保护受害者 对这起食物中毒事件 必须要给受害者赔偿 而阿宇虽然不是主要过错方 但他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那我的损失找谁要去呢 事实上您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 您完全可以向法院 起诉丁波系公司 要求他们赔偿您的损失 不过 这可能是个很复杂 很耗时的过程 阿宇还没来得及绝望 另一个更不帅气的警察 又及时补了一刀 这家食品公司实际上 隐瞒了很多外债 现在已经申请破产了 言下之意就是 就算阿宇去告他们 他们也没有钱赔给他了 这么说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这个结论让阿宇无法接受 但又无能为力 而更不帅气的警察 看到他这样也于心不忍 他拿出一张律师的名片 递给阿宇 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找他求助 可阿宇现在哪有精力 去折腾这些 有这个时间 他还不如想想办法 打工挣钱 破产后的阿宇 依然坚持每天按时上学 这不仅仅是为了求知 更是为了一个合法的留学身份 如果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学籍 他就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了 可命运专挑厄运人 校长突然把阿宇叫到了办公室 阿宇本以为案件调查清楚 也就意味着事情已经过去 可谁知麻烦才刚刚开始 现在到处都是关于 他给那家饰品加工厂打工的报道 你是一个外国留学生 根据法国的法律 你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工作时间 在学校你跨了很多课 我看了你的记录 这学期你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学分 所以很抱歉地通知你 学校决定 从现在起 你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学习了 这个消息比银行账户被冻结 更让他震惊 要是学校不要他 那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合法居留身份 马上就会被遣送回国 可不管他怎么哀求 校长都不能再留下他 学校要是不开除他 也即将面临被处罚的风险 没办法 法律是不允许的 就算你申请去其他学校 他们也不会收你的资料 我想你再发我的留学生服 解说 阿宇收好东西离开了学校 不仅学校不能再去 租的房子也不能再住 他提着行李无助地走在大街上 最终只能选择离开这座城市 而此时他的父亲周万顺也刚刚下虎车 他再次来了东北 为了凑足挖石油的本钱 他打算再找儿子卖狗帮帮忙 谁知儿子的太阳城眼镜店竟然变成了一片废墟 周万顺为了挖石油来到东北找儿子借钱 谁知儿子从前的太阳城眼镜店竟然成了一片废墟 他上前一看 里面很明显精力部火灾 所有东西都化为了灰烬 他赶紧到旁边的报刊亭打听 老板告诉他 这里前不久确实是发生火灾了 索性没人受伤 而麦狗也在别处另外开了一家眼镜店 周万顺来到老板说的地址 映入眼帘的是一家破破烂烂的小作坊 他难以置信地推门进去 看到儿子正埋头干活 麦狗 麦狗抬头看了一眼父亲 却并没跟他打招呼 继续埋头干活了 周万顺理解儿子刚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是心情不好 他坐下问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麦狗此时才摘下眼镜 问他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个电插座 周万顺回忆起来 怎么了 什么意思 你把他修短路了 听到这个结果 周万顺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 只不过修了个插板 谁知会弄成这样 他懊恼地恨不能扇自己几巴掌 看来这一切都是报应 从前他在杭州卖甲开关 害得人家工厂烧了 现在给儿子修插座又把他的电给烧没了 这真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我怎么这么 我 你怎么 我不想再搞张你了 周万顺此时也没脸再见儿子 可突然他想起儿子之前那个女朋友 谁知他问起小历史卖狗 却一直低着头不作声 看他这样子周万顺不用问就知道答案 一定是那姑娘看他一无所有就离开了他 他垂头丧气地提着包走了出去 可很快他又折返了回来 麦狗 跟我走 我带你到陕北开采石油去 一定让你发大财 麦狗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父亲 真不知道他这心是什么做的 到这种时候了还句句不离发大财 晚上父子俩摆了一桌坦白菊 两人都喝高了 麦狗对着父亲也说出了心灵话 他觉得他和父亲完全就是犯虫 只要一起做事他就肯定会倒霉 我从小 你就把我当成你手里玩的那个破墨 你要操纵 我承认我承认 但长大以后我没把你当墨 长大更是这样 小时候麦狗想出国 周万顺偏偏送了阿语去 后来他想考师范 周万顺又不让他考 我恰恰不要做生意 你偏偏让我跑到我们自己学校的门口去卖鞋 你把我所有的脸都听进了你知道吗 为了摆脱父亲的操纵 麦狗不得已才离家出走 这些年他独自在外吃了很多苦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部心酸史 我闭嘴我闭嘴 我不是心酸史 爸 我差点死在那 见过沙尘暴吗 我见过 没有那么伟大 我差点被沙尘暴给难死 当年他从沙尘暴里爬起来 耳朵里眼睛里全都是沙子 不仅听不见还看不清 年仅16岁的他害怕得直哭 那个时候特别希望妈妈在身边 我知道 你喊完妈妈紧跟着就骂你爸爸 我总是要骂你 一边骂着你 一边就走了 一路从内蒙走到东西 那时的麦狗 身上除了几十个眼睛什么都没 他只能一边走一边叫麦 再苦再累也都直往肚里面 终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从一个沿街叫麦的小贩 变成了一个有柜台的老板 再后来他开了全市最大的眼睛店 听到儿子的这些经历 周万顺觉得打心底里感动 你把我的太阳城给烧了你感动 你把我烧的是一无所有你感动 你把我烧的从天上到地上 你才感动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要操纵我 你还要让我跟你去什么山北 你还要让我跟你去挖什么石油 你开玩笑了吧 听到这里 周万顺明白儿子是不可能跟自己走了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朝儿子深深拘了一蹦 虽然这改变不了什么 但他确实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儿子 除了因为自己不小心烧了儿子的眼睛店 更是为儿子这些年所受的苦 他虽然知道麦狗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苦 但却怎么也想不到会这么苦 儿子 跟我到山北去 儿子 第二天一早麦狗就送父亲来了火车站 周万顺问他是不是真的不跟自己走了 而麦狗的态度很坚决 说绝对不会跟他去陕北 听到这句话 周万顺觉得比什么都值 随后麦狗又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他 说是写给父亲的控诉信 还这么厚一滴啊 你好好反应我吧 那这是字字写生生泪 我学习学习 麦狗走到父亲身后 紧紧抱了抱他 然后强忍着泪水转身离开 周万顺突然叫住了他 告诉他妹妹现在在法国混得不错 叫麦狗有时间的话去看看他 麦狗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妹妹 怎么可能不想他 好啊 就是我没钱 狗你的吧 儿子走后周万顺这才拆开那个信封 壳里面根本不是什么控诉信 而是厚厚的一达钱 五块十块五十块 各种面额的都有 这应该是麦狗目前的全部家当 女孩着急赶公交 却被一个男人撞倒在地 男人看自己撞了人 赶紧上前道歉 阿宇抬头一看 顿时心跳漏了一排 此时男人把他扶了起来 中国人 你也是中国人 我也是 我是温州的 你呢 我也是温州的 阿宇 快上车呀 来不及了 眼看车子就要开了 阿宇只得上车跟林玉琪一起走了 而男人却在原地默念了一遍她的名字 阿宇 离开巴黎后 阿宇辗转来到了马赛 为了尽快赚到更多的钱 她白天在温州老乡的餐馆里帮忙 晚上去服装厂做女工 虽然十分辛苦 但很幸运的是 她在服装厂里遇见了林玉琪 有了好朋友的陪伴 阿宇每天的工作也不那么枯燥 而餐馆老板娘也很喜欢阿宇 一直都说要把自己的表弟介绍给她 但阿宇却以各种理由推托 看她不动心 阿宇只得拿来一张表弟的照片 阿宇敷衍了一下就把照片放进了包里 谁知缘分却并没让他们错误 她竟然在公交站和黄志雄巧遇 听到别人叫她阿宇 黄志雄也瞬间想起了一位儿师玩伴 而阿宇坐上公交车后 从包里拿出了那张照片 刚才那个男人竟然就是阿宇 要介绍给她的相亲对象 她不由得心里小鹿乱撞 自从跟黄志雄见过一面之后 阿宇工作时常走神 总是不自觉地想起她的样子 而此时一个男人拉开了场门 阿宇一看 竟然就是黄志雄 他环顾了一圈之后 静止走向了阿宇的宫位 跟我走 我在上班呢 上班再说吧 跟我走 说完他不等阿宇的恢复 直接牵着他的手就往外走 这又帅又霸的行为 看得众人拍手叫好 出来之后他什么也不说 只是一个劲地盯着阿宇笑 笑得阿宇不知所措 可下一秒他却叫出了阿宇的全名 周阿宇 我是黄日跳 你不记得我了 是黄日跳 瑞安古书村小学的黄日跳 眼前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小学同学 这简直就像在看电视剧 而黄日跳说他现在已经改名黄志雄 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兵役 阿宇总算明白 为什么自己第一次见他就觉得有种莫名的属性 黄志雄来到姐姐的店里 阿宇也紧随其后 阿宇看他俩同事出现 正想给阿宇介绍一下 谁知黄志雄却直接把阿宇拉到自己身边 你们俩认识 这奇妙的缘分让阿宇都震惊了 自己打算撮合的两个人居然是小学同学 而阿宇也奇怪他为什么会在法国当兵 志雄从小就喜欢当兵 再加上参加法国的外籍各人兵 给姐姐生什么问题啊 怎么就去了 有了儿时的感情基础 两个人不但一点都不在陌生 连眼神都开始拉丝了 可很快阿宇又担心起另一个问题 上战场肯定是会有危险的 而阿宇也告诉他 志雄马上就要去伊拉克了 伊拉克 伊拉克不是在打仗吗 是 他没告诉你啊 如果遇到对的那个人 或许真的会一见钟情再见定情 阿宇和志雄第一次见面 就像磁铁一样被对方深深吸引 而神奇的是 他们俩竟然是儿时的同学 这让同样身在异国他乡的俩人感情迅速升温 第二天他们就在圣母教堂里选中了定情信物 要这样 你们两个很会选 这从天而降的恩赐让阿宇觉得非常幸福 却又开始害怕他离开 志雄的假期只有一个星期了 过不了几天他就要再次回到部队 而且还要去伊拉克上战场 想到这些他心里无比担忧 两人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时光 牵着手走过了大街小巷 本以为至少可以好好享受几天爱情 谁知刚回餐馆阿云就告诉志雄 部队来电话叫他马上停止休假 明天一早就到巴黎集合 阿宇在一边静静地听着 心里十分不舍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告诉阿云 今晚让他来做饭 你还会做菜呢 会一点 也好 今天你做也合适 阿宇不敢直视志雄的眼睛 怕自己的难过被他看出来 他低着头直接去了厨房 阿云理解阿宇的心情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他的厨艺 怕他在志雄面前出丑 他撸起袖子就要帮阿宇作弊 虽然我的少英公小李哥 但绝对比一般人要强 没事 阿云姐 你去歇两个包 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女人要有你手好处 你也绝对能拴得住男人 放心 虽然我把你做了 出去不就都是你做的 阿宇依然坚持要自己做 可当阿云看到他切菜的手法时 顿时明白自己是多心了 这一看就是惊艳老道的厨子 而志雄也对阿云提出了一个请求 请你无论如何 帮我照顾好他 放心吧 我肯定照顾好他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等菜上欺负 三个人都惊呆了 阿云夫妇从来都不知道阿宇会做菜 而且还做得这么好 第二天早上阿宇陪着志雄出来搭车 一路上志雄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两人都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预解 这幸福来得太晚也太短暂了 车门打开了 阿宇却一直都不敢回头看他 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转身朝他挥手 等他上车后 阿宇直接被对汽车 生怕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到志雄 谁知背后却传来一阵急杀 志雄又从车上下来了 此事根本不需要任何语言 两个人飞快地向彼此跑去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感受着对方的温度 战火无情 谁也不知道志雄能不能平安回来 这或许就是他们最后的温暖了 温商之所以在世界各地都能站稳脚跟 除了他们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以外 还有他们闻名世界的抱团精神 阿云夫妇品尝了阿宇的厨艺之后 觉得他完全有能力自己开一家餐馆 加上志雄临走时的委托 两人决定帮助阿宇创业 而这其实也是阿宇一直以来的梦想 可他多年的积蓄 都因为上次的食品安全风波被没收了 钱不是问题 你忘了咱们温州人自国窗外做生意 有借钱互助的传统吗 当天小李就叫来了几个在马赛经商的老乡 把阿宇的情况跟他们说了一遍 他们品尝完阿宇做的菜之后 爽快地答应帮助这个小老乡 既然大家都是脑乡 一锅肉一锅烂 有了困难大家一块帮 这是脑被子窗外有像的脑传统 这个规矩不能破 我出十二万发浪 这么多我出八万 我出六万 我也出八万 我最近生意不太好 亏了点 我出五万 好 那个我跟阿云是阿宇的宝人 那我们俩就出 二十万 二十万 好 好啊 而温商们的还钱方式也很特别 期限和利息全凭抓究 两年没利息 两年没利息 五年还利息百分之五 三年还利息百分之三 一年还没利息 我们这是四年还利息百分之四 我这个六年还利息百分之六 阿宇在一边看的既感动又震撼 来自家乡人的温暖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创业成功的决心 我给客人也没这个够 钱凑齐之后 小李哥再三叮嘱阿宇 作为温州人 做生意一定要紧记诚信两字 在场所有人都会监督他 记住了啊 记住了 小李哥放心 各位哥哥姐放心 我记住你们的话 阿宇的餐馆很快就装修完成 开业当天 在马赛的老乡们都前来恭贺 可此时小李哥夫妇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志雄在伊拉克的战场上负伤了 现在生死未卜 听到这个消息后 阿宇再也没有丝毫餐厅开业的喜悦 满心满脑子都是志雄的身影 恨不得立马就飞到伊拉克去 等客人都送走之后 阿宇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要去伊拉克 去哪儿 然后他委托阿云帮玉琪一起照顾好餐厅 自己这一去可能短时间内回不来 达里餐厅对阿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可他觉得阿宇要去伊拉克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从法国到伊拉克要横跨好几个国家 而阿宇本身在法国就是个黑户 想要顺利抵达帕士比上西天取经还难 但阿宇已经下定了决心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阿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可就算他运气爆棚顺利到了伊拉克 那回来也是个问题 你没有身份 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 你怎么回来 说得轻巧 我可能把法国丢了 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一辈子依赖 说完他再也不跟任何人商量 直接回房收拾行李去了 这是本剧第二次出现英语 虽然距离很多国外场景 但全世界都懂事地用汉语交流 第一次出现还是四眼拆穿银花善意的谎言石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 阿宇顺利抵达了沙特边境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为温州人的老乡 在他的帮助下 阿宇来到了沙特和科威特的边境附近 老乡不敢再靠近战区 只得放下他离开了 阿宇边走边拦车 终于有一辆军车停了下来 你好 女士 阿宇告诉他自己是外籍军团的军属 来这里是想去军团见丈夫 而男人的车也正好去那里 上车后男人的嘴就一直没停过 我是雷扬少女 漂亮妞你呢 叫什么名字 我丈夫姓黄 你可以叫黄夫人 或许是战地太无聊 也或许是阿宇长得太漂亮 雷昂一路上都呱呱地跟他讲个不停 可他的情伤明显不是很高 对于阿宇不远千里的寻服行为 他觉得简直就是个玩笑 甚至还说志雄很可能早就不再认识了 战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人人都有的 那件穿在身上的防弹衣 是好运 总算说了一句试耳吧 不过一个人的运气有时候会突然间就消失了 比如你丈夫 闭嘴 好不容易有个美女陪聊 雷昂怎么可能乖乖闭嘴 她从白天说到了天黑 看着美丽的夜空 不由地感叹着真是个浪漫的夜晚 可这句话却彻底激怒了阿宇 你的战友在出生入死 我无数无可不再担心我丈夫的安危 你现在跟我谈浪漫的夜晚 停车 阿宇倔强地下了车 打算不行去军区 雷昂赶紧追下来向她道歉 她这样的行为无疑是送死 就算不被敌人打死 也会被狼群吃掉 夫人 我只是太闷了 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 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嘛 我叫你冲箱了 我不知道她伤在哪 伤得重不重 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 阿宇正转身往前走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 雷昂赶紧带着她往回跑 叫她隐蔽在军车后面 自己则举着枪冲了出去 开车的小伙子不幸牺牲了 雷昂的腿上也中了弹 还好阿宇会开车 两个人无奈留下战友的尸体 开着车冲了出去 到天亮时车子已经跑得没有了 阿宇只好拖着雷昂寻求支援 可沙漠太大了 照这样下去两个人都会死在这 雷昂不想拖累她 解掉安全扣果的下去 阿宇怎么都不肯扔下她自己走 可雷昂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 如果她自己走 还能有活下去的机会 带上她的话 两个人都必死无疑 阿宇倔强地拖着雷昂 继续一步一步往前摸 走了很久前面 都依旧是一望无边的沙漠 除了沙什么都看不见 终于她也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倒了下来 看着这个美丽又坚定的中国女人 雷昂后悔自己 为什么没能在她结婚前认识她 你一定很爱她 要不然你不会不顾死活 跑到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来找她 我真羡慕这个 不知在哪儿的家伙 可是现在 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 一块儿死在这儿了 突然间地面传来剧烈的震动 阿宇爬上去一看 一大队坦克正朝这儿开过来 他疯狂地往雷昂身上堆沙子 企图把她隐蔽起来 可坦克很快就开到了面前 看到上面飘扬的法国国旗 阿宇总算松了口气 需要帮忙吗女士 尽管小编也不愿意相信 但阿宇就是奇迹般地独自从法国来到了伊拉克战场 还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心上人 此刻的她比劫后余生还激动 确认志雄的伤并不危及性命之后 阿宇这才放下心来 她当场主动跟志雄求了婚 我们结婚吧 马上 随后她说出了一个非常牛掰的理由 我妈小时候给我算过命 说我不是寡妇命 你要是跟我结婚了 在战场上什么事都不会有 还好这会儿只有他们俩 这话要是被其他人听见 只怕是要来一场抢婚大战 深爱阿宇的志雄当然不会拒绝 立马带着她一起去请示上级批准他们结婚 可是军队里不允许这样做 中卫虽然很佩服阿宇的勇气 同时也感激她救了雷昂 但还是只能拒绝他们的请求 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的安全 等这场战争结束了 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 得到这个承诺 阿宇也非常满足 随后志雄请求中卫 让阿宇跟着护送伤员的飞机一起回法国 中卫虽然很为难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志雄很快就要转移到下一个战场 两人只得再次依依不舍地道别 阿宇也跟着伤兵们一起回法国 出发前他再次遇到了雷昂 雷昂留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给他 希望能和阿宇保持联系 我们会再见吧 再见 再见 黄夫人 记得来找我 我还想见到你 阿宇坐上了回法国的飞机 而此时的麦狗也背着行囊去了俄罗斯 他边走边打工 一边攒路费 一边躲避着警察的追捕 身法和父亲当年一样矫健 他打开地图算着里程 俄罗斯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 他想去的是法国 从俄罗斯去法国 同样要横跨好几个国家 这姐弟俩真是一家人 都拥有想别人不敢想做 别人不敢做的精神 但阿宇起码有路费 而卖狗只能走走停停 赚够路费后再前往下一个城市 虽然知晓后事的小编 不太赞成这门亲事 但阿宇和志雄还是结婚了 阿宇回到法国后 和预期用心地经营着餐厅 眼看餐厅的业绩每月都稳定增长 阿宇感觉日子也越过越有希望 而志雄也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法国 两个人在老乡们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 此时的阿宇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每天都能和心爱的人相伴 餐厅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只可惜好景不长 两个夜里闯入餐厅的小混混 打破了这美好的名景 打样后阿宇正在柜台算账 突然一把枪抵在了他背后 开手管机 开手管机 阿宇不敢反抗 只得乖乖地打开了收款机 小混混正打算拿了钱逃跑时 志雄听到动静下来了 他三两下就把阿宇从劫匪手里救了出来 可白衣服的小哥还不太服气 从兜里掏出了匕首 志雄摁住他就是一通狂揍 此时黑衣服小哥拿着椅子从背后袭击 强烈的痛感让志雄瞬间魔化 他一把拎过劫匪 习惯性地拿起刀朝他脖子割去 志雄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阿宇赶紧示意他不能这样做 随着他渐渐冷静下来 两个吓尿的劫匪赶紧逃跑了 阿宇知道志雄曾患过严重的战争创伤后理症 本以为经过治疗已经得到控制 现在看来又复发了 他上前从他手里拿过刀 紧紧地抱着他 心烦意乱的志雄靠抽烟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突然他看到了柜台上的白酒 直接拿起一瓶就开喝 志雄 志雄 医生说了你不能喝酒 志雄 志雄你不能喝酒 志雄也意识到自己试探 可此时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暴躁 只得拿起酒瓶冲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志雄已经恢复了平静 温柔地和阿宇一起共进早餐 会不会好吃 早知道你有这个手艺 我就把厨子给撕了你来做吧 再尝尝我煮的咖啡怎么样 好香啊 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夫妻俩每天一起快乐地经营着小餐馆 可志雄每次看到红酒时 还是会联想到战场上的血腥 晚上电视里放着关于战争的报道 志雄的思讯立马飞回到了在伊拉克的日子 他双手不停地颤抖 无法克制地他直接冲到楼下 拿起白酒就一杯又一杯地灌 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阿宇只能无助又绝望地看着他 等他从速最终醒来 发现自己额头上居然有伤 而餐厅里也变得一片狼藉 他知道自己昨晚一定是发狂乱 阿宇心疼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帮到他 医生告诉阿宇 只能强制给志雄戒酒症状才会有所好转 除此以外就是把他送去精神病院 阿宇最终决定餐厅停止卖酒 以此来帮助志雄远离酒精 可这个举动让餐厅的业绩大幅度下滑 玉琪很担心餐厅会因此而倒闭 但也只能支持阿宇的决定 老板 解证 来了 先生 你一共消费了二十一法郎 没喝酒也那么贵 那样稍微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倒觉得黄志雄是个男人 他是不想伤害你 但是他对自己又一点办法都没有 天底下他最想保护的女人 却是他无意中反复伤害的人 这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 阿宇也许他这么做是一种解脱 雷杨突然到访阿宇的餐厅 这让志雄又一次想起了战争 控制不住的他偷喝了一整瓶酒 然后在餐厅里发酒疯 雷某 没事了 没事了 雷某 走吧 雷某 来 坐下 雷某 别走 雷某 雷某 兄弟别走 没事了 没事了 陪我说说话 雷某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陪我说说话 雷某 好 好了 兄弟 你想聊什么 我陪你聊 张艺青打完了 没什么感受 看阿宇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 雷杨十分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只能默默地离开 没过几天阿宇就被叫到了警察局 你认识他吗 我丈夫 王志雄 原来是丈夫在公共场所酗酒闹事被抓了起来 警察看在他是伊拉克战争老兵的份上没有处罚他 阿宇一句都没责怪志雄 这却让志雄更加内疚了 第二天早上阿宇买完菜回家到楼上叫志雄起风 可却怎么都叫不醒 阿宇在枕头边发现了一个安眠药的空体 这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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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医生的抢救 志雄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他却趁阿宇不再实不辞而别了 与其理解志雄这么做的原因 自从结婚以来他带给阿宇的只有麻烦 而他自己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病情 离开他或许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可阿宇无法接受志雄离自己而去 疯狂地满大街找他 一边走一边哭喊着他的名字 志雄失踪一个星期后 阿宇发现自己怀孕了 此时的他一点都没有将为人母的喜悦 满脑子都是怎么样找到丈夫 他依然每天在街头不停地寻找 哪怕下雨也不例外 突然身后传来喇叭声 雷扬 你还好吗 挺好的 雷扬告诉阿宇 其实那场战争他也很难忘 但比较幸运的是他并没有上前线 所以见过的残酷相对要少一些 而黄志雄的记忆里 一定是隐藏的太多可怕的事情 阿宇坚信志雄一定没有走远 他就在某个地方看着他 因为害怕伤害到阿宇才不敢露面 可阿宇担心他靠什么生活下去 他现在的状态什么都做不了 黄先生 是个很伟大的男人 你们的爱情很美好 也很浪漫 他不该放弃 看阿宇这么能 雷扬决定叫自己做私人侦探的朋友帮助他 但阿宇必须得考虑清楚找到他之后怎么办 要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 那日子依然没办法过下去的 我想告诉他 我们有孩子了 听到这个消息 雷扬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想说些祝福的话 可心里又实实在在地失落 羊啊 羊你莫怪 本是桌上一道菜 没有客来你吃草 客人来了你挨咱 哎 书记跟你舍话你 你舍就花些 县领导马上就要带着投资商来大窑村 村委会里杀猪宰羊的好不热闹 牧书记亲自盯着大家做菜 生怕哪点没做好让领导不满意 可他说起话来却意味深长 这只羊啊命不好 领导不来他不肥 书记 你舍话真有意思 有意思 你觉得有意思 这羊可不觉得有意思 此时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 牧书记赶紧小跑着出去迎接 车上下来的正是县领导和周万顺一起 领导给他俩相互介绍之后 周万顺客气地叫牧书记以后多多关照 瞧您这话说的 像谷主任这么大官 跟您都是安全马后的 我这小书记也就是个小卒子 我没别的本事就宰了只羊 大窑村十分贫困 能宰上一只羊招待客人已经是非常高的规格了 饭桌上牧书记站在周万顺旁边 一杯又一杯地给他敬酒 吃完饭后他又恭敬地送他们离开 站在路边一直挥着手 父亲大鱼大肉地吃着 儿子却被关了起来 卖狗靠着一路打工终于来到了巴黎 可刚当入境就因为没有合法证件被抓了起来 营领局要立即遣送他回国 卖狗赶紧说自己亲妹妹在这里 他是专程过来看妹妹的 营领局的人找来了阿语 兄妹俩就这样尴尬地见了面 哥 阿语 两人面对面地聊了很多 感觉彼此的变化都非常大 怎么长大了跟那个人一模一样 连口气都一样 我怎么能像他呢 我最不想那句话讲他 我眼睛成了我说 我开玩笑的 麦狗告诉妹妹 这次他过来就是父亲叫他来看看他的 好不容易见到亲人 阿语很想他能留下来 可移民局却要马上把他遣送回国 阿语迫不得已只能找雷昂帮忙 我看了移民法 可能适合你哥哥目前处境 所有关于移民的法律条文当中 只有现在就申请难民居留权 他才有可能留下来 除此之外 恐怕哪个律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 麦狗现在非法入境的事实已经登记在案 就算是不办手续也来不及了 加上阿语目前没有固定收入和住所 根本没有资格申请亲属入境 要是不以难民居留的方式提出申请 麦狗很快就会被送回中国 阿语指得按雷昂的方法找移民局拿来了申请表 法国移民局同意向你发放难民居留申请表 一共是两份 一份是中文的 另一份是法文的 自己能以难民的身份留在法国 这让麦狗觉得又新奇又惊喜 可当他看清条款后脸色立马就变了 对不起 我要问一下 工作人员给他解释 既然要申请难民居留 那他就必须要说明自己曾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 或是遭遇了什么不公平的待遇 这样才能有充足的申请理由 工作人员觉得他可能是没听明白 再次给他解释 或许他是反对政府的错误行为 这些行为让他活得压抑不自由 所以才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要求去法国避难 可这些说法让麦狗觉得更离谱 我没经历过的事你评论上我这么说 你这扯淡的 你让我在这捏造了 我不能这么写 哥你别着急 什么事咱慢慢说 这并不是捏造 因为据我所知 你的眼镜店被一场大火给烧光了 作为一名合法的纳税人 政府不但不给你发放财产保险金 生活救济金 还让你独自承担你的债务 这就是你受害的事实 看工作人员这样污蔑自己的祖国 麦狗必须得当场澄清 他解释说眼镜店着火是由于父亲修插作引起的 而保险公司不赔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偷跑 七三 我欠的债也是我个人欠的 跟政府没有一点关系 你不能让我瞎写在这儿 工作人员看他这么死脑筋 只得直接告诉他 他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完全可以不用写到表格里 只把发生的表面现象写进去就行了 那就说你们让我写的实际上是一个 你们觉得是事实的事实 没错 你穿越了整个欧洲才跑到这里来 不就是要想方设法留在法国吗 如果你想留在法国 就需要对你有利的事实 明白吗 麦狗确实是很想留在法国 可他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而昧着良心当个卖国贼 虽然很舍不得妹妹 但他也只得选择被遣送回博 警察会穿过巴黎水圈 会的 好不容易见到哥哥 却马上又要分开 这让阿宇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巴黎闯出一片天地 到时候买一所大房子 把亲人都接过来 而麦狗也配合地安慰着妹妹 阿宇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给麦狗 这是他目前所有的积血了 他知道父亲现在挖井需要钱 此时工作人员也拉着麦狗上车 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 保重身体啊 别哭啊 别哭别哭 你别搁 你会好啊 听见没有 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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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没能把麦狗留在法国 雷扬心里也很难受 觉得自己没有帮到阿宇 他只得紧紧地拥抱了一下 这个未来的小舅子 看着麦狗被警车带走 阿宇呼得像个孩子 而麦狗一路上仔细地看着巴黎的风景 他看到了埃菲尔铁塔 也见到了他口中的螺旋门 终于算是原了而时的出国梦 而此时的黄土高原上 正锣鼓喧天鞭炮为民 大摇村里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 牧书记的女儿一路小跑着回了家 叫他去看钻井开工一室 可牧书记却不冷不热地回应着 好像对这事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打算一会把咱家羊都赶去看热闹 听说可多人去了 达 你不去啊 你去吧 那行 那我走了啊 周万顺这会儿也混在妖谷队 那武姿丝毫不比他们逊色 眼看开工典礼就要开始了 身为村书记的木柏妇 却悠然地在家听起了收音机 妻子拿来衣服叫他赶紧换上了出门 可他却说自己根本就不打算去参加 你能不去 我去干什么 行了吧 你心里那点小酒酒我还能不知道 啊 没完没了的体啊 还不就是想让人叫你一声请 从不着 我还不该请我 妻子觉得他还是有些过分 毕竟人家早就已经打烟话通知过他 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 他还非得等人家亲自上门来请 所以啊 我就是书记 你呢 偷回这锅台做饭 此时银花也出现在了人群中 远远地就看到了丈夫那妖娆的身姿 周万顺这会儿看到妻子比见到亲妈还高兴 赶紧扶着他进来 一边走一边问他把钱带来了没 银花为了支持丈夫创业 把扭扣肠给抵押了 这回一共给他带了120万过来 那天谢地 公园把钱带来了银花 你知道吗 麦古那点钱还有我借的那点钱 只够钻头开钻用的 开警队一进来呀 人吃的马胃的 没钱 没钱一分钟的玩不赚啊 我正担心这事呢 你钱就进来了 我的好老婆 周万顺这边万事俱备 穆百夫却还是窝在家里不肯出门 不管妻子怎么劝都不听 便管不如现管 我就是让他要知道 在大瑶村这个地方啊 是我说了算了 我不去呀 嗯 就想试试他的眼里 他要是连这事都看不明白 那里滚蛋 也不远了 那旁贵儿子 离咱们祖坟那么近 他在地下咕咚咕咚的 钻那么大个窟囊 我就会把咱们祖坟的 风水给放了 不会呀 您放心远着呢 周万顺第一口井的开工典礼 马上就要开始 可村书记却连影子都没见着 眼看县里的领导们也到齐了 周万顺赶紧叫四眼帮忙招呼的现场 自己则迈开小短腿跑去找穆百夫 他又一路飞奔到村部 可村里的老会计却说 穆书记刚刚走了 具体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 周万顺指得满村不停地跑 还好大摇村不大 就在他快跑断气的时候 总算在路边找到了这位大爷 穆书记 我可找到你了 你在忙什么呢穆书记 忙点小事 穆百夫完全无视周万顺的上气度接下气 他慢悠悠地告诉他 上次县里的小张说喜欢羊头 他特意出来给小张选了一个 还找人给上面啄了点的色 说完他就举着羊头给周万顺看 周万顺差点没被他急死 穆书记 今天我的井开钻呢 今天头一天呢 您得到场 小张来了 小张来了 你带着这个一块给他 哎呀呀呀 那县领导来了 那是开脸 我这 小租子去了也是半斤 不去是八两 不去了 周万顺赶紧拉住了他 说自己找他已经找了一大圈了 对于没有及时上他家去请他的事情 周万顺诚恳地道了歉 恨不得当场给木板夫跪下 叫他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赏脸去参加典礼 看周万顺这么懂事 木板夫这才心满意足地松了口 周总啊 你这个既然已经到我们大瑶村了是吧 就算我们大瑶村的人了对吧 那当然了 既然是我们大瑶村的人叫我对吧 那我肯定得去啊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 县领导坐的屁股都快马了 木板夫才姗姗来迟 他一到现场就态度诚恳地认了走 说自己是给小张弄羊头骨去了 这才耽误了时间 可小张打开一看 却当场省了眼 老木 哎 你咋给我上了颜色呢 好啊 这个原来那个白不拉死的太难看了 我让老七齐老师给你上点颜色 你看这花花绿绿的多 我要的就是那个骨头味 你这一上颜色 白白糟蹋了一个好羊头了 金县长马上就明白了 他就摆明就是要给周万顺点颜色看看 眼看人已到齐 周万顺恭敬地请县长宣布开工 县长却说这里闺牧书记 叫他上去宣布 可牧书记哪里敢给县长颜色看 典礼结束后 工人们也正式开了工 周万顺听着这机器的轰鸣声 全身就跟打得鸡血似的兴奋的不行 木柏夫此时的态度也大转变 主动邀请周万顺去他家里住 可周万顺却说自己早就找好住处 等木柏夫到他说的地方一看 竟然是个废弃多年的土窑 这些年一直被人当羊圈用的 可周万顺却根本不在乎 他看重的就是这地方离井口境 方便他随时去井口观察情况 而银花闻着这满院子的羊石味 浑身都不舒服 银花走进去一看 里面破破烂烂的不说 还连个门都没有 可丈夫既然选定了这里 他也只得拿起扫帚开始打扫 而木柏夫今天在周万顺这儿 挣足了面子 这会儿也给他放下了话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 现在不是生产队那会儿了 分到户了 刺绸比较多 有俏皮捣蛋的 您言语一声 有我一句话 您就放心 周万顺心想只要你不找事 那就不会有啥事了 此时银花突然瞄到旁边 小山坡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仔细一看居然是麦狗 是我儿子 安顿好周万顺后 木柏夫慢悠悠地走回家 路上遇到了村里的八爷 他担忧地看着钻井的机器 担心会把祖坟的风水给挖换 哪怕木柏夫说那地方离祖坟还远 他仍然心里不踏实 我不放心 我这心里头啊 从事咕咚咕咚地嘀咕着 阿姨 风大 我扶您回去 你扶我回家 就凭我这身子骨 要是真把风水放了 看我不把他的头 撒出两个把勺 但他狗头长得结质 气死我了 不是 不生气 咋不能不生气 风大 帮贵儿子 好 木贺贺第一眼看到卖狗时就挪不动步 长这么大 他从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 他裂开嘴正想跟他要个威胁 可卖狗却一脸的不为所动 贺贺意识到自己饭了花痴 赶紧咽了咽口水跑掉 周叔 哎 贺贺 来来来 进来坐 进来坐 周叔 俺家进来来 看能不能帮着干点什么 你答 山北这块 管爹 叫答 哦答 和儿子不同的是 银花第一眼看着姑娘就满心喜欢 虽然家里还没收拾好 但和和怎么说也是可 没好意思要她帮忙 而和和也非常乖巧 说的话句句中听 我不是客人 俺答说你们才是客人呢 你们到这来挖井 挖出油来了 俺们全军人都跟着沾光 多会说话呀 这姑娘 那事儿 俺们帮你护窗户纸吧 哎 咱一块嘞 为了把窗户纸糊得更严实 和和直接用手指去抠门框上了你 这毫无技术含量的操作 让麦狗实在看不下去 她掏出一个小铁片现场示范了一番 临走还含蓄地鄙视了一下她 看着她高冷的背影 和和心里更加不平静了 回家的路上 和和开心地唱着情歌 正当她唱在信头上时 路边的小土婆上却冒出来一个气质独特的心来 和和一见到她 立马就不唱了 行男夸她的歌声好听 想再听一遍 和和却直接黑着脸走了 看心上人不肯唱 行男自己亮起了嗓子 随着她的歌声越来越响亮 和和的脚步也越来越快 可行男却好像越唱越带劲 朝着和她远去的方向扯着嗓子一直喊 夜里周晚顺满怀憧憬地给妻子算着账 按工程师的说法 这口井要是出了油 每天的产量至少有十吨 那现在的油价是每一吨至少一千四百块钱 你想想看 我这口井每天要替我冒出多少钱来 那我等着看 那你也不能光等着看 周晚顺算了一下 现在手头还差二十万左右 她叫妻子回去把抵押的扭扣厂直接卖掉 先把借的钱给还了 然后带着剩下的钱回陕北来 可银花财不肯卖场 她拿出一个存折递给丈夫 叫她先用这上面的钱 老婆 为了时刻监测油井的出油情况 父子俩没日没夜地守在井边 卖狗拿着张地图看了半天 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他在地图上只给父亲看 他们家挖的这个地方附近根本没有其他油井 是不是这地方就没有油 你要不要换一个地图 卖狗你一天到晚看这地图 看这书有什么用 能看出油来吗 你要是能看出油来 那评书馆的人都挖出油来的 是吧 你赶快赶快回睡觉 赶快回睡觉 不能不相信科学吗 别说人里是科学 走 看父亲油盐不尽 卖狗也懒得跟他争 直接回家睡觉去吧 小姑娘拿出一张红纸 放到嘴唇上用力地抿了一下 你干什么呢 我没干什么呀 快点 你打等你吃饭呢 就来 这一打扮 和和的气色顿时更加水润了 吃饭时父亲发觉了不对劲 问他嘴上是怎么回事 和和赶紧借口说是剪窗花 是不小心弄的 这孩子啊 毛手毛脚的 那剪窗花怎么还能剪到嘴唇上 行了 吃饭吧 自从见过卖狗后 和和放养总是往他们家境口跑 就盼着能再见到他 可今天卖狗却没在井口 去别人家的油井学习经验群 和和虽然心里失落 却不忘趁机拉近婆媳关系 婶儿 下次麦狗哥再去 你让他去俺家 把你的自行车骑上吧 好 那我替麦狗谢谢你了 不谢 俺答说了 说你们来这钻井 我们再谢谢你们 和和真懂事 这么会说话呀 那 那俺先走了婶儿 和和坐在山坡上细心地补着妆 确保自己能随时都以最好看的样子 跟麦狗泄红 很快他就看到了麦狗的身影 他赶紧起身唱起了歌 麦狗从鼻子里回应了一声 随后又继续看书去了 看着他这云木疙瘩样 和和是真着急 他撂起几个泥块砸到麦狗身上 这回他总算抬眼看他了 可他也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立马又继续往回走 和和看他走得这么快 赶紧开启二倍速唱歌模式 第二天和和又继续带着他的羊来到井口 但还是没见到麦狗 周万顺告诉他儿子回家休息去了 听说麦狗在家里 和和开心坏了 这回看他还往哪逃 他羊也不管了 直接跑来了麦狗家 银花看到和和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和和借口说自己想喝口水 直接就进了里屋 看到麦狗果然在家里 和和笑得嘴都喝不拢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麦狗这些年是凭实力单身的 你画画呢 嗯 画啥呢 你不要喝水吗 嗯 你画的是啥呀 你要不要喝水 喝啊 和和嘟着嘴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可以回头却居然正好跟麦狗对视了眼 他小心脏顿时跳得跟蹦迪似的 刚才的不愉快瞬间烟消云散 哪怕只是看着他的头发丝 和和心里也跟喝了蜜似的 银花在窗外看着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仅银花明白 木百夫也早就发现了女儿不对劲 可精灵如狐狸的他 根本不动声色 哎呀 何总啊 今儿在哪放的羊啊 吃得这么饱 今天我走得可远了 你炒苦多了 哎呀 炒多了好啊 炒多了羊就肥嘛 男人独自守在游井边 夜里风太大 他只得不断地嚼着辣椒郁寒 可连续熬了好几天的 他实在是扛不住 直接趴在池边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周万顺迷迷糊糊的醒来 发现自己的帽子都掉池子里去了 他捡起来顺手拍了拍 谁知手上却沾满了黑糊糊的年状物 他这才看到 池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全都变成了石油 出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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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火 快走啊 我们出油了 银花和麦狗在家里隐约听到了呼喊声 麦狗赶紧穿上衣服跑了上来 看着父亲手上黑糊糊的石油 这才相信是真的出油了 一家三口欣喜若狂 麦狗更是把鞭炮放得震天响 木百夫在家听到动静 猜到是周万顺家挖出油来了 可他看起来却并不怎么开心 和和来看热闹时 麦狗正在给乡亲们发糖 他猛然一下跟和和对视 竟然害羞地躲过了他的眼神 这让和和欣喜不已 与邮警那边的气氛相反 村委会里两个老头心事重重 看来周万顺这回是真要发大惨 你说这南方人就是能 这老黄兔 在这我看来 大半辈子 还是老黄兔 怎么南方人来了 就能弄出油 这老会计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木百夫只得赏他的皮笑肉不笑 转身就进了屋 开挖的第一口井就出了油 这天大的好运让麦狗心里有些不踏实 可周万顺却觉得 这就是他命中注定该得的 那是你爸爸不大命的造化大 你看人家眼里头没有出油的地方是吧 我愣挖出油来了怎么办呢 是吧 而且是头一口井就钻出来了 儿子 这是老天爷让我们发财 爸爸我现在随便钻个眼都会有油啊 爸爸爸 你看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按地质图上的标识来看 这块地应该是没有油的 他建议父亲去县里找个专家来看一看 这样更稳妥一些 可现在警理已经出油了 周万顺觉得他的提议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 干脆告诉专家 你说这不出油的地方现在出油了 让他做一个新发现的记号 不是 我们不浪费时间也不花多少钱的吧 周万顺觉得儿子一定是这些天太累了 才会这么胡思乱想 此时正好四眼也过来了 周万顺赶紧跑过去跟他分享成物 卖狗看父亲根本听不进去自己的话 只好拿着地图回了家 四眼的仅比周万顺的先开挖 可现在周万顺的仅反倒先出油了 他今天过来就是想跟周万顺取取经了 谁知周万顺却摆了白色 说自己根本没什么诀窍 我叫周万顺呢 万顺万顺 万事顺利 那怎么办呢 送走四眼后 周万顺突然心里多了些担忧 眼下这么多人都在挖油 自己必须快人一步才行 他叫银花马上回去把厂子和房子都卖 拿钱过来多抬几口井 万顺 这不 这口井出油了 干嘛卖厂子 你还是想一口吃个胖子 再说了 留着房子还有个后路啊 什么叫后路啊 当年我们从瑞安出来 砸锅卖铁 我就没有想过后路 而且你自己也看到了 你看 这石油的利润啊 别那开厂子利润 一个是天 一个是地啊 我不但想一天就吃成胖子 我还想吃成个大胖子呢 看丈夫这么急功近利 银花越发觉得自己不能听他的 怎么都不同意卖场卖房 可周万顺这会儿是彻底上了头 倔脾气也全都冒了出来 他根本不给银花丝毫考虑的余地 你想什么呀 马上出发 马上出发 走 银花虽然心里很不安 但最终还是听了丈夫的话 回温州卖场卖房去了 女人的肚子突然震痛起来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要生了 还好旁边有个电话亭 她赶紧给雷昂打去了电话 这是她在巴黎唯一认识的朋友 我什么时候 阿语 阿语 阿语你现在在哪儿 丈夫黄志雄突然失踪 无心经营的阿语变卖了餐厅 还清债务后她独自来到了巴黎 一边在服装厂打工一边到处寻找志雄的下落 眼看预产期越来越近 从没经历过生产的她心里也很害怕 她想跟妈妈商量回国去代产 谁知却是父亲接的电话 是不是想汇报汇报你的成绩 就说吧 就说说你最近在外国发展的怎么样 我在法国挺好的 没什么事 我 我那个 有点想家了 我想回家看看 行吗 回什么呀 妈妈不是刚到法国去看过你吗 周万顺叫她不用担心家里 安心在法国挣钱 她这一来一回光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还不如把这些钱投资给她挖油紧 听着父亲的这些话 阿语把接下来想说的全咽进了肚子里 而周万顺依旧自顾自地给她抱着喜讯 说自己开采的第一口井就出油了 最近我还听说了 我们这一代的石油的储量是相当大 已经超过大庆了 那就 你知道吧 接下来我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计划 就是我想要多打几口井 她每一口井都轻轻松松地能赚几千万 女儿 你是不是应该参与一下 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呢 我遇到什么困难呢 我叫周万顺的女儿 万事顺利啊 我跟你说这事 就是不希望那个肥水落入外人田 你晓得吧 你手上掐了这么多钱 你让她长毛啊 我让你不分一点点去挣大钱 喂 阿语越听心越冷 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连日来的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 不出意外地导致了她早产 虽然雷昂及时赶来把她送到了医院 可孩子还是没能保住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位女士由于长期营养不良 所以孩子没能保住 但万幸的是 她目前的状况比较不良 丈夫失踪了 孩子也没了 想回家也回不了 现在的阿语觉得自己 就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布尔 雷昂看着她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恨不得自己来代替她承受这一切 可不管她怎么开导 阿语始终一句话都不说 为了让她重新燃起斗志 雷昂只得告诉她黄志雄的消息 大语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 阿语的眼里总算有了些光亮 第二天她出了院 独自前往柯西家岛寻找丈夫 阿语果然在酒吧里见到了黄志雄 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没有了从前的风采 既颓废又邋遢 可当阿语看到她时 心里还是安稳了很多 为了能让离家出走的丈夫回家 阿语决定和她打赌喝酒 要是她赢了 志雄就乖乖跟她回家 要是志雄赢了 阿语就马上离开再也不烦她 看丈夫答应了 阿语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 志雄也面无表情地跟着喝下了一杯 紧接着阿语又喝下第二杯 可志雄也丝毫没有退让的样子 继续喝下了第二杯 可当她看到阿语端起第三杯时 再也忍不住 她拉住阿语的手劝她别喝了 可阿语还是坚持喝完了第三杯 看她居然真的又把杯里的酒喝了下去 阿语强忍悲痛倒上了第四杯酒 不胜酒力地她强行把酒灌了下去 而志雄却突然醉倒在了桌上 我赢了 跟我回家 跟我回家 阿语艰难地站起身想把志雄扶起来 眼前却一阵天旋地转 直接睡倒在地上 趴在桌上的志雄睁开了眼 她根本就没有喝醉 刚才是故意输给阿语的 她把阿语从地上扶了起来 心疼地抱进怀里 我知道你根本就没婚了 你故意输给我的 志雄走后阿语才发现自己怀孕 而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丈夫 孩子却没有了 想到这些阿语无法抑制的心痛 我们的孩子没了 我没有办法照顾好 志雄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只是紧紧地抱着阿语 她带给这个女人的不幸实在太多 等阿语税疏后 志雄拿起笔给她写信 可颤抖的手根本无不住 她只能再次拿起酒瓶 几口酒下度后 手终于不抖了 阿语 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了 原来当年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他们的小队遭遇了伏击 队友们只得相互掩护着撤退 可跑了很远都没等来援军 眼看敌军越来越近 身边的战友也越来越少 在强烈求生欲望的支撑下 志雄只得拼命地往前跑 边跑边击杀一切可疑的人 直到我发现倒在我墙下的 是一张熟悉的领 那次战役后 她是小队里唯一存活的人 这件事让她产生了 强大的心理阴影 她永远都忘不了 战友的那张脸 也永远都原谅不了自己 我是一个凶手 我不该活着 阿语 我走了 谢谢你再一次找到 容忍我 但我不能再继续拖累你了 这些日子以来 志雄从没尽到 不丈夫的责任 还害了他们的孩子 这让他心里十分愧疚 却又无法命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永远离开他 阿语 不要再找我了 忘了我吧 父亲要抓一只羊 回去宰了吃 可和和却不肯帮他抓 穆百夫一看就知道 女儿真是心疼羊了 行 你舍不得拿自己来抓 你看 我抓那个给你 那个不行 那个长得最好看了 不行 行 长得好看的 给你留下 穆百夫又另外选了 一只丑点的 可和和还是说不行 不行 那个最乖了 从来都不乱跑 这可让穆百夫头疼了 长得好看的不能抓 长得丑的也不能抓 今天想吃炖羊肉咋这么难 和和也明白 不管父亲抓哪只他都舍不躲 他只好把心一横 转过头去让父亲自己随便抓 我和和不看 和和啥啥都不知道 是吧 还是抓了啊 穆百夫把羊抓回家后 让老婆起锅烧水炖羊肉 老婆一猜就知道 他是要请周万顺来吃饭 周万顺的锦厨油 已经快半个月了 原本穆百夫一直等着 他请自己吃饭 谁知等到现在都没 他干脆自己摆好宴席主动请周万顺 间接地提醒他吃水不忘挖井人 而穆百夫对妻子的猜测并不仿佛 上次啊 我跟他说了 有什么漂皮捣蛋的 让他告诉我 到现在啊 他也没来找我的麻烦 从这啊 我更得请他了 嗯 哎 别哭天往那儿的 当了羊就是羊的命 你知道吗 哎呀 迟早都得挨一刀 迟早都是大锅里的肉 周万顺挖出油之后 从没来他家拜访 这只怕是忘了 这地盘上谁说了算 他特意摆下这个饭局 看周万顺到底上不上道 谁知何何去请周万顺是 他却说自己去不了啊 待会有个温州老乡 他找我有点急事 车我马上就来接我 我得去一趟 那你去不了了 你给你大叔 哪天我请他吃饭 我去忙了啊 呵呵回家把情况 如是汇报给父亲 木百夫听说他不来 反倒是一脸笑容 呵呵 你这趟没白跑啊 请客不到 咱们自己请自己 你羊肉什么时候好啊 周万顺来到四眼这边 桌上全是投资的大老板 四眼告诉他 自己挖紧的资金 全是这些老板投的 过几天四眼要再多开一口心井 今天是特意介绍 这些老板给周万顺认识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 周万顺有些替四眼担忧 我记得你的第一口井 开的那个油 还不是出的很多 你就忙着开第二口井了 你变了 现在的四眼 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谨慎 看着那么多老板挖油发了大财 他早就心急了 一定要趁早多开几口井 同时他也建议周万顺 加快步伐 要是靠现在这口井 卖油的钱来开心井的话 实在太慢了 你真得向我学一学 多多的银资 周万顺十分认同他的看法 他也想尽快多开几口井 而四眼也承诺 要是周万顺到时候资金方面有困难 尽管找他帮忙 万一以后 我们的资金有缺口的话 我真找你帮忙啊 没问题 要多少有多少 太好了四眼 今天这酒不白喝 我敬你 我敬你 周万顺的第一口井就挖出了油 可他不仅没去拜访村书记 更没亲自去向县领导报喜 穆百夫正在琢磨着怎么给他上演钥匙 接到了谷主任的电话 周总要在你们村赚第二口井了 给你发请柬了吧 此时穆百夫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但嘴里还是说着自己早就知道了 他以为谷主任是叫他去参加开工典礼 推托着说有县领导参加就行了 他就不必去凑热闹 听他这样说谷主任当即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 周万顺能来这里挖井 对县里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紧接着他又问穆百夫跟周万顺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穆百夫以为是周万顺去告自己状了 赶紧摆出一副谦虚受教的态度 叫谷主任尽管批评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周总上次邮警开工你没有去 是我和金县长过问了周总他才去找 一般来说 投资企业在当地的开工典礼 肯定是由当地的领导参加 所以我要问你一下 有什么问题 谷主任这番话让穆百夫心里更不痛快了 看来这周万顺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他叫谷主任宽心 自己和周万顺配合得很好 并没有什么矛盾 谷主任一本正经的叮嘱 他要搞好团结 周总能在你们村里赚紧 还是有好处的 那一口琴 可以带动一方的赋予 听了谷主任这番话 穆百夫心里一下就敞亮了 看来周万顺得罪的不只是自己 谷主任看他听懂了自己的意思 也不再多啰嗦 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好 就这样 挂断电话后穆百夫就出了门 直奔村里最有威望的八爷家 他一脸担忧地告诉八爷 周万顺想再钻一口紧 没门 上次在咱们祖坟那么近 你说是上头答应的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气到现在我还没出呢 这回还想再钻一口 门都没有 八爷您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没门 看八爷态度这么强硬 穆百夫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而此时银花也带着 卖场卖房的钱回到了陕北 手里的存折像有千金种一般 他犹豫了许久才交给丈夫 是 这是什么 存折 周万顺理解妻子的心情 厂子卖了房子也卖了 他现在心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咱们一家人 再也经不起折腾 我原想着 不把这个给你 我又怕你着急上火 要是给了你 我心里空荡荡的 说完这些 他把存折放到了丈夫手边 自己转头哭了起来 周万顺心里也很沉重 妻子为自己付出的太多了 他拿起存折 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当天夜里夫妻俩突然被惊醒 周万顺爬起来一看 不知是谁从窗外扔了块石头进来 可等他出去时却没看到人影 是不是小孩啊 这么晚了 谁家孩子还不睡啊 别费这个心了 瞎猜什么呀 这种事我小的时候也干过 就是为了摔跤摔不过人家 就扔块石头 出口气就没事了 宽慰完荧花摊立马就装睡着 不管他怎么喊都不作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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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猜到是有人故意来捣乱 但不想说出来让荧花担心 谁知第二天晚上又再次出现了 同样的情况 怎么了 怎么又来了 干什么这是 周万顺飞快地追了出去 而那个人正打算逃跑 是爹把声的给我站住 我站住了 包祖招 谁啊 没事没事没事 别小孩调皮捣蛋 别卖狗 好远了都 没事了 吃饱饭撑的 一会儿进屋吧 儿子 快回去睡觉吧 接二连三地出这样的事 银花觉得这肯定不是偶然 她问丈夫有没有得罪过谁 这接连两天都有人往家里扔石头 一定是在刻意提醒他们 可周万顺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哪里得罪了人 物百负跟我说过 要是有谁来调皮捣蛋就去找他去 哎呀还真碰上了 得找他了 我的妈妈呀 你想啊 这么多人呼拉潮一下子聚到一起了 为什么 而且还来的都不空手 手里上都有家伙事 为什么 而且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车队一到他们就来 又说一声 那他们来闹事 木书记知道了 周万顺打算钻第二口井 今天是施工队进村的日子 夫妻俩领着车队往井口走 突然冒出来一大群村民拦住了去 看徐二瑶带这么多人来闹事 周万顺赶紧解释说 这块地他是签了合同的 县里村里都已经同意了 可徐二瑶才不听他这些 他指着警口告诉周万顺 那块地是他家老祖坟 咋 你们想在他们老祖坟头上 咋个窟窿不行啊 不不不 没这意思 没这意思 此时木百夫出现在远处的山坡上 静静地观察着这边的一切 银花想劝劝徐二瑶 不要那么激动 谁知他竟拿着棍子朝他禀了 麦狗冲上去就把他撂倒在地 八爷 他大人你 谁打你们了 你们全村都拿着棍子 你们干嘛 八爷命令他们不许动粗 村民都听话地把棍子收了起来 周万顺看着老爷子说话好使 赶紧上前跟他说明了情况 可八爷却态度强硬地告诉他 这块地是木许两家的老祖坟 周万顺想发财他不拦着 但不能让他们的老祖宗不得安息 八爷您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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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听你说你说一千到一万 不就是还想再开个窟窟 上回做那个我就找百夫说过 可他已经答应了 我忍了 怎么 你还想得寸进尺啊 八爷您这个年纪了 我们是小辈 我求你了 你爹就我都没用 我告诉你 你今天想过去啊 把汽车缝往深圳开过去 你愿意造几个窟窿 就造几个窟窿 今天啊 这儿就是我的坟地了 说完他就踏踏实实地坐了下来 叫嚣着叫车队开车 而木百夫远远地看见八爷出了场 知道事情已经办成 周万顺看八爷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只得叫李队长先把人带回去 随后他到处找木百夫 可村委会和家里都没有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周万顺在村里茫然无措 木百夫却已经跑到镇上来了 转了几圈之后他找了一家羊肉 可进门却点了牛肉 一盘牛肉 一盘花生米三两百角 周万顺到处都没找到他 只得无助地回了家 而麦狗觉得这些事木百夫肯定是知情的 他现在就是故意躲起来不见人 眼看现在多拖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工钱 周万顺决定直接去找县长 可他来到县政府是县长出去开会去了 他只得退而求此找木百夫此时也刚好吃完最后一片牛肉 出来继续溜达了 周总啊 钻井的事 合同也签了 典礼也开了 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就是说了 那也是白说 看谷主任也想甩手不管 周万顺只得再三哀求 现在他设备都租好了 多停一天就得多花一天冤枉钱 看他说得如此诚恳 谷主任终于松了口 答应帮他联系木百夫 周总 真是走南闯北的人 这话我可以说 可是 你也明白 这话 总不能白说吧 这话说得再直白不过了 周万顺顿时醍醐灌顶 他打拉着脑袋回了家 事情虽然办成了 可他心里却一点都不舒服 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谷主任他 他张嘴就要钱呢 还当面裹对面裸的跟我要 我是说你要钱吧 你拐拐摸个脚要吧 没想到他半个弯都不拐 半个脚都不抹 我当时兜里也没钱啊 没办法 我就就近联络四言 四言给我送两万块钱来 我把这钱往他桌上一放 他立刻就挂电话给木百夫 你说这 银花倒是比他想得开 钱花了可以再挣 只要以后不再出乱子就行 而周万顺这会儿也不再犯傻了 当晚就提着礼物来到木百夫家 木百夫倒是没推辞 爽快地把礼给收下了 周万顺赶紧趁热打铁地 请他帮忙摆平那些村民 农村这些事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 说钻井惊动了老祖宗 那老祖宗听见了吗 可是呢 农村他就这么有些说道 所以我也没办法了 是这 你还只能去找先生 看木百夫这明显是在百官堂 周万顺赶紧又一通奉承 他明白这是只有木百夫才能搞定 再三地拜托他一定要帮忙 木百夫看他还是没明白自己的意思 也只能把话说得更通透鞋 就我一回来啊 会有人找我 这个说大井钻孔经了老祖宗 那个说占了地 赚了大钱 多多少少都得给老百姓 老师病是吧 这风格和谷主任绝对是一个系列的 周万顺赶紧从荷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钱递给木百夫 嘴里不断地说着请他一定要帮帮忙 可木百夫却好像还没完够 你要是这么做就等你把我送进去了 好像我木百夫吧 因为你没给我钱我就不办 是怎么回事吗 我是害怕办不好 你的大事吗 不是 你别客气 真的木书记 你不要再推辞了 我再说一次就算兄弟求您了 木书记 麻烦你了 你帮帮忙 眼看周万顺的态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 木百夫这才从他手里把钱接了过去 我周万顺 再一次谢谢木书记 周老板呢 你以后就别这么一口一口地叫我书记了 好 你要不然叫我老木 要不然叫我白夫 那那就白夫 自从去了一趟木百夫家 村民们就把老祖宗抛到了九霄云外 周万顺的第二口井也终于顺利开钻 周万顺大清早就被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吵醒 夫妻俩出来一看 一支哭丧的队伍正对着他家门口卖力的场 领头的正是施工队的李队长 此时李队长慢悠悠地走上前 示意哭丧队伍暂停 周万顺快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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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还钱 哭三年 不还钱 哭丧队伍继续又吹又唱 还不停地撒纸钱 周万顺听得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跪倒在他们面前 一边磕头一边哀求他们不要再唱 不久前周万顺的第二口井正式开钻 谁知刚刚开工就挖到了流沙 二号井就这样报废了 周万顺只得又换了的地方开钻三号井 可此时一号井却突然不出油了 抽出来的全变成了水 一号井出油没多久 连本钱都还没回来 周万顺气得直踹机器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三号井上了 只要三号井能顺利出油 那一切就都还不是问题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 三号井也出问题了 井底深漏 全井踏翻了 这口井 又多飞了 眼看最后的希望破灭 周万顺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 而这回他不仅把全部家底都赔了个金光 还欠着李队长的工钱没付 现在周万顺手里再也拿不出现钱 只能求着李队长多宽限些时间 当时咱们是说好了 你是先付过我们后开工 我是觉得你这个人没人挺仗义 那后两口井 你没给钱我就开工 到今天为止 你一分钱还没付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李队长 你再容我几天让我想想办法 李队长来来回回找了周万顺三四次 始终没要到一分钱 每次周万顺都让他再等几天 他被手底下的工人逼得没办法 只好请来了枯桑队要掌 而这招也果然管用 周万顺当场承诺三天之后就还钱给他 周总 你早这么说还用我这么费劲吗 咱们走 三天期限转眼就到 李队长如约带着人来找周万顺 而周万顺也准时等在井口 但他还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姓周子 你是个男人吗 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说话算数 钱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我真没钱哪 李队长你再等等 等我出了油 我一定会还给你钱的 看周万顺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 李队长气得从身上掏出了一把小刀 麦斗远远地看到 抄起棍子就冲了上去 眼看儿子跟他们就要打起来 周万顺直接亮出了一幅棺材 看看这口棺材 一群人顿时都愣住 周万顺走到李队长面前 撩开自己的大衣 李队长 我周万顺欠人钱从来不敢抵赖 你今天要杀我 我就让你杀了 我想不出办法来了 那你要是觉得动不了手 我周万顺今天这条命就是你给的 我谢谢你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欠你的每一分钱 我一定都会还给你 看周万顺被自己逼到了这个份上 李队长也心软了 他无奈地扔下刀子转身离开 可此时周万顺却突然晕倒了 李队长赶紧骑车把他送到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后 周万顺是身体太虚弱导致的昏迷 需要住院治疗 可麦狗却拿不出那两千元住院押金 李队长从麦狗手上拿过检查单看了眼 从身上掏出钱包交给麦狗 考虑到给父亲治病要紧 麦狗只得拿着钱先办理了住院手续 随后他感激地把钱包交还给李队长 而李队长又从包里掏出两百块钱递给他 你爸住院李师傅没有钱不行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看谢李队长 谢什么 他换成你你能不管 我把这个人啊就是太要强了 他换二十年以前我那一刀肯定下去 李叔就说七块了 别说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李叔的道也下不去 我们都知道你是山洋的 就这样 李队长非但一分钱没要到 反倒电进去两千块住院押金 周万顺清醒之后 银花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他 得知是李队长给自己付的住院费 他心里更沉重了 趁妻子去找护士换尿 他直接穿上衣服跑了出去 不管麦狗和母亲怎么劝他 他都不肯继续住院 是 听爸的话 把住院费要回来 我们回家 为了让丈夫随时醒来 都能吃上一碗热面 灶里的火一直没有吸 而银花也在康边做了一夜 昨天应付完上门要摘的李队长后 周万顺却突然昏迷了 医生说他是连日来精神压力过大 导致身体虚弱 建议他住院治疗 可他却死活都不肯住院 回家后他倒头就睡 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万顺 你总算醒了 我还以为你这么一睡 就醒不来了呢 看丈夫醒了 银花赶紧把热在锅里的面条给他端来 周万顺此时也确实是饿了 狼吞虎咽地扒拉着面条 吃完后他又来到报废的游井边坐着 看着那连水都滴不出来的管子 周万顺是欲哭无泪 夜里他告诉妻子和儿子 自己已经想好了 明天就走 看他终于想开不打井了 银花和卖狗都开心得不得了 谁知他却说要卖狗继续留在这里 欠人钱总要有人留在这里嘛 我跟你胡文周就是弄钱去 周万顺决定带着妻子回去借钱 再弄个一两百万过来继续再挖一口井 他是铁了心一定要赚出油来才死心 我不能就这样就认输了 我要这样的话 我就找不到我自己了 银花当即就表示不同意 可他的意见根本左右不了周万顺 不管他们同不同意 周万顺是一定要干的 而卖狗是连劝都懒得劝了 在他眼里 父亲现在对挖油已经入了魔 从一开始他就建议父亲找个专家来看看 可父亲总是凭着自己的直觉一味蛮干 根本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明明自己什么都不懂 还固执的不相信科学 我要不懂 当初那些日子那些拉油的油罐车 他能排到二里地去吗 爸当初是有用 问题是你坚持了多久啊 最后就剩下水了对不对 一滴油都没有了 凉头井是怎么废的呀爸 从第一口井出油起 麦斗心里就不踏实 这一片原本就不是产油区 他早就叫父亲找专家来看看 可父亲怎么都不听 现在果然应验了他的猜测 拼上全部身家挖的三口井都废了 麦斗忍不住把所有积怨都发泄了出来 儿子对自己的质疑 你不就是念过初衷吗是不是 你文化高吗 你就那两把刷子 你敢指手画脚的批评你老子 你也不撒泡药去 这我就应该自己撒泡药了 我好好招着自己 我一看我管什么都不是 我爸才是最厉害的 我老子才是天下第一的 你能 你能在黄土高原上攥上 一个一个空不出路 你什么油 你能不上来 讲一次 我还在讲一遍 也是这个话 我打死你 没想到丈夫真的动了手 银花赶紧扑上去抱住了他 看麦狗嘴角都被打出血 他直接把丈夫给赶了出去 对着他一顿又垂又猫 冷静下来的周万顺也十分傲呼 自己刚才确实是冲动了 他不好意思在进屋 蜷缩着身体蹲在门外 麦狗也知道父亲不是故意的 并没有生他的气 可对于父亲的这种盲目坚持 他实在是无法理解 爸 咱回家不好吗 非要这么多多的钱干什么呀 你非要跟别人一笔高低上下 有什么用啊 我妹 那么小就出国了 咱一家四口就剩下一家三口在国内 我们就不能踏踏实实回到温州 三个人抱在一起 过日子多好 在一起不是比什么都强吗 可此时的周万顺已经回不去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以他的倔脾气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黄土坡上 麦狗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独自留在了陕北 周万顺和银花则回温州去继续借钱 眼看没几天就是春节 这个年麦狗注定要一个人过 看见老师走进教室 同学们赶紧站了起来 谁知这位新来的老师却吓了一跳 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 麦狗则站在讲台上拘谨地给学生们做了下自我介绍 前几天麦狗去小麦部埋纸写对联 齐老师看到他的字之后大为赞赏 刚好学校有位老师被调走了 在齐老师的建议下 木柏夫决定请麦狗来带几天课 可麦狗只有初中学历 哪敢去给别人当老师 他忙说自己不行代不了 你看齐老师和木书记都这么信任自己 麦狗也不好直接拒绝 只得说回去再考虑一下 谁知临走前 木柏夫又热情地给他倒上了一杯白酒 看木柏夫都这样说了 麦狗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随后他就迈着魔鬼般的步伐 跌跌撞撞地往家走 何何放羊回家看到了睡在路边的麦狗 赶紧把他扶了起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回去 谁知一进屋麦狗就拉着他躺了下去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和男神独处 何何虽然心跳得飞快 但还是贪婪地在他胸口趴了一会儿 安顿好麦狗后 何何一脸满足地回了家 而麦狗虽然嘴上推托着不去代课 内心还是很向往那方讲台的 他换上了一件看起来最正式的外套 紧张地走进了教室 他强压着颤抖的声音和同学们做完自我介绍 随后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堂课 可拿起粉笔却怎么也写不好的 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此时小迷妹何何也带着他的羊来旁听了 孩子们听到羊叫声根本没了上课的心思 一个劲地往窗外瞅 麦狗一看是他 赶紧出来叫他把羊带走 可何何却站着一动不动 我跟你说话呢 你赶紧把羊轰走 影响学生们上课了 你们都走吧 你们都影响小周老师上课了 赶紧走吧 我没跟你闹啊 我数三个数 一二三 你必须把羊轰走 你听见没有 数三个数啊 必须走 你谁跟你闹着玩呢 你影响学生 你看看学生 现在谁还上课了 赶紧轰走啊 你轰不轰 看何何故意捣乱 麦狗只得亲自上阵赶羊 谁知这羊跟庄恶到党似的 好不容易被他赶出去 两步又立马退了回来 反正就是要围在何何身边 麦狗算是看出来了 这群羊只听何何的 我求你把羊都走 啥 我求你 看男神都拍口求自己了 何何这才听话的 带着羊离开了学校 可他却又把羊赶来了村委会 告诉父亲他要上学 上学 你这丫头想一出事一出 你今年多大了 快二十了 上什么学啊 上学念书啊 改你念书的时候你不念 怎么劝你就是不听 你现在去看看 那学校有你这么大的学生啊 我不管 我就是要上学 看父亲不同意 何何转身就跑了出去 把羊都赶进了村委会办公室 穆百夫被女儿折腾的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他 大瑶村小学里 多了一个二十岁的大龄学生 全班就数他听课最认真 眼睛一直死死盯着老师 可当麦狗提问时 他却一脸茫然 笑了好几遍他才回过神来 穆何同学 奇力呢 笑什么 上课呢你严肃点 来 现在请你给大家朗诵一下 提心临避 这可把何何给难住了 他来上学就是为了多看两眼麦狗 哪听的进去他教的是什么 看何何冲着自己一个劲傻笑 麦狗心都乱了 赶紧叫他坐下 麦狗回到讲台上 给大家继续讲课文 本文是十九世纪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 法布尔写的一篇观察笔记 这个人叫法布尔 他是法国的 提起法国 麦狗一下就想起了阿语 她的声音不禁哽咽了 而此时的阿语 刚和好友林玉琪一起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 可他们的第一批货就被海关扣押下了 对于扣押的理由 工作人员却不给出任何的解释 您不能这样 我把所有钱都投在这批货上面了 您这样我会新家到产的 您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保安 请送这位女士出去 这件事让阿语和林玉琪都非常气愤 冷静下来的阿语决定把海关告上法庭 堂堂正正地把货拿回来 她到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一位专门帮中国人打商业官司的律师 而且这位律师还会说中文 阿语 阿语怎么都没想到 雷昂现在都已经当上律师了 而且还在短短两年内学会了中文 等阿语把事情经过告诉雷昂后 雷昂也觉得这件事比较难办 雷昂对阿语的事情非常上心 除了因为他的救命之恩 更因为他一直都暗恋着阿语 很快他就弄清楚了海关扣押那批货物的原因 原来那个服装是意大利的一个新品牌 还没来得及在法国注册 所以会被海关认定为非法入境的货物 我们联系意大利的商场 不是 我们联系意大利厂商 让他们在法国进行品牌坠塞 你的这些服装就何妨呢 在雷昂的帮助下 阿语成功地拿回了自警部 而雷昂也趁热打铁地邀请阿语共进文餐 他带阿语来到一个漂亮的庄园 看起来他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 阿语越看越疑惑 可雷昂解释说自己只是花钱租下了这个庄园吃顿饭里 这里多少钱啊 你疯了吧 不贵 不贵 我想让您体验一下法国贵族的生活 来吧 雷昂 屋内的装饰看起来简约又高贵 都是一些阿语从没见过的陈设 客厅里一张油画吸引了阿语的注意 他觉得画上的女人长得好奇怪 雷昂脱口而出 说画上的是他爷爷 这是我奶奶画的 其实我也不懂 为什么把她画成这样 不太像 阿语很快反应过来 原来这个庄园是雷昂的家 雷昂此时也不庄了 承认了自己法国贵族的身份 抱着好奇的心理 阿语提出想参观下他小时候住过的房间 雷昂替他打开房门后 自己却找借口到楼下去了 阿语转身一看 房间里全是跟他有关的东西 他曾经穿过的衣服 他的画像 甚至还有卡乔爷爷的手风情 阿语怎么都没想到 雷昂对自己竟然这么用心 用餐时雷昂给他讲述了 自己家族的浪漫爱情故事 当年他的爷爷暗恋他奶奶多年 直到他奶奶的心上人离他而去 他才正式向他求婚 而他的父亲也是暗恋他母亲多年 最后才鼓足勇气向他求婚 看来暗恋是两样家族男人的传统 自从上次跟阿语分开之后 他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他 期间也交过女朋友 却从没想过要跟谁结婚 阿语的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怎么都忘不掉 而他学习中文 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雷昂做的这一切让阿语很感动 而他却并不想现在嫁给他 第二天清晨 他从雷昂的怀抱里离开 给他留下了一封信 雷昂 感谢你的求婚 感谢你给了我久违的安全卡 可是对不起 我现在还不能嫁给你 很快我就要和林雨琪 一起回意大利了 回到我们长大的普拉托 在那儿 我们要创建一个 自己的服装品牌 开始真正的创业 我希望有一天 在我自己的庄园里 你能把那枚神秘的钻截 传递给我 我一定会开心地戴在手上 听你再说一次 嫁给雷昂吧 阿语就这样不辞而别 拒绝了这个帅气又多金的痴情男 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呢 反正小编是会毫不犹豫地嫁 哈哈哈哈 大年三十卖狗独自在陕北过年 村书记却突然找上了门 说请他帮忙写个汇报材料 卖狗反正闲着没事 当即就配合着木柏夫一起行 谁知这一写就中了他的圈套 材料写完后 木柏夫死死拽着他的手 非要他去自己家吃团年饭 这大过年的往别人家跑 卖狗觉得怎么都不太合适 但木柏夫早就准备好了说辞 哎呀你说呀 这过年应该再自个脚步 是不是 不管他怎么拒绝 木柏夫反正就是不松手 死死地拉着他往自己家走 和和自从到学校上学之后 更加加大了对卖狗的攻势 虽然上课时他不再盯着卖狗不松眼了 却躲在桌子底下偷偷给他绣鞋垫 你别扎了手啊 上课的时候该干嘛你自己不知道 和和对卖狗的心意路人皆知 却偏偏只有卖狗浑然不觉 而木柏夫和妻子也早就看出了女儿的心意 你看这小周老师怎么样啊 那当然好了 这孩子知书达理的 比咱狠狠强 那咱把他招来做个养老女婿怎么样 此时和和从卖狗家回来了 说卖狗不愿意过来跟他们一起吃团年饭 要自己在家过年 听到这话母亲顿时觉得卖狗是个懂事的孩子 可木柏夫却打起了小算盘 好啊 你真的想让这位小周老师上家来吃饭 好 你等着 我去把他给你叫来 看父亲出马 和和知道卖狗今天是肯定回来了 木柏夫来到卖狗家 甲义请他帮忙写材料 完事后又非要请他吃饭感谢他 麦狗就这样强行被他拉回了家 菜单上桌木板副就连进了他三杯酒 这第三杯酒啊还是要感谢小周老师 对咱们村啊出的这个力 你看我这代表村委会和党支部 向你表示诚心的感谢 来来 干一个 莫书记 莫书记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这个酒吧 我真喝不动 哎呦 你跟这个大小伙子呢 没事 你要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三杯酒下度后 麦狗算是彻底喝开了 从一开始的难以下咽 变成了完全不受控制 在不知不觉中 跟木板副干了一杯又一杯 随后他便在和和的搀扶下 边走边吐地回了家 巴达 你看都十一点了 和和还没回来 瞎操什么心 年轻人在一起 要他们自己聊生 在父亲的助攻下 和和成功地拧下了麦狗这个挂 谁知麦狗醒后却一脸的惊恐 他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和和 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并没有按常规剧情那样 当场发誓会对和和负责 反倒是急切地赶他走 就算和和死死抱住他 他也只是狠心地把他推开 然后躲得远远的 看麦狗真的这么嫌弃自己 和和的心彻底被伤透了 可是 面对麦狗的不为所动 和和此时再也开心不起来 只有满心的悔恨和羞愧 其实小编也不愿意见到这一幕 可百折不挠的周万顺 还是又借到了一百多万 虽然是三分五的利息 但他觉得只要能挖出油来 再高的利息都不是水 为了尽量节约成本 他火速带着钱回到陕北 找了个施工队就开挖第四号井 开赞当天 他对着这片黄土地 虔诚地磕了三个头 麦狗远远地看着父亲 新嫁起的游景 既无奈又佩服 或许是周万顺的诚心感动了上天 没过几天井里就出了油 出油了 随着一辆又一辆的油罐车 在工地穿梭 很快他就带着卖油的钱 来到李队长家 李队长 先还你十万块钱 剩下的我很快就能凑齐了 看他博真这么讲信用 李队长也对之前的暴力催修 表示抱歉 可是钻井队不是他一个人的 他也没办法 安顺 我实话跟你说 我能在线上 揽向着钻井的活 靠谁 能靠线上的领导 人家给我十块钱 我得安一百块钱 股给人家钱 正在此时周万顺的电话醒了 四号警的工人打电话来告诉他 井里突然不出油了 周万顺心急火燎的挡回工地 环口果然全是水 一滴油都没有了 不是出的头发 等等 再等等 再带总房等给你看 他蹲在井边一连等了几天 可井里愣是再没出过一滴油 井里不出油就没有收益 但赞井队每天的费用都要照给 周万顺实在耗不起了 只得拆了井家 经历了四次失败的周万顺并没有气馁 他偷偷地一个人离开了陕北 又继续想办法弄钱去了 父亲这样近乎风魔地挖勇 麦狗现在已经见怪不惯了 既然已经这样了 这别管他 你让他折腾去 再折腾这个家就没了 寒假已经结束 麦狗又继续回学校代课 路上他遇到了徐二瑶 徐二瑶警告他不要再去招惹和和 虽然麦狗都快一个月没见过他 但提到他的名字还是有些心虚 我没找他 和和病的十几天连门都没有出 和和病了 你装啥呀 课堂上麦狗拿起课本 正打算开始讲课时 却看到了那个原本属于和和的座位 顿时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自习吧 自习吧 自习 他站到教室门口望着和和家的方向 心里悄悄地涌起了一阵担忧 放学时木百夫出现在了学校门口 麦狗战战兢兢地上前跟他打了声招呼 他料定木百夫肯定什么都知道 主动冒着被打的风险跟他道歉 谁知木百夫缺一点也不怪他 哎呀老话说得好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这事情上和和他也有责任 我呢就更有责任了 他这个态度让麦狗更加无地自容 只得不断地说着对不起 有一句话 好汉做事好汉当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去看看和和 还有一件事情 原本不想告诉你 还是不告诉你了 那你说呗 好好把手回上了 听到这个消息 麦狗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 他无力地蹲到地上 不知道该怎么弥补自己床下的这个踏天大火 我不要当爸爸了 谢谢侯儿给我这个家 麦狗感受着许久未有的温暖 紧紧地抱着和和 可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 周老师娘会让你去一趟 来了啊 麦狗穿上外套出来 谁知却被几个人用麻袋蒙住了头 领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父亲周万顺 绑好儿子后 周万顺开着拖拉机就往静边去了 一个多月前 麦狗酒后和和和和发生了亲密接触 哪知运气那么好 和和竟然怀孕了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麦狗只得答应到穆家做上门女婿 他正打算回家跟母亲商量这件事 父亲却打电话来叫他们去静边 说他在那边勘测好了一块心底 要在那边开五号井 你爸说在静边又开游景 让咱们赶快过去呢 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钱 我不去啊 我得上课 行 你别去了 我去看看去 我看他在那儿再胡闹 我把他拽回 咱们一块儿回温州 我温州也不去了 这地方挺好的 我就在这儿待着了 你这孩子 你怎么也想起一出事一出啊 对了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没 没事 那个 赶紧给我回来 淫花立马收拾行李去了静边 等他到了地方 周万顺的游景已经架起来了 他兴奋地告诉妻子 这回他是专门请了勘探队勘探队 而且请的是最好的打警队 你就当着听胜利的消息吧 淫花 好好好 我这是最后一次谢你了 这就对了 随后淫花告诉丈夫 麦狗现在在大瑶村小学待客 不能过来了 周万顺哪能容忍儿子 当个乡村小学的老师 立马回到大瑶村去找他 叫麦狗跟他一起去静边挖油 可麦狗已经决定不再离开这里了 爸你看啊 小的时候呢 你管我 我肯定得听你的 现在不一样了 我长大了 我该有自己 给自己的事做决定的时候了 您不能说小的时候 在我身上双根线 现在还要在我身上双根线 您走到哪儿就把我拽到哪儿 不管周万顺怎么说 麦狗都铁了心地不跟他走 而周万顺看儿子不听自己的话 直接冲进了教室 麦狗看父亲这么不顾及自己的感受 气得把他推倒在了地上 我说了我不回去 你出息了 你敢打你老子了 你真处死了 把唱歌去 武逆父亲后 麦狗自己心里也很不好受 和和靠在他的肩头 想尽办法地哄他开心 看麦狗一直板着脸 他站起来一边奔跑一边唱歌 麦狗也终于被他的纯真感染 和他一起在黄土坡上放肆地大笑起来 随后他第一次主动把和和搂搂进了怀里 穆百夫知道周万顺来了 主动拎着后里上门提亲 说麦狗和和和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很快他们就要当爷爷奶奶了 你讹我 你想讹我 周万顺怎么都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认定是他们给麦狗下了头 目的就是想跟他们家攀上亲戚 周大老板 你怎么竟然把那好事往外出去想的 反正你就想讹我们了 你就是下刀了 那是 周大 我告诉你 这儿不是你们温州 这是我的地方 放明白点 说完穆百夫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周万顺差点被他气扎 把他送来的东西都扔了出去 穆百夫也不生气 又慢悠悠地把东西提了回去 麦狗将他还要做大胜意呢 给他们家去做上门女婿 去做梦去吧 在穆百夫的窜托下 麦狗直接住进了他们家再也不回去 周万顺只得到学校来找他 可不管他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麦狗死活都不跟他走 而穆百夫这边则热热闹闹地筹备着婚礼 周万顺看在眼里 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些日子麦狗和和和和相处下来 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家的感觉 正在两人你们我农时 周万顺叫了个小孩把他骗了出去 谎称杨校长找他有事 麦狗强压心中的躁动 飞快地在和和的嘴上作了一口 谁知他一出来就被父亲用麻袋打包 连夜拖去了禁边 周万顺停下拖拉机 把麻袋里的人放了出来 而这人正是他的儿子麦狗 为了阻止他给穆家当上门女婿 他不得已请了两个人把儿子绑来了禁边 可即使这样 麦狗仍然不愿意跟父亲去采游 闭门心思要留在大窑村 周万顺当年卖掉祖屋 从瑞安的小山村里走出来 为的就是能在外面闯出一片天地 谁知儿子现在却要在这个穷乡僻壤里 当个小学老师 还要给人家做上门女婿 这让他怎么都接受不了 饶了我爸 啊 你饶了我爸 我怎么饶 麦狗 我饶你在窑洞里头 跟老婆孩子热肝头过一辈子 我愿意 麦狗如实告诉父亲 自己跟和和确实已经有了夫妻之史 而且和和先在肚子里 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可周万顺却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当年他带麦狗出来 是为了以后能活得更好 不能眼睁睁地看他这样自毁前朝 麦狗看父亲一意孤行 静止跑到了悬崖边 周万顺也赶紧追了上去 你想放他 你想放了你 你看我过你那样的日子 我过不了我累了 我受不了你了 我看不着希望的量 我看不着成功的量 你放了我吧爸 我求求你了 我明天就要跟人家结婚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不走啊 你放了我不行吗 周万顺依然在试图说服麦狗 要是他现在争取了和和 那他这辈子就定醒了 要不他多久 你就是一个山北农民 你辈子就住在窑洞里头 我带你 你辞子孙孙都住在破窑洞里头 我这个当天的心里过不去呀 我过不去 我过得去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过得去就完了 来陕北的这些日子 麦狗已经渐渐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也已经打心底里喜欢上了和和 喜欢上了那种家的温暖 他从十六岁就跟着父亲离开的家乡 从那时起 他就觉得自己像个孤儿 我从内蒙到东北再到陕北 我住过一天自己的房子吗 没有 现在和和给我了 和和给我摇洞 和和给我热炕头 我愿意跟他过日子 我愿意住他的热炕头 怎么了 人自己有自己的活法 你干嘛非得逼我呀 你做梦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不会答应你 看父亲还是要固执己见 麦狗转身就往悬崖边上走 周万顺赶紧叫住了他 麦狗 向来倔强的周万顺第一次选择了统邪 他开着拖拉机把儿子送回了穆家 而麦狗失踪的这一整天 和和在家眼睛都哭肿了 亲家 谢谢你把我女婿送回来 要谢就谢你的女婿吧 是他自己要回来的 要不然 你这辈子休想见到他这人 你这话 我信 第二天婚礼如期举行 周万顺也带着银花来到穆家出席婚礼 眼看儿子结婚取了媳妇 他心里却像有块大石头压着 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晚上回家后周万顺越想越难滚 当初自己不让麦狗出国 就是不想把他过季给阿兵 谁能想到现在他自己倒是主动给别人当了上门女婿 要知道是这个结果 当初还不如刘阿兵在身边了 就凭阿兵那股的聪明劲 他怎么地都比他哥哥有出息 还不都是你 冷心狗废的 你又要赶阿兵出去 现在好了 一个当了上门女婿 一个在国外折腾 咱就这俩孩子 不都让你折腾 我折腾什么呀 我这不也是为孩子们好吗 此时的阿宇已经跟林玉琪一起回到了普拉托 打算在这里创建一个自己的服装公司 两人出发前雷昂在三丁中 一定不要雇佣黑工 可玉琪却觉得公司现在还才刚当起步 一切都要以节约成本为宗旨 他是律师 是受法律惊吓长大的 以后咱们情况好了 谁还会用黑工啊 阿宇再次回到了巴尔的餐厅 恰巧当年举报林玉琪非法入境的塞萨尔也在这里 他对阿宇充满了高度的警惕心 觉得这个温州女人将来一定会抢走他们的市场 在他的动员下 路易也答应和他联手对付阿宇 想趁他们事业刚起步时就赶紧出手 迎免将来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阿宇在巴尔的餐厅里待了一波后 很快就发现不对劲 从前的大厨胡文玥在外面悠闲地喝茶 而巴尔却在厨房洗碗做菜 胡文玥告诉他 巴尔的餐厅前几年经营不善被他收购 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他留下巴尔在这里继续工作 而大卫也在不久前永远地离开了他父亲 听到这个消息阿宇一下愣住 小编也吓得赶紧扔掉了手里的炸鸡 赵大明我被你害死了 等阿宇赶到工厂 果然新进的批布全都被裁成了一块一块 而赵大明看自己闯了大火 以最快的速度扛着火车跑了 阿宇和林玉琪回到普拉托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 他十分欣赏奥诺雷的设计 可这个人性格古怪不好打交道 为了能拿到他的时装销售权 他决定做一款最能传递奥诺雷设计精髓的样衣来打动他 帮我把赵大明加了 不一会儿 一个谷歌轻奇神似面筋歌的男人出现在阿宇办公室 阿宇示意他摘下耳机 看着他这四步着调的样 玉琪实在是对他的工作能力没信心 可阿宇却说这是他特意重金挖来的人才 是这一行业十年的老师傅 而正如阿宇所说 赵大明干起活来确实是兢兢业业 不仅越干越来劲 还越干越聪明 阿宇只是叫他照着图片先做个排料图给他看看 他却把工作的主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薄叶把厂里新进的批布全部都按自己的设计才完了 干了一夜的活之后 他一脸期待地向阿宇邀功 邦哥类似的时装各选了 有特点的地方啊 把它全都拼成了一套纸样和排料图 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师傅 你让我按照照片上的那些时装 给你整出一套可以生产的纸样和排料图啊 我昨晚干完以后啊 你看 刚睡醒的阿宇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变得无比清醒 整整七十万里拉的批布就这样被赵大明给祸害 他恨不得顺着电话线爬过去掐死他 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火 赵大明毫不犹豫地溜了 阿宇抄着梁衣尺满工厂的张塔 却连人毛都没见到一根 此时的阿宇想死的心都涌了 看事情已经弄成这样 玉琪建议先不要管购买奥诺雷设计版权的事了 反正批布已经被裁成这样 干脆拿这些纸样做件衣服出来试试看 至少还有希望能挽回一些损失 阿宇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按玉琪说的做了试试 谁知结果却大出所料 做出来的衣服居然还挺好看的 把赵大明给我找回来 上哪儿脚的小子 这一看闯了货 早踩着西瓜屁上月球了 这小子是个人才 工人们连夜赶工 很快就把这批衣服都做了出来 而这1500件衣服由于设计新颖 在出厂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 两个年轻的女孩也总算顺利渡过了这个难关 连以为他们的事业会这样平稳地发展下去 谁知塞萨尔又一次把电话打到了警察局 举报他们雇佣黑工 看着他们厂里生产的服装 塞萨尔也不禁感叹确实是漂亮 可他的儿子却觉得这个设计看着很眼熟 他拿来奥诺雷的设计图 发现这衣服跟他的设计居然十分相似 有了这个发现 塞萨尔更有信心对付阿宇了 熊大和熊二当晚就来到阿宇楼下 以涉嫌使用黑工为由逮捕他 这次阿宇不仅要被拘留 还要交付数额不小的罚款 而他雇佣的那些黑工也全部都将被遣送回博 可塞萨尔并没打算就这样放过他 他知道只要留阿宇一口气在 他就能想办法东山再起 一个嘴上挂着两根香肠的女人 走进了阿宇的办公室 他受设计师奥诺雷索托 起诉阿宇剽窃他的作品 今天是特意过来下战书的 临走前他满脸微笑地提醒阿宇 这场官司一定会让他赔到破产 祝您今天愉快 阿宇早就对这个女人有所耳闻 他外号大白沙 是普拉托很有名的律师 他的费用都是按赔偿比例提成的 所以这场官司他绝对会全力以赴 阿宇并不想跟奥诺雷对付公堂 他来到奥诺雷的工作室 想找他私下和解 可奥诺雷却根本不见他的面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秀星来了 林玉琦偷偷通知了雷昂 得知阿宇有难 他火速从巴黎赶了过来 看到他的出现 阿宇心里踏实多了 两个人经过多方面分析 这场官司确实是没有胜算 雷昂建议还是和奥诺雷亭外和解 这回奥诺雷倒是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却要求阿宇支付巨额的赔偿金 数额之大阿宇根本无力承担 开庭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 可阿宇却突然失踪 玉琦找了整整两天都没找到他 雷昂坚信阿宇的微人 决定和林玉琦一起代替他出庭 在法庭上 香肠女出示了诸多的证据 证明阿宇公司的服装设计 有很多地方都是抄袭奥诺雷的 并且索要600万里拉的赔偿金 眼看香肠女证据确凿 雷昂无力辩护 只能要求和奥诺雷庭外调解 可香肠女眼看这场官司必胜 怎么可能让到嘴的鸭子飞掉 他当场拒绝庭外调解 除非被告愿意先支付400万里拉的赔偿金 然后 我方才可以考虑通过法庭调解 解决此项诉讼 谢谢 雷昂正考虑着要不要自己帮他把这笔钱出了识 阿宇一个跟头就摔了进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堆资料 原来这几天他一直待在图书馆 在查阅了三天三夜之后 终于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他拿出这几天搜集的图片资料 上面都是历年来著名时装设计师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基本设计和细节 很多地方都和奥诺雷的作品相似或是相同 而别人都比他更早公开发表 最早的一个应该是十五年以前 这些图片充分证明了 阿罗勒先生设计的这两款时装 是抄袭拼接制作 他没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更谈不到拥有自己的版权 没有版权就意味着他没有资格起诉阿宇侵权 阿宇轻轻松松就反客为主 把原告变成了被告 香肠女妻的快要爆炸 他狡辩说每个服装设计师都拥有 对时装基本元素进行再次创作和加工的权利 而这个说法正中阿宇的吓唤 既然每个设计师都有这样的权利 那他们公司在奥诺雷的设计基础上 再次创作就同样在合法范围内 法官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请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伊兜的部位 波罗朗之一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 这个设计和阿罗雷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 都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 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 我相信 同样的事情 虽然当事人不同 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 说得好 法官最终宣布 阿宇他们公司的产品与奥诺雷的设计方案细节上虽然有类同 但拥有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和理念 不足以构成侵权 得到这个结果阿宇和玉器都喜极而起 而雷昂也更对阿宇刮目相抗 你要是当律师 肯定能比我强 你可以改行了 我还是喜欢当我的老板 阿宇的事业终于可以步入正轨 此时周万顺的五号警也挖得热火朝天 葵队长告诉他 这个地方的藏油层比较深 但是很快就能打到 得到专业人士这样的沉默 周万顺仿佛已经看到了石油花花往外貌的场景 他决定再回一次大窑村 这次一定要把卖狗叫过来 和他一起见证出油的那一刻 周万顺突然一个急杀 转头就叫齐老师拿几串鞭炮给他 还兴高采烈地说自己的油警已经出油了 而且出油量超级大 是整个陕北出油量最高的一口井 齐老师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赶紧把店里最响的鞭炮拿给了他 周万顺就这样举着鞭炮 一边走一边喊着出油了 消息立马传遍了全村 穆百夫听说这个消息后 更加庆幸把女儿嫁给了麦狗 哎呀 可是我有先见之明啊 在他周大老板最落魄的时候 一分钱没话 就让他儿子结了婚 他现在翻了身得寄我的好吧 我在问一遍 你肚子里边 到底有没有孩子 没有 得到这个答案 麦狗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开这里 就在他要走出门的那一瞬间 合合冲过来紧紧抱住了他 别忘了我 别忘了这个家 麦狗并没有回答他 只是无情地震开了他的手 随后背起行囊离开了这片黄土地 周万顺谎称新蛙的油井已经出油 跑到学校跟儿子报喜 父亲终于成功挖出了油 麦狗发自内心为他高兴 可周万顺景接着又叫他收拾东西跟自己走 去境边给他帮忙 就算父亲现在挖出了大油井 麦狗依然不愿意跟他去境边 虽然儿子仍然坚持不跟自己走 但周万顺还是不肯死心 他不想看到儿子真就在这黄土坡上过一辈子 反正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别问了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看儿子是真的铁了心 周万顺只得失落地走 而麦狗回家时老丈人也早早地等在了门口 他一反常态地劝麦狗跟父亲去境边 看麦狗不同意 他脸色立马就变了 答 怎么了答 麦狗的意见根本左右不了老丈人的决定 人狠话不多的老牧第二天就把麦狗的工作给辞了 麦狗看着来接替他工作的老师 整个人都不好啊 他立马跑回家找老丈人理论 而木柏夫也丝毫不藏着掖着 直言就是想让他跟着周万顺去挖泳 看老丈人把话说得这么直白 麦狗也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你让我到老爸那去 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代表咱们全家去他那分钱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女婿啊 你说这话我爱听 我不但让你过去 我还要让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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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到那去帮着你大管个材料管个物 你妈呢到那去做做饭呢 打扫打扫卫生 你看自家的企业嘛 怎么让别人去管的是吧 说完他叫麦狗明天就出发去禁边 而看清木柏夫真实面目的麦狗 此时更加坚持不会去禁边了 眼前这个女婿死活不上榜 对木家再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木柏夫所信下了竹克力 这个字一出 麦狗在这个家再也待不下去了 他不顾和和的阻拦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木家 第二天一早 和和在麦狗以前住的窑洞里找到了他 看到他没有离开大窑村 他总算把心放了下来 而麦狗也说出了心里话 他并不是不想走 并不是不想闯出一片天地 他只是不想被父亲操纵 更不想被老丈人牵着鼻子走 但现在的他哪也不能去 那丢子里边揣着咱俩的孩子 我这俩都对就没问题 咱们的也得等孩子生出来 我才走了才输得过去 可是我是头大门 就是你生了孩子 我也做不了 能走 我肚子里就没穿孩子 和和说出这话 麦狗以为自己幻听了 而和和也再次一字一句地说给他听 我肚子里就没穿孩子 麦狗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而和和的表情看起来无比坚定 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他告诉麦狗 怀孕的是是骗他的 是自己为了能拴住他而撒到 麦狗此时彻底崩溃了 这什么 我 谁呀 你骗的我 我有孩子 你干嘛把孩子给我弄没了 我有孩子 我孩子呢 你一天导完你 你在这又是两个又是戏 你让我每天听着你肚子 这个孩子的担心 对吗 我要跟你热会一下 你拿脚就踹我 你拿脚踹我 你今天是你拿脚踹我 你做鞭伤了孩子 得知这一切都是骗局 麦狗再也不想碰和和一根手指头 连看都不愿再看他一眼 和和哭哭着告诉他 他是实在不想看麦狗这么为难 所以才把真相告诉他 这样他就能放开手脚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能安心地离开大瑶村了 你走吧 你出去吵吧 你走 麦狗转身又问了一遍和 到底有没有怀孕 和和仍然坚定地告诉他没有 听到这句话 麦狗再也没有丝毫留恋 拿起行李就出了门 和和站在山坡上 远远地看着麦狗的背影 最后再为他唱了一次情歌 大叶阳回来看着麦狗 想起个人 想起个人 三花花草草草 花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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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狗回头对着和和挥了挥手 这一别或许再也不会相见了 随后他背起行囊 坚定地离开了大瑶村 而他不知道的是 没孩子才是和和善意的谎言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阿宇深刻认识这一点 刚跟奥诺雷打完官司 他就亲自登门去邀请他到自己公司工作 还承诺给他20%的股份 奥诺雷被他的大肚和大气所感动 爽快地答应下来 正式成为了他公司的一名设计师 而那个一夜之间裁掉他70万里拉披布的赵立明 也被阿宇请了回来 当初他虽然因工作披露险些害的阿宇赔钱 但好在因祸得福 他出色的创新让阿宇大赚了一顶 这样的人才阿宇绝对不能放过 除此以外 阿宇也明白入乡随俗数大招风的道理 在招工时他大量招募了普拉托本地人 哪怕本地人向来不加班 而且有固定修行 阿宇还是坚持要录用他们 现在有很多意大利人 在跟温州人做事业的时候 都输了 所以本来心里对咱们就不闷 如果再不给他们工作机会 会很反感咱们的 我觉得不能光看眼前例 毕竟咱们现在是在意大利做生意办工厂 应该要融入当地社会 被意大利人结为一个整体 在这个强大的团队合作下 与其服装公司的运转越来越顺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反的是 周万顺的五号警却突然出了问题 眼看就要挖到藏油层 钻头却突然坏了 发现问题的魁队长当场叫工人关闭了机器 说必须把钻头拿回去大修 要三四天才能修好 魁队长 这转盘还能修好吗 都修好了 估计在这B盘大不了了 魁队长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周万顺天天守在警边等 等的人都快磨着了 魁队长说 三天就会修好 就会回来 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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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万顺 银花找了个顺风车 把周万顺拉回了大瑶村附近 然后又改用版车一步一步 拖着他往山上爬 走了整整两天 终于回到了大瑶村 莫出去 莫出去 有什么事慢慢说 姓周子又败了 让人背回来了 听说麦狗的爸爸回来了 河河赶紧跑了过去 银花爷这才知道麦狗走 看看 麦狗也走了 让你闹腾的 不听劝 全都不听劝 现在怎么办呢 妈 你别着急 麦狗一定能回来 河河 好孩子 我们对不起你 不得这是傻话呀 我挺好的 我没事 妈 我 我去沙点热水 给我把她弄脚 看丈夫已经病成这样 银花劝她不要再执迷不悟 等身体养好了就回温州去 可迷迷糊糊的周万顺 却还嚷嚷着要继续干下去 你要死在山北 等我的脊 要死在银块 第二天一早 银花就发现丈夫不见了 她紧张地到处找 生怕丈夫想不开寻了短见 可到处都找遍了 也没见到她的人影 银花猜想丈夫多半是又回静边了 只得拿起行李又往静边赶 你不是 拿回来吗 咱们又坐呀 有事 周万顺果然又守在了五号井边 银花看到她的那一瞬间是彻底服了 她坐到丈夫身边 劝她跟自己回温州去 继续卖斜卖钮扣 没必要飞吊死在石油这棵树上 可周万顺办的字都听不进去 她在石油上面投入了这么多金钱和精力 现在要是走了 那前面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看丈夫不到黄河心不死 银花决定再也不跟她一起折腾 她领起包就要回温州 而周万顺还是不为所动 仍然幻想着葵队长马上就会回来 幻想着五号井马上就能出游 所以你疯了 我也疯了 我告诉你 你再不回温州 这个家就没了 你在这个家是中派千里 你知道吗 银花 你信我 你再信我一次 我一定能了 你信我 你再信我一回一万 银花这次是彻底绝望了 她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 这个相伴多年的丈夫 随后转身离开了境边 这片空旷的大地上 只留下周万顺孤独的身影 可她的表情却更加坚毅起来 银花独自回到了温州 拿起钥匙却打不开自己家的门 随后一个年轻女人从屋里出来 自称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这不是周万顺家吗 这房子以前是周万顺的 去年她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银花一下就明白了 丈夫早就背着她把房子卖了 很快她就提着行李又回到了境边 而周万顺对她的趋而复返 也一点都不意外 开玩笑 我老婆是谁 跟我一个战壕的战友 一定会回来陪我并肩作战 银花也不多说 只是默默地从包里拿出了几个小菜 还有一瓶白酒 她难得地给自己也倒上了一杯 然后平静地看着丈夫 万顺 我喝了这酒 你就跟我回温州 周万顺听完果断地摇了摇头 可银花还是把酒喝了下去 这操作把周万顺给看糊涂了 你不想回温州 你不想回温州 看看咱们家那房子 这么说 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知道我把房子卖了 银花并没多说房子的事情 脸上也看不出丝毫生气 万顺我跟你说 你要赖在这儿不走 我们就离婚吧 听到妻子说要离婚 周万顺这回是真急了 她赶紧向她道歉 说自己不该私自做主 把房子给卖了 银花我知道那房子是你买的 它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 我清楚 我没有办法了 我又不能跟你说 离婚跟这房子没有关系 银花不想再继续讨论房子的事 只是追问丈夫 到底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回温州 要是丈夫愿意回去 吃完饭她俩就一起走 要是她还是坚持不回去 那吃完饭她就自己一个人走 反正这顿饭 是我喝你在陕西吃的最后一顿饭 说完她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借着酒精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 全都说了出来 万顺 我们回头看看 你看这么多年了 你在外头闯荡挣钱 你一天到晚的突发奇想 一天到晚的找挣钱的商机 你是干什么没干成 干什么什么赔钱 银花的扭扣厂和她卖扭扣转的钱 还有她攒钱买下的房子 全都被周万顺赔进去了 你不光祸害我 你还祸害孩子 你说现在卖狗在哪 你知道吗 我知道吗 你再说阿语 她不想出国 你硬逼着她把她赶出国 到现在 她心里痛快吗 万顺我就想求求你 你就告诉我 你还能固执到什么时候 你这个老家伙 你就是个祸害 一家人从瑞安出来打拼了这么多年 却什么都没挣到 到现在都要窝在这么个小帐篷 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 比当地的农民都不如 银花劝丈夫跟自己回去 带着卖狗小两口一起踏踏实实地做点小生意 怎么着都会比现在强 你要是再这么乱来 一家人你看吧 都被埋在这黄土坡里头 周万顺终于跟银花一起走出了那个帐篷 身后的井架也渐渐地倒下 当初刚来到陕北时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第一次出游时那兴奋的感觉至今都刻在他脑海里 这些年他对脚下这片黄土地寄予了太多太多的期望 此时身后的游景像是伸出了一双手 紧紧地拉住了他 他不知不觉地再次朝游景跑去 而银花也对丈夫彻底绝望了 转身独自回了温州 银花又住回了当初那个废品回收站 看着屋里那张缝满扣子的戎毒 他决定再次从头开始 没多久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 是他从前扭扣厂里的从厂长 从厂长真诚地邀请银花出任自己温州分厂的厂长 说去扭扣这个行业 你赵银花那可是温州的头一号人 没有人比你更多好 这么多年不干吧 我都觉得跟不上 因为我不信 只要你愿意干 用不了几天你就会跟上 而且比谁都强 叶花 再说了我这两个头跑 我确实顾不上来 那从厂长 你让我好好想想 独自留在陕北的周万顺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渐渐地进成了一个到处捡剩饭吃的乞丐 大客资念 人吃剩下的 不吃了 丢了浪费 我再把它吃了 不行吗 当然不行了 人家拿着生菜生饭为主用 现在的周万顺连能避风的帐篷都没有了 每天在冰天雪地里挨饿受冻 走投无路的他只得来投靠四眼 谁知四眼公司的人却说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投靠无门的周万顺只好继续到饭馆里捡剩饭吃 却无意间从服务员嘴里听到了关于四眼的消息 我跟你说王师傅 有人跳楼你 谁啊 坐坐我个肠腿咋着吃饭的我个 但你仍然交着我个 问周爹 问周爹 周万顺赶紧跑过去 可此时的四眼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这才知道四眼也是一口气打了四口井 四口井都废了 欠下的巨额债务压的他实在受不了 索性寻了短见 看着地上鲜红的血字 周万顺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带四眼来采用 本来是想拉他一把 最终却害得他丢了性命 四眼的离去成了压垮周万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留下一书给儿子和女儿 要他们就把自己埋在这片黄土地上 随后他站到了悬崖边 为了挖石油 男人把几百万的身家都赔了进去 现在妻子和他离婚了 和他一起来挖油的好兄弟四眼 也因为欠债太多跳楼自杀了 心灰意冷的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信念 晃晃悠悠地站到了悬崖边 谁知却有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他身后 一把将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周万顺定睛一看 竟然是那个以卖唱为生的老先生 你这是唱的哪一符呀 我唱的是要饭呢 就想不到 你个大老板 还得走到要饭的这一步 你说这个 这编书也编不出来呀 那你以后要是说书讲古 你就想我的故事好了 一个温州老板到陕北来 找油挖井 把几百万的家财都丢光了 把自己也弄成要饭的了 要饭不要饭 可不能想不开呀 刚才那一瞬间 周万顺是真打算往下跳 可现在他却改变想法了 我刚才站在崖边上 往下看 才发现还有一条小河 它被雪封着 被冰盖着 看起来好像是死了 等春天一到 雪没了 冰没了 它又像是一条漂亮的小河了 我跟他不是很像吗 我这生生死死好几回了 我都活成这样了 我还在乎什么呀 我死干嘛呀 我就是要活着 活着看我周万顺到底能活到什么样去 他带着老先生回到土窑洞里 请老先生再给他唱一回曲 从前听着老先生唱曲 他满心都是对成功的期望 和强烈的致富决心 今天听着 除了多出一份对生命的感激 更是坚定了自己 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到底的信念 经历生死后的周万顺 发不发财都不再重要 他不想辜负来这人世一趟 如果命中注定他的归宿 就在这片黄土地上 那也是很美好的事情 父亲在生死观转了一圈 可远在意大利的阿宇丝毫不知情 此时他正享受着话题为有的喜悦 从前的死对头塞萨尔主动向他们示好 希望能和他们成为朋友 在生意场上一起合作公平竞争 善良的阿宇当然不会拒绝他的好目 而塞萨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很快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大单 您刚才是说 十款五万套诚意是吗 虽然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个订单有些难度 但阿宇和玉琪还是信心满满地接了下来 雷昂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善意有些担心 仔细地检查了他们的合同 但合同里一切正常 并没发现问题 唯一有难度的就是能不能如期交互 你们快要想好了 按照合同 如果不能按时交互 对方就要追加三倍罚款的 可是盗嘴的肥肉咱们不能扔啊 最多就是加些设备加些工人 行吗 为了能顺利交货 工厂很快就又新增了一批工人和设备 而第一批货交付之后 对方也没有任何意义 按这个进度 他们只需要三周就能完成交付 来 庆祝一下 庆祝 此时雷昂不请自来 他告诉阿宇 有黄志雄的消息了 他现在在法国布列塔尼的一家修道院里 第二天雷昂就陪着阿宇来到了布列塔尼 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 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男人 当年的他爱得深入骨髓 其实早就知道两个人走不到一起了 他始终还是放不下 在修道院的这些日子 让黄志雄的内心无比平静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酒精的麻痹 也不再无法证实自己犯下的错误 说完他起身从容地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阿宇终于决定放下过去 他拿出两人当年的定情信物 留在了修道院的台阶上 放过了他也放过了自己 回去的路上 阿宇突然接到了塞萨尔的电话 塞萨尔一改之前亲和的态度 冰冷地告诉他 这批衣服的索编程序有问题 已经全部退回他们公司了 眼看只有一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 就算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阿宇赶紧给玉琪打句电话 叫他回厂里再仔细看看合同里的细则 林玉琪马上一路飞奔回了办公室 合同里却并没有明确约定 服装索编不能擅自更改的内容 合同里虽然没有提及索编的事宜 但是很明显 合同的规定也包括了索编这道环境 可是关于索编采用哪种工艺 我是专门学问了塞萨尔先生的 你确定吗 你确定你问过他 他同意了 我当然确定了 我专门给他介绍过这种工艺 他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还是他跟我说 既然我们的索编工艺能够节省时间 又不影响质量和美观 我们干嘛不用呢 阿宇立刻又打电话给塞萨尔 可他却完全不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 而且就算他说过也没有用 合同是他们和拖地公司签的 他只是个中间人 他说的话不会对合同约定产生任何影响 而最要命的是 当初他们交付第一批样品 对方并没有出具任何书面的认可证明 只是口头上说没有问题 就算阿宇不愿意承认 但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他们掉进了塞萨尔的圈套 喂 于其 塞萨尔不承认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马上往回赶 回来我们再商量怎么办 圣怒之下的玉琪失去了理智 他一边骂着一边扔掉了电话 开着车就往塞萨尔家冲去 他红着眼把油门踩到了底 而这样超速的行驶 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 两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在意大利打拼 好不容易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制衣公司 却被竞争对手设下了天大的圈套 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巨额赔偿金 这卑鄙的行为让林玉琪气愤不已 立马就要冲到塞萨尔家找他理论 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了油门上 结果在一个急转弯处 为了躲避对象来车 他猛打方向盘 结果车子直接冲下了山坡 等阿语赶来时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雷昂紧紧抱住崩溃的阿语 却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 一小时前还跟他们通过电话的大活人 转眼就天人永隔了 处理完玉琪的后事 阿语直接找到了罪魁祸首塞萨 他静止坐到塞萨尔对面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好吧 你的公司倒闭了 我非常的遗憾 很遗憾 真的 成功了 塞萨尔先生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阿语当面揭穿了他的骗局 当初说什么想跟他们交朋友一起合作 都是骗局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 进入自己的圈套 阿语知道他们当地人 一直很不喜欢温州人 他们在享受假期的时候 温州人却仍然卖力地工作 这让他们心里很不踏实 现在塞萨尔终于达到了目的 成功地让阿语的公司倒闭 同时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生意场上有书有名 这点阿语能接受 可他的好朋友林玉琪 却因为这件事情永远可以看待 这才是阿语无法原谅塞萨尔的原因 我最好的朋友死了 这笔章我一定会跟你算 怎么算 什么时候算 我来定 阿语女士 你在恐吓我吗 麻烦你告诉她那样 犹太人在恐吓面前 从来都不屈服 温州人也不吃这一套 货场后的阿语 很快在五八同城上找了份工作 他每天开着三轮车 穿梭在普拉托的大街小巷 给哥哥餐厅送菜 阿斌啊 快去帮忙 不用 不用 我自己能行 没事 不就是送货的吗 自己搬就行了 你对他方尊重点 辛苦了 给你的 伤心气的 谢谢 别太累了 慢慢来 开车小心啊 我先走了 再见阿斌 再见 老板 他就是抓鱼啊 是啊 他在这个餐厅打工的时候 你还在妈妈身边撒娇呢 他当大老板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认字呢 你看着啊 不用太久 阿语就能再站起来 而麦狗离开大窑村后 直接来了东北 他找到了前女友小丽 想重新再开一家眼镜店 可小丽却告诉她 现在的市场 跟几年前不一样了 城里已经有了 三个大型的眼镜城 一直都在血拼价格 你要是现在掺和进来 比晚上站街 是挨冻死的还快呢 麦狗吓得一激励 看来自己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可既然来了这里 总不可能就这样灰溜溜地走 小丽看她实在可怜 给她介绍了一份来钱快的工作 可这份工作必须要会开车 小丽只得临时当起了教练 我学会了我干嘛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不过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就三天 你必须把开车学会 麦狗明白小丽 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帮她 而现在也只有小丽愿意帮她 她只得咬咬牙放开胆子学 果然三天之后 她就具备了把小丽给甩吐的技能 随后小丽就把她 交到了一个叫龙哥的人手里 让她以后全听龙哥吩咐 麦狗跟着他们上了车 而车子一直往中俄边境开 麦狗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脑海中也不断浮现出 和和的身影 到地方之后 龙哥拿出一个大黑袋子 递给对方 而对方则交给了他们几辆车 他们几个人一人开一辆 把车开到了江边就停了下来 麦狗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静静地和他们一起等天黑 终于熬到了太阳落山 几辆车趁着夜色赶紧往江对面开 可江面上却突然灯火通明 龙哥看了一眼如是重负的麦狗 突然间明白了些什么 刚出月子的和和 要把孩子抱去给他爷爷看看 可父亲却拦着不许他去 一向孝顺的和和此时 再也不想任由父亲拜 自从麦狗走之后 从没给和和来过信 他现在根本不知道麦狗在哪 也不知道孩子还能不能跟父亲见上一面 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你别逼我 你再逼我 这个家我也带不下去了 穆百夫最终还是心软了 他点女儿叫了一辆车 让他带着孩子去近边找周万顺 周万顺又住回了从前的帐篷 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间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我疼爷爷了 抱着这个小小的声音 周万顺心都化了 也更加地想念儿子 他后悔当初不该反对儿子和和和的婚事 更不该非要强迫麦狗来跟自己一起采用 我真魂的 我真不是个东西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 麦狗娶了你是他的父亲 都怪我 怪我太糊涂了 和和赶紧欢慰他不用难 他相信麦狗心里一定是有他的 他一定会回来 我跟孩子 等他 很快村委会就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 老会计一路小跑来通知和和 叫他去接麦狗回家 和和叫上周万顺 两人急匆匆地赶去接麦狗 在路上和和才把事情仔细地告诉周万顺 公安局的人说 麦狗在俄罗斯做边境贸易 举报了违法的事 受伤了 被俄罗斯遣送回来了 和和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 麦狗具体伤成什么样他也不知道 只能等见到人才知道 周麦狗最早以为是来做边貌生意 后来他发现 这里面有违法犯罪活动 在出发之前 就向边防部门做了举报 根据他提供的消息 我们通知了俄方的边境管理部门 在当天的走私活动中 周麦狗被违法犯罪分子给发现 当他从车里逃出来的时候 被一个犯罪嫌疑人 驾车撞伤了 经过俄方一段时间的抢救 他已经脱了一个威胁 原本俄方是想等他恢复一段时间 再移交回来 可麦狗自己坚持要回家养伤 所以才这么急通知他们去接人 看着担架上不能动他的儿子 周万顺更加后悔 从前的所作所为 他当天就带着麦狗 他都抬回了家 可父亲却蹲在门口 不肯让他们进去 答案 麦狗他是我男人 是我孩子的父亲 他得回家 看父亲不说话 赫赫直接跪在他面前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让他回家 穆百富终于不再吃面 他红着眼眶告诉女儿 我只想说一句话 他都已经这样 你可得一辈子善待他 汉女儿坚定地点了点头 穆百富这才让开了路 安顿好麦狗后 赫赫把孩子抱到了他床前 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 你不是说 你没好事吗 我那是骗你的 我不想拖累你 麦狗这才明白赫赫的苦心 顿时觉得自己更加亏欠他 他感动地把赫赫和孩子紧紧抱住 也庆幸自己选择了回到大瑶村 而卖狗的事情 也让穆百富和周万顺 放下了从前的恩怨 他们又一次坐到一起喝酒 周万顺再也不计较 卖狗给穆家当上门女婿 而穆百富也想开了 两个孩子愿意在哪就在哪 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他们能过得幸福就行 是 是 早就不该管了 你这下来有什么打算 你 我希望再翻身 善良的阿宇终于黑化 开启了复仇之路 为了给好朋友预期报仇 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套中套 阿宇在五八同城上 找到一家出租仓库的老板 提出要把他十万平米的仓库全部租下 而且一租就是十年 在阿宇的一番心理公事下 最终以七百万美金的价格成交 交易谈妥后 亚历山大提出要先交一百万订金 谁知阿宇却豪爽地说干脆一次性支付 合同生效起七天内 他会把所有款项都付清 如果违约他愿意承担三十万的罚金 这诱人的条件亚历山大无法拒绝 两人商量好明天就签合同 就在此时塞萨尔出现了 这家仓库之前他一直都在租用 今天是过来跟亚历山大续约的 阿宇赶紧识相地告辞 留下塞萨尔和亚历山大单独交流 当晚他就不出意外地 接到了亚历山大的电话 说塞萨尔想跟他一起合租仓库 约他明天到办公室详谈 谈判过程中阿宇丝毫不让步 这态度成功激怒了塞萨 他容忍不了曾经的手下败将 对自己一指气势 当场就和阿宇吵了起来 他一气之下决定把整个仓库都租下来 不想给阿宇任何翻身的机会 见猎物已经上钩 阿宇洋装恼怒 巧妙地撤退 他当坐到车里就接到了亚历山大的电话 告诉他塞萨尔现在愿意 以720万美金的价格租下仓库 比他之前出的要多出20万 阿宇强烈谴责了一番亚历山大的出而反而 随后极其为难地又把价格抬高到了740万 塞萨尔也不出所料地 跟他在电话里开始了竞牌 我再加20万美金 现在是760万美金了 我加20万 再加20万美金 我出900万 爆出这个价格后 阿宇大气都不敢出 500万美金 他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塞萨尔的反应 而塞萨尔此刻觉得阿宇根本就是个疯子 但他那该死的胜负欲 还是让他爆出了最后一个价格 我加50万美金 50万美金 阿宇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的目的达到了 那好吧 亚利桑德尔先生 让塞萨尔先生坐吧 谢谢您 再见 得知阿宇放弃了竞争 塞萨尔也渐渐冷静了下来 他回想起自己当初设计阿宇的骗局 跟今天是何等相似 当初他也是火同拖地公司的负责人 贾一跟阿宇的公司签下了大额的合同 随后以产品不合格为优害的阿宇破产 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上当之后 他果断地终止了交易 带着路易逃离的被骗现场 而此时的阿宇正在家里等着亚利桑德的电话 他了解塞萨尔如同了解他自己 知道他肯定不会签下这份合同的 他淡定地拿起电话 冷静地听着亚利桑德诉苦 跟他吐槽塞萨尔不讲信用 然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亚利桑德 再次跟他谈合作的要求 事件发展到现在 阿宇已经彻底掌握了主动权 他表示只愿出650万租金租下仓库 这比当初谈的价格足足少了50万 亚利桑德虽然很不乐意 但也确实理亏 毕竟是他食言在先 那能再加点吧 阿宇同意再加20万美金 同时也提醒他记住 这少了的30万都是塞萨尔害的他 那请您把合同修改一下 明天下午我们签字 此时塞萨尔也一如往常地准时 来到了这家餐厅 阿宇特意把谈判约到这里 为的就是让他看到这一幕 果然塞萨尔看到他们在一起 立即上前指责他们两人合伙演戏 为的就是想骗他的钱 他是借刀杀人 借着你的仓库来报复我 看他们不承认 塞萨尔的火气更大 他实在是想不出 有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 仅凭这一点就是在明显不过的漏洞 面对他的质问 阿宇干脆再添了一把火 事实上如果把那些东西都搬过来 一个仓库根本就不够 所以我在考虑如果合作顺利的话 我会把亚历桑德勒先生的 另外一个仓库也做下来 因此 我们现在要谈点正经事 如果您不建议 可以让我们都谈谈吗 看这两个人还在演戏 塞萨尔干脆坐了下来 可能有这么多钱来付租金 他当场提出要跟阿宇打赌 赌他没钱付租金 谁知这话郑重阿宇下怀 如果我们签了合约 你付给亚历桑德勒先生30万美金 如果没签 我付给你30万美金 为了表示自己不会赖着 阿宇提议现场签一个赌约协议 看到他如此自信满满 塞萨尔反倒是有些动摇了 可阿宇哪会放过他 如果你坚定地相信你的判断 我是一个骗子 为什么不敢签 如果你没有把握 希望你可以闭嘴 众目睽睽之下 塞萨尔根本没有退路可言 直接在咖啡厅里就把赌约给签好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亚历山大的仓库 不管他租还是不租 他都输了 租10万平米的仓库 并不是阿宇说的大话 他联合了所有在普拉托的温州商人 决定做一个大型的成衣市场 这样既可以省去中间商的差价 又能让他们的产品 更直接明朗地展现给零售商 除了能大大降低目前的销售成本 还能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而这样规模的成衣市场 在欧洲还是头一家 这个项目当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都抢着认购摊位 现场就交付了租金全款 这样一来 阿宇轻轻松松就大赚了一笔 建成了欧洲第一家室内大型成衣市场的同事 还让塞萨尔输掉30万的赌金 他的好朋友路易此时也忍不住说出了心理话 塞萨尔之所以会输 根源就在于他多疑的性格 因为你永远觉得全世界都在骗你 实际上人家根本没考虑你 终于让塞萨尔栽了个跟头 阿宇来到林玉琪的墓前跟他报喜 可这绝对不是最后的结果 他的复仇计划才刚刚开始 董做完了那件事 我再来看你 为了讨樱花的欢心 从厂长特意把他被前夫卖掉的房子又买了回来 他明白这所房子对樱花的意义 想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诚意 从厂长的妻子去世多年 而樱花现在也离婚了 一直以来他都很欣赏樱花的善良和坚强 想和他一起过完下半辈子 你给我整话 行还是不行 行啊 咱俩就在这屋子里过 不行呢 这房子还是你的 这突如其来的求婚让樱花毫无准备 虽然他帮从厂长打理纽扣厂以来业绩翻了好几倍 但这么大的理他还是承受不起 一旦接受就意味着答应嫁给他 从厂长也理解他的为难 并不逼他 让他好好考虑之后再回复 从厂长走后 樱花独自站在这曾经的家里 心里却好像更加失落了 没过几天他就把从厂长叫来到家里 准备了一桌好菜 打算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 这所房子是他来温州以后一个真正的家 在他心里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自从知道这房子给卖了以后 我就感觉 我没家了 从厂长帮他买回这所房子 他打心底里感动 但这房子他不能白要 等将来他存够了钱 就把买钱的房都还给他 我本来也没打算要你的钱 那不行 你要是不同意 那吃了这顿饭 那我就搬走了 好好好 那个 我议你 那咱们干第二杯 来 一会儿 这第二杯就 给说说咱们俩的事了 好 说说咱们俩的事 此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樱花开门一看竟然是周万顺 他的到来让从厂长也很尴尬 赶紧招呼他进屋里坐 周万顺进屋一看 满桌的韭菜 顿时觉得自己好像打扰到他们了 他低着头啃了两口苹果 却感觉怎么都不自在 只得又站起身告辞离开 临走前他告诉樱花 麦狗已经回来了 现在跟何和过得很好 小孙子很调皮 跟麦狗小的时候 一个样 这些话让樱花心里更乱了 看着周万顺的背影 他更加明白了自己到底要什么 回到陕北的周万顺 依旧守着游景吃着剩饭 突然一辆小车停在他面前 问他的地皮卖不卖 卖卖卖卖 这地卖 卖多少钱 你 你怎么来 周万顺没脸再见樱花 转身继续蹲下吃饭 可樱花却直接下了车 他打开了一个皮箱 里面竟然是满满一箱的钱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想想 咱家谁还能给你这么多的钱 把钱带到之后 樱花让他自己决定 还要不要继续挖进 随后他拿起包 就朝周万顺的帐篷走去 你要干嘛 你开不开这口井 我都不走了 樱花 你离不开石油 我离不开你 这是我的命啊 身无分文的周阿宇 凭借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破例 成功建立了欧洲第一家大型成衣批发市场 一夜之间从负债累累 蜕变为普拉托想当当的富豪 可财富和地位并不能让他快乐 好朋友林玉琪因为塞萨意外离世 这个仇他必须要报 塞萨最大的破绽就是多亿 阿宇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他不停地拜访普拉托的各个布料加工厂 做出一副要大量收购加工厂的表象 而一个星期后就是布料订货会 患有被害望想证的塞萨坚定地认为 他一定是想在这之前收购一家加工厂 然后在订货会上抢走自己的客户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去找那家工厂的老板 跟他说我想买他的工厂 给他开一个比阿宇高的价格 但是不要真买 只要你好到了 订货会开幕 让阿宇买不成就行了 很快就到了订货会开幕的日子 中欧最大的成衣生产商也出现在了现场 塞萨赶紧上前搭讪 只要跟他搞好关系 那打开中欧市场就完全没问题了 他和席勒先生约定一个小时后共进午餐 顺便谈谈合作的事情 塞萨前脚刚走 阿宇就来到了席勒面前 他并没有透露自己是成衣批发市场的创始人 只是以制衣公司老板的身份和席勒相互认识了一下 席勒对这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印象非常不错 带着他一起去和塞萨吃午饭 看到阿宇的那一瞬间 塞萨顿感不妙 果然 席勒在决定和塞萨合作的同时 也送了阿宇一个小订单 我知道您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厂 但是我知道您有这个经济实力 所以这份不大的订单 可以让您灵活掌握交货时间 阿宇在合同上填写了一个毫无利润的价格 而且承诺自己会在一个月内交货 这让塞萨觉得他一定是想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击垮自己 他马上跟着降价 绝不能让阿宇走在他前面 这顿饭塞萨吃得很不愉快 阿宇却一脸真诚地劝他想开写 算起来他也并没有吃亏 这番交战让塞萨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虽然阿宇这次没有抢走他的定班 但他总觉得还有更大的阴魔抖着他 我必须抢走他所有的工厂 什么都不能给他留下 哪怕我向银行申请贷款 也要买下所有的工厂 对 不给他机会 让他什么也生产不出来 雷昂对阿宇的行为也很不解 好到订货会上压低了塞萨的价格 这对他来说什么好处都没有 就算这是他的复仇计划 那也太不高明了 可阿宇比他更了解塞萨 他的心眼比真尖还小 而且还容易生气 只要这件事阿宇参与进去 那他就一定会失去理智 一旦他失去理智开始动怒时 阿宇的复仇计划就可以开始了 不用我费计 这个计划会自己转动起来 或者说塞萨先生 会帮我让他转动起来 经过阿宇的解释 雷昂大概明白他的想法了 可他还是担心 他接的那个订单怎么办 毕竟他手下 没有能生产布料的工厂 要是不能如期交货 那对阿宇的生育影响是很大的 阿宇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 不怕这些罚款 只是要让塞萨先生生气 你就觉得足够了 可是我警告你 你在布料行业的生命 还没开始啊 就要结束了 阿宇从头到尾都迈着关子 怎么都不肯告诉他自己的计划 看他急得头顶冒烟 阿宇索性说要跟他打个赌 如果没有如你所愿 我在布料行业的寿命 交货外寿无疆 你就永远离开我 再不能让我看见 一个地道法国的男人 宁愿牺牲生命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牺牲爱情 阿宇啊 我才不会多气跟你搭这个路呢 这个满分的回答让阿宇很满意 他轻抚了夏雷昂的手 让他不用担心 一切他都会安排好的 第二天他就把席勒 邀请到了自己的诚意批发市场 这里的规模让他很镇静 放眼整个欧洲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知道您的用意了 阿宇女士 我们奥古斯特家族虽然控制着中欧市场 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才能进入南欧 我看这个批发市场将会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平台 汉席勒对这个市场的前景也同样认可 阿宇这才告诉他自己的身份 以成一市场的创始人跟他进行了合作洽谈 而很快塞萨尔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交付给希勒的货物都被转送到了别的地址 而这些客户都是中国人 都是阿宇的客户 他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阿宇即使没有工厂 却仍然能够按时把货物交付到客户的手里 可是 我想不明白 阿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让我们为他生产布料 除非他先买了希勒的这些布料 然后再转手去卖给他的那些中国客户 但是这样奥古斯特家族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除非阿宇疯了 高价买进来再赔钱卖出去 塞萨尔知道阿宇肯定不会做赔钱买卖 他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 希勒和阿宇在联手欺骗他 但是这个犹太人却忘记了 阿宇拥有欧洲数一数二的诚意批发市场 还有大量的中国客户 中国市场的需求量比意大利高出几十倍不止 他与希勒谈好合作之后 一举买下了他手里的所有面料 再转卖给中国的零售商 这笔交易里当然包含了 他自己应该交付给希勒的那些货 有了这个合同 他就不用再给希勒交货 购买合同和交货合同相抵消了 虽然在自己的这个小订单上阿宇赔了些钱 但他的声誉却丝毫不会受损 而且这点亏损也轻松地 从卖给零售商的单子上赚回来了 虽然阿宇的操作塞萨尔没弄明白 但事情的结果他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就算他知道自己被阿宇玩了 但却根本拿他没办法 而且还要继续给他打工帮他生产 想想看 如果我们现在让工厂停工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违约了 就得付出三倍的罚款 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不 你不明白 谁都不明白 我定不清了阿宇的陷阱 我以前一直在担心会被阿宇报复 担心他会买下那些布料加工厂 可结果呢 是我拿出了那么多钱 替他买了这些工厂 他根本连一个里拉都没有花 他把我套住了 塞萨尔为了完成订单 必须得让工厂日夜不停地工作 不仅现在没有利润 未来也得被阿宇牵着鼻子走 阿宇手里掌握了客户资源 以后布料市场就由他说了算 他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 他说什么时候停就得什么时候停 一旦停止运转 我们就无法付清银行的贷款 这些工厂和我所有的不动产 就会被银行全部收走了 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 塞萨尔马上就会破产 可他觉得这并不是最可怕的 他知道阿宇现在根本不缺钱 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林玉琪报仇 想到这些 塞萨尔只感觉后背发凉 他难以想象 接下来阿宇还会对自己做些什么 我担心这些只是个开始 谁能想到 温州人会因为过于勤奋而险些 被意大利人驱逐出境 作为意大利的重要纺织基地 普拉托的工厂大半 都被温州人收购或是击垮 除此以外 其他行业也深受影响 塞萨尔为了赶走自己的敌人阿宇 召集本地企业 一起向市政府提出抗议 在场的绝大多数老板都积极响应 他们的企业要么已经破产 要么就是在破产的边缘 可唯独巴尔不赞同他的说法 看巴尔反对自己 塞萨尔立马说出了 温州人的两大罪行 第一是他们的企业经常加班 而且没有休息 第二是他们不肯雇佣懒惰的本地人 这让每天坚持只工作 六小时的本地企业 根本无法跟他们竞争 这样的抗议毫无公正可言 明明就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 谋取私人力 巴尔不想参与这样卑鄙的行动 直接起身离开了 而剩下的本地企业家们 仍然同仇敌派 决定一起去跟市长提出抗议 他们的游行示威 很快在意大利引起轰动 当地市政府立即召集议员 开会讨论这件事情 而此时普拉托的温州企业家们 已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未来他们极有可能 被意大利驱逐出境 必须尽快想出可行的对策 这次事件虽然是由阿宇和塞萨尔的 私人恩怨引发 但意大利人对温州人的不满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阿宇所做的事 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 而塞萨尔一口咬定阿宇打击报复他 却只字不提他曾经对阿宇做过的事情 其实阿宇所做的这些 根本算不上打击报复 相对于淋浴其一条鲜活的生命 这些只能算是给了塞萨尔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他会利用部分意大利人的受挫感 挑起事端 把我跟他之间的私人恩怨 演变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 事情终归是因为自己引起的 阿宇决定面见市长 把他和塞萨尔之间的恩怨 从头到尾说清楚 但他并不是想让市长来 评定他们之间谁对谁从 而是希望能找到一个 消除矛盾融合种族的方法 只有这样温州人 才能继续留在意大利发展 同时也能继续为意大利的经济做出贡献 公正开明的市长 听完他和塞萨尔的故事之后 给了他代表温州企业当众发言的机会 他召集了所有议员来旁听 让他们听完之后一起投票表决 下面就有请周阿宇女士 请发言 阿宇讲述了自己年仅13岁 就独自来到欧洲的经历 那时候的他没有希望也没有喜悦 只是满心的无助和恐惧 我还深刻地记得 当时我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时候 我的胸口挂着一个牌子 那上面写着 我叫阿宇 希望好幸运能告诉我 意大利的登机口在哪 终于 有一位法国老妇人把我带到了登机口 她跟我说 孩子不要害怕 欧洲欢迎你 但是你要有本事 冯小他就被巴尔收留 在他的庇护下长大 在童年时还结识了卡乔爷爷这位好朋友 他虽然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 但却给予了阿宇无穷的精神力量 长大后的阿宇在普拉托正式开始创文 这个过程十分艰难 他一路克服着各种困难 还因为一场官司差点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战 但是正是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没有歧视公正的国家 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 我还和当初告我的那个人 成了合作伙伴 甚至成了好朋友 我想说的是所有来意大利生活和创业的中国人都会像我一样 对意大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同时他告诉大家 在目前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就算是温州人被他们赶走 也会有别的地方的移民来到这里 同样不能确保 没有进取心的意大利企业家 能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企业家们面临的这种良性竞争 其实对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促进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 让意大利的企业在竞争中 快速地向更高级的商业模式转型升级 也让社会更加安定繁荣 这番有情有义有理有据的发言 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议员们很快就完成了表态 吴文岳在全体温州企业家的期待下宣布了揭 市议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 高票否决掉提高温州人入住 和办理企业标准的提案 普拉托市民大多数还是欢迎温州人在这里发展 对兼并他们的企业采取谅解的态度 塞萨尔这次彻底败给了阿宇 正当他心如死灰的时候 阿宇却主动找上了门 他给塞萨尔带来了一份非常有诚意的合同 唯一的要求就是 由他负责给阿宇新创的宇齐服装公司做宣传和推广 经历了这些事情 阿宇明白了商业上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吴休止的恶意争斗只会两败俱伤 而对于塞萨尔给林玉琪带来的伤害 他要求他亲自去一趟林玉琪的幕 听到他说出这句话 塞萨尔才相信阿宇是真的要和他放下过去的恩怨 我会觉得 爸爸他是在威胁我们 不 我知道阿宇你是要我做什么的 而我也确实有些话 要对林小姐说 阿宇来到玉琪的幕前 他相信玉琪一定能理解自己的做法 就如雷昂说的那样 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心中有爱才能战胜一切 而仇恨只会让人的内心变得黑暗 塞萨尔先生请您现在就告诉玉琪 您的公司愿意为玉琪时装 在全意大利乃至欧洲做推广的销售 玉琪时装是阿宇专门为玉琪创立的 虽然他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但只有由塞萨尔来完成 才是对玉琪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 在塞萨尔的要求下 他独自站在玉琪幕前说了很久的话 阿宇虽然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些什么 但他知道塞萨尔的心也发生变化 您在他的幕前说了什么吧 我向他道歉 请林小姐原谅我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塞萨尔对自己和阿宇都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魔鬼 其实是我的心里有一个魔鬼 像这样的一个中国女人 不该做她的敌人 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二十年前 他为了改变家族命运卖掉了祖物 很新地把年仅十三岁的女儿送去了意大利 时间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 现在的阿宇已经是意大利著名的华人企业家 得知父亲的困难后 他托母亲给他带来一大笔钱 同时写给父亲一封信 又使得他完全不理解父亲的决定 觉得父亲太狠心太无情 而现在他终于明白 父亲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梦想 希望一家人能摆脱贫困走出那个穷山沟的梦想 妈妈打电话跟我说起了你的事 我没有他想象中吃惊 因为 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液 有梦想的血液 我意想中的父亲 就应该是这样 周万顺拿着女儿给的钱 请了施工队继续开挖五号游井 他同样每天守在井口边 银花也一如既往地陪在他的身旁 现在的周万顺不再像从前那样天天盼着井里出勇 在经历了儿子和妻子的失而复得后 他感受到生命中还有比成功更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亲情的陪伴 夜里 夫妻俩静静地躺在井边 突然觉得这些年的折腾实在太累了 现在井里出不出游对银花来说都不重要 只要和周万顺再也不分开就行 要是采不出游 你就跟我一块去要饭呀 要饭就要饭 看银花没有意见 周万顺兴奋地规划着将来该去哪要饭 既不能在陕北也不能回温中 最好是去东北 那里地广人心没人认识他 咱不坐汽车 坐汽车还得花钱呢 咱就搭个顺风的拖拉机 就跟那年我们进城似的 那都省钱 说起这些银花又回想起当初跟着他从瑞安进城 那个时候虽然穷 但是每天心里都很踏实 此时周万顺却突然想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 我们俩赴婚吧 还得考虑考虑啊 嗯 是行 稳妥点啊 我们俩都不年轻了 银花嘴上说着要考虑 没过多大会儿却又答应了他 复婚就复婚吧 你得明媒正娶 你想要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 咱一家人像模像样地吃顿团圆饭 二十多年了 咱一家人天南海北 闯啊 拼啊 咱都没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周万顺点点头答应了他 回想起这么多年 银花一直跟着自己过着流浪般的日子 自己确实太亏欠他了 他轻轻地搂着妻子 夫妻俩就这样在井边睡着了 而此时一旁管子里的液体颜色却越来越深 直至变成了有黑色 第二天一早 周万顺和银花在浓烈的石油味中醒来 这次他竟然真的开采出了黄土高原出油量最大的油井 五年之后 他遵从国家的相关政策 将自己的五口油井全部上交 随后他带着银花回到了武树村 不仅实现诺言给银花买了一所大房子 还把当年赵冠球的拖拉机也拖了回来 银花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女儿的身影 看到女儿这么有出息 夫妻俩又激动又自豪 很快阿宇就带着丈夫和女儿回到老家 二十多年没见女儿 周万顺却有些紧张 躲在屋里不敢出去见他 阿宇在厨房找到了父亲 看着他苍老却依然倔强的背影 阿宇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二十多年前如果不是父亲坚持要送他离开家乡 就不会有现在的周阿宇 从前的阿宇痛恨父亲 可现在的阿宇却理解并感激他 看望完父母后阿宇一家来到了陕北 现在的卖狗是一名幸福的乡村老师 每天都和一群孩子开心地相伴在一起 看到妹妹的出现 麦斗激动却不意外 只是脸上笑得更欢了 来来来 别看外边了 来 认真点啊 咱们重新再来啊 连起来唱这部 阿 飞 唱 大多数人从这部剧里看到的都是坚韧不拔而后获得成功 可我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不同认知 生活本来就是一波大杂烩 各种口味都有 周安顺一辈子都在折腾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改变家族的命运 麦狗更愿意在小山村里与孩子们相伴 那是最能让她充实的人生价值 阿宇自小在国外打拼 不仅完成了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 还以自己的成就回馈了社会 迎花几十年来默默守护着丈夫 不论她疯癫或是落魄都不离不弃 对她而言家人相伴就是幸福 四个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我们的影子 虽然他们的思想层面不同 但对生活的奋斗精神却是一致 生命的宽度远重于生命的长度 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 愿我们都能用力地活着充实地活着 等未来的某一天你再回头时 你才能对从前的自己露出自信的项目 感谢观看